坐在绣榻上 额上已经是香焊层层 他本不想见这两个人呢 却又不能不见 只得把手虚抬了一下 让他们进来吧 崇文门东城角的抛子河 本是元代通汇河的故道 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 大兴土木扩大内城 所以将这条河拦腰切断 一半留在城里 一半留在城外了 城里的这一段河流 就叫抛子河 它的上游与紫禁城 大内南端的金水河相通 这抛子河轻波淋漓 而且青藤结瓜似的 连着十数个白亩大小的池爪 河岸密扎扎的长满了高怀垂柳 在房屋临次至比 车水马龙 红尘滚滚的北京内城 这一段两三里长的河流 尾石是一处难得的野异 销矿之地 河两岸也有一些京城 富士大户 住了一些园子 南岸有方家园 张家园 房家园 以房家园最盛 北岸有蒋家园 富家东园和富家西园 以富家东园最盛 抛子河的西头 有一座吕宫祠 这祠里供奉的是吕洞宾仙人 词中有一处梦塌 传说于此启梦 颇为灵验 吕宫祠再往北不到一里路 即是贡院 每逢春秋会诗 全国各地的举人 聚集京城 都要到这贡院应试 不少人为了慎重应考 都提前几个月 跑来抛子河南岸 另屋居住 也怀了前进的心情 来吕宫祠启梦 因此 来抛子河游玩的世子 便留下了这样一首诗 张家酒吧复原诗 抛子河边马去驰 踏遍槐花黄满路 秋来启梦 吕宫祠 每年春秋两季 来抛子河边 赏玩景色的游人不少 河边的十几座明园 终日里飞红舞催 声歌不绝 但是这河边 最好的一座园子 却极少有人 能够进去一沾红利 这便是紧挨着房间园的 鸡香炉 鸡香炉 占地约六十余亩 在京城的斯家园林中 算是最大的一座了 园子本是前朝 奸向严嵩的别业 传说严嵩 动心思造此园时 请来了当时苏州的造园高手 季成 季成问他 欲造一座什么样子的园林时 严嵩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写了两句诵诗 梨花院落荣荣月 柳絮池塘 淡淡风 继承便凭着这十四个字 花了五年时间将这座园子造成 此园运用戒景之庙 在抛的河边 水之上下左右 高者为台 深者为师 虚者为庭 驱者为廊 横者为度 竖者为时 疏密相见 错落有之 疑似建成 便成了京城第一 私家名媛 严嵩被罢官 家产超莫之后 鸡香炉 也被冲攻了 一直由内阁官下 严嵩之后的首府 徐阶 李春 方等 都是士林推崇的 慈父大家 好淫风弄月 每年都要邀请相好的 王公大臣 到这鸡香炉中游玩几次 或赏春花 或银秋月 或听河风 或沾雪季 寄情与鸟 贫草央华 公务之侠 尽享文人雅士之乐 高拱 高拱接任首府之后 却是一次也不曾来过这里 一来是因为他不好玩 二来也是因他太忙了 内阁力步两头跑 从没个闲的时候 鸡香炉本来就一年难得开几次门 到了高拱手上 更是门虽射而长眼了 却说这日薄木 只见一城两人抬小轿 急匆匆地抬过了吕公子 沿着抛子和低岸 一路向南而去 到了鸡香炉门前停下 一个人从轿子里下来 这便是张居正 只见他穿着一件宽袖 缘青丝之多 腰上系了一条极为名贵的 甚至泛闪的 深绿色的玉带 单看这身打扮 如果不认识 还以为他是傅贤的王公呢 张居正 为何轻车简从 突然到了这鸡香炉来 起因 还是与王转有关 昨天夜里 王转 因为盘查苏州胡同巡警铺 而意外得到了玉娘的消息之后 顿时是大喜过望啊 他虽从未见过玉娘 但这名字 他却是耳熟能详 他不止一次听张居正 谈起过这名女子 张居正评价玉娘 用了色意双加四个字 让王转惊奇不已 他跟随张居正这么多年 还从未听到他 对哪位女子如此赞叹 所以 他立即派人前往窑子街 把玉娘 从夏婆的手上解救了出来 然后连夜告知张居正 张居正闻讯之后 稍作私存 就下令王转 把玉娘送往鸡香炉调养 当夜无话 第二天 张居正照旧到内阁直视 下午散班时 他才换了便服 呈小轿 直奔鸡香炉而来 张居正刚下轿 先已经来此等候的王转 与管理鸡香炉的蓄力刘浦 两个人便上前失礼迎接 丝时天色薄木 低暗高怀垂柳 静挂余晖 而水中炉笛见白 尖暇苍苍 一片醇厚的秋色 让人心旷神怡 张居正被眼前景色陶醉 在门前稍作碟线 赞叹了一番 这才台步进了鸡香炉大门 徐杰与李春芳 担任内阁首辅的时候 他们在鸡香炉举行的 每一次雅集 张居正都攻逢其胜 高拱主政两年 张居正再也没到鸡香炉来过 此番一走进院子 面对木矮中的这一片参丝楼阁 以及点缀在小桥流水周围的家树繁花 心里头当时别有一番滋味 他们一行三人刚绕过一层翠竹 踏上升满苔藓的砖镜 准备走进鸡香炉的主体建筑 山翁厅语楼的时候 呼听得河边的那座秋月亭里 传来了悠悠呼呼琵琶声 接着有人唱曲 张居正当即逐步静听 来了去 去了来 似游风儿的身份 吃了耍 耍了吃 把我当唐人的看成 东指西 西指东 尽是匡人的行径 究竟是你负我 还是我负你 你自心问口 口问心 修向着云密密的天而也 与不与情不情 糊涂的锦 曲声七晚 像孤雁 像中天的鹤丽 更像是深山古寺中的鱼打双支 张居正听得郑重 脸色也愈加严峻 王篆在一旁小声地说 那就是御娘 张居正微微点了点头 小亭子那边 曲声又起了 老冤家我带你金和玉 你带我好一丝土和泥 到如今你坐牛车回故里 我泪眼而已哭 容颜而憔悴 自古红颜多薄命 有谁知 我命薄如指 弃弱如丝 苍天啊 痴心人是我 谁又能说 负心人 是你 接下来 是蒸蒸丛丛的 琵琶声 万语千言 尽在指尖缭绕 或激愤 或忧怨 或痴情 或欺绝 张居正一直静静地听着 直到曲声终了好一会儿 他才俯然叹道 唉 无浓软语 通哉思情 刘浦看天色已经黑金了 在一旁陪着小心柄道 收复大人 请进屋先歇着 小的这就去把玉娘喊过来 张居正 抬脚踏上了山翁厅语楼的时机 临进门的时候 又回过头问 她眼睛看不见 不要吓着她 玉娘旁边好像还有两位女子 她们是谁呀 王转赶紧回答 啊 这是学生家中的两个丫鬟 我临时拆她们 到这来服侍玉娘 如此甚厚 张居正满意的点了点头 一抬脚走进了山翁厅语楼的大门 该楼三层 底层有七营之大 是严松用来宴吉宾客开堂徽的地方 二楼驱坎回廊 有多间蓝勋密室 本属金屋藏郊之处 三楼琴棋书画 卢顶尊移样样俱全 是西田娱乐之所 严松建成基香炉时 已届晚年 在内阁中待了三十多年 已是云烟过风雨不惊 所以才将这座楼 命名为山翁厅语楼 他倒台后有人提议 把这楼名改掉 继任首府徐杰 却声言 基香炉里的一切都不用改动 他说 至身魏弘以翠 声色犬马之中 而不为之所动 才做得须眉丈夫 堂堂君子 他不但如此说 还为此写了一首绝句 水浅青鸾 患鹤丑 得风流处 且风流 他年丈旅江南道 闲话山翁 听雨楼 如今这首诗刻在 山翁听雨楼 入门处的 一座硕大的 黄梨木屏风上 张居正进得门来 首先看到的 就是这首诗 他在屏风前 对着恩师的 外秀内纲的手迹 堵物丝人 心里头又产生了 些许惆怅 华灯初上 在山翁听雨楼 一楼花厅旁的 一间小室内 已经摆上了一桌 怀扬风味的菜肴 这是张居正 特为玉娘背下的 张居正先已入座 少清侍女 把玉娘扶进来 与张居正对面而坐 然后推了出去 屋子里 只剩下了张居正 与玉娘两人 玉娘问 屋子里有谁 张居正答道 你和我 玉娘警觉的问 你是谁 她习惯性地摸了摸胸前 张居正细细地审视玉娘 两个多月未见 这位美人虽然憔悴了一些 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 也神色黯然 但她依然是那么清纯 柔和的鼻翼 温润的香腮 两弯淡淡的峨眉 一张樱桃小嘴 纵是迷惘处 也别有销魂之态 见无人回答 玉娘又问了一句 你 你是谁 再说一会儿话 你就知道我是谁了 张居正说着 从冷碟中夹了一片薄薄的肉糕 放在了玉娘面前的盘子里 你先尝尝吧 玉娘耸了耸鼻子 浅浅地一笑 这是削肉 但她并不动筷子 怎么不吃呢 怕人下药是吧 张居正说着 便碾了一块到嘴中 打从张居正说第一句话 玉娘就觉得这声音有点耳熟 像是在什么地方听过 她努力搜索回忆 却始终记不起来 但这声音沉稳 有某种不可抗拒的魅力 凭女人的直觉 她知道对面这位男人 不是浮浪顽固之流 于是她摸索着 拿起了筷子 将那片削肉送进了嘴中 张居正问 好吃吗 大来京城 就没有吃过这么正宗的家乡菜了 你是南京的 你是南京的 何时进京的 四个多月了 这段时间正值京城疯狂宇宙 玉娘啊 你来的不是时候啊 玉娘七晚的一笑 什么疯狂宇宙 奴家不知 你知 你比我们堂堂七尺须眉 知晓得更清楚明白 张居正忽然提高了嗓门 就是张居正 玉娘呼的站了起来 猛的从怀里抽出了那把始终不离身的剪刀 隔着桌子 朝张居正直刺过来 张居正身子一偏 玉娘刺了个空 他知道刺不中他 便恼怒的拾起了桌上的菜盘 朝对面猛砸过去 张居正尽管躲闪的快 但还是溅了一身的菜汤 守候在门外的王篆与刘浦 听的屋内响声不对头啊 慌忙推门进来 一见此景 脸色都下得白沙沙的 王篆脚一跺赤头 大胆玉娘 你怎的如此无力 刘浦更不言语 只是冲上前去夺下了玉娘手中的剪刀 把她拼命地抱住 张居正胆了胆直多 仍旧不温不火地说道 你们不要错怪了他 让侍女来帮玉娘收拾收拾 我去换件衣服就来 大约一钟茶功夫 重新换了干净道袍的张居正 又走进了餐厅 屋子里已经收拾干净 桌上也换了新的菜肴 玉娘坐在屋角 由自掩面而泣 张居正示意两位侍女出去 她自己针上一杯酒 一仰脖子 近隐了下去问道 玉娘 你为何要这样对我 玉娘抬起了脸来怒气冲冲地说 是你夺去了高阁老的首府之位 张居正脸色一沉 责备地说 玉娘 你怎能如此说话 你做得 难道我就说不得 今天你把我弄到这里来 又想如何 玉娘说着 习惯性地 又把手放在了胸前 张居正瞅着她 越发产生了好感 她慢慢瞎了一口酒 说道 玉娘 我知道你此时心惊 你放心 我不会把你怎样 请坐下说话 玉娘犹豫了一会儿 又摸到桌边坐了下来 张居正 往她盘子里加了一些菜 温和地说 我们边吃边聊好吗 玉娘位置可否 低头不语 张居正语重心长地说 玉娘啊 你一个弱女子 哪里真正懂得 什么叫儿语我诈 又哪里见过 真正的铁马金戈 方才你说我抢了高阁老的首辅之位 腌制着堂堂载辅上有皇上的把握 下有百官的监督 是抢的 是抢得来的吗 停顿了一会儿 张居正又接着说 玉娘 玉娘 你做姐姐的 该如何办理 玉娘 把弟弟保护好 不要让人欺负他 这就对了 张居正话锋一转 当今皇上才十岁 他老担心受高阁老欺负 这才是高阁下台的真正原因 哦 玉娘抬起了头来 睁睁地望着张居正 张居正接着说 高阁老与我共事多年 他既是我的良师 也是义友 我何曾有半点心思加害于他 那一天在京南义 你突然出现 我很是为高阁老高兴啊 寡官南下 由你这样的红颜知己相败 纵然是钟老林权 悠悠和汉 遗憾的是 高阁老视男女私情为不道 竟然辜负了你的一片痴情啊 别 别说了 玉娘轻轻摆了摆手 由于戳到了痛处 她低头婴婴地哭泣了起来 玉娘 我把你请来这里 是想帮助你 玉娘抬起了头 帮助我 看着她满脸泪痕 张居正更是动了侧隐之心 她叹了一口气 骨折有言 银食男女 人之大玉 无情未必 真豪杰 这一点 正是我与高阁老的不同之处 我张居正虽然不才 但毕竟怀有一颗怜香心 语之心 玉娘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 大人 不要喊我大人 喊我先生即可 玉娘瑟瑟地喊了一句 先生满脸的羞难 这一变化 被张居正看在眼里 他起身夺至窗前 掀开了帐码 推窗而望 只见中天已挂了一弯明月 山水亭树 显出淡淡的朦胧之美 张居正感叹 今夜月光很美 可惜你 哎 玉娘摸索着也走到了窗前 听窗外凉风袭袭 秋虫唧唧 回想过去见过的淡云秋月 顿时悲从中来 不由的双手无脸 再次抽气起来 张居正近在咫尺 闻到玉娘身上散发出的 幽兰般的体香 只感到身上热轰轰的 难以自持 他伸手轻轻的俯了俯 玉娘受削的双肩 温情的问 玉娘 听说你想离开京城 玉娘点了点头 方才说过 我可以帮你 张居正盯着玉娘 挂着泪痕的脸庞 声音越发的柔和了 不管你是回南京 还是想去河南新政 找高阁老 我都可以派专人护送 不 我不去河南 张居正眼眶中露出了兴奋 你不想见高阁老了 奴家眼睛血亮事 他尚且不要 如今 奴家已是两眼一抹黑 他更不会打理了 说罢玉娘猪泪滚滚 抽气的又说 我要回 只能回南京 南京 可有亲人 没有 只有一个少大侠 算是恩人 是他花银钱 把奴家从青楼中 赎了出来 少大侠 张居正一愣啊 对这个名字 他并不陌生 这些事 他来找过你没有 没有 玉娘苦笑了笑 他还以为奴家 随高阁老 回了河南老家呢 你想回哪 是将来的事 现在 你不能走 为何 为你的眼睛 眼睛 我的眼睛 玉娘神精致的 用手按了按双眼 痛苦地说 我的眼睛还能怎么样 下午 是否有狼钟来过 有 是那个王大人领来的 那位狼钟 看了我的眼睛 是啊 那是太医 是我让他来的 张居正把玉娘 扶回到餐桌边 重新坐下 继续又说 太医说 你的眼睛 有救 啊 真的 玉娘不敢相信 太医说 你的眼睛 失明 是心火上窜 和头上淤血 胶杂而至 只要平静下来 吃她的汤药 江西调养 或可重现光明 先生 喊了一句 玉娘已经是 哽咽无语 同为首府 两相比较 她觉得高拱 过于绝情 而眼前这位张居正 诚如她自己所言 有着怜香 惜玉的君子之心 玉娘 你知道你墓下 住在何处吗 知道 在鸡香炉 玉娘掏出罗帕 开了开泪痕 为何要叫鸡香炉呢 这是 颜松 头世宗皇帝 所号 取下的名字 世宗晚年 以焚香炉药 为乐事 所以这 鸡香炉之香 是摘轿之香 而非 装脸之香 张居正 这句话 稍稍有点挑逗 玉娘 并没有往心里去 而是担心地问道 奴家住在这里 会不会给先生 带来不便 没有什么不便的 你只管静心养病 多谢先生 玉娘 玉娘欲起身 脸人 行礼 不知是由于激动 还是看不见 竟三次 没有站起来 她只好自嘲地说 看看 我都像个老太婆了 呃 你想干什么 奴家想植壶 为先生针酒 啊 这个不必 如果玉娘 你还有精神 就请再唱一曲 木兰歌吧 玉娘摇了摇头 伤心事 还提她作甚 奴家再也不唱她了 先生若要听曲子 奴家可唱别的 嗯 好啊 张居正立即朝门外喊道 来人 刘浦 应声而入 张居正吩咐她 去把玉娘的琵琶拿来 刘浦出去一会儿 拿了琵琶回来 递到了玉娘手上 又推了出去 玉娘调了调弦 先生 想听什么 张居正自针自引 随你的意 你出个题吧 试试奴家应景的本事 也好 张居正一扭头 看到窗外远处河边上 有人提着一盏灯笼走过 便说道 你就唱个灯笼如何 灯笼 对 灯笼 玉娘怀抱皮巴 脸眉沉思了好一会儿 这才慢慢地转动 鲜鲜玉指 往那四根弦上 轻轻一拨 立刻 屋子里 样起了柔慢如玉的月声 玉娘 慢起朱唇 婉转唱了起来 灯笼儿 你生得玲珑剔透 好一个热心肠 爱护风流 行动时 能照顾前和后 多亏那竹丝 缠得紧 心火上 又添油 白日里 角落里枯座 守寂寞 到夜来 方把那青山 红袖 送过长桥 听鼓打 桥楼 玉娘声音甜美 虽是急性唱来 仍不失她天生的七碗本色 张举正手指九弧 却忘了针灸了 闭着眼睛 已是听得吃了 忽然 听到门外有嘈杂之声 玉娘首先停了场 张举正睁开眼睛 生气的赤道 外面何人喧哗 一个声音急切地回答 老爷 是我 尤七 张举正一惊 立马坐直了身子喊道 进来 尤七推门进来 也不敢看玉娘一眼 只朝张举正一一道地 老爷 冯公公派徐决 给你送来急信 信啊 是口信 看尤七满脸惊恐的样子 张举正心一沉 暗存 宫中又出了何等大事 便把尤七领到了外头的花厅 在花厅里 尤七向张举正叙述了一切 大约一个时辰前 徐决派人把尤七约了出去会面 告诉他前清宫内 刚刚发生的事情 却说 李太后去昭宁寺 李佛回到宫中 已接近有时 尽管疲惫不堪 他还是留下了冯宝 并把正在玩耍的小皇上 找到了东暖阁来 向他背戏 向他背戏讲了武清伯以及英国公张荣和驸马都尉许从成告状的事 朱书军听了 朱书军 黄惑地问 外公真的要把花园平了种地呀 但愿他不会 不过也很难说 你不知道你外公的脾气 逼急了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李太后说着 长叹了一口气 张荣和许从成 也都说了狠话 说这个月 若再胡椒苏木折缝 他们就上街摆摊 君儿 你说 如果他们都这样做了 会丢谁的丑呢 朱义军气呼呼地说 丢他们自己的 我就不信他们会这么穷 这不是穷不穷的问题 君儿 你就不想想 你登基还不到三个月 就有这么多王侯 闹嚷嚷地找你要饭吃 如果真的闹到外头去 天下人会怎么看你呢 这 常言道 众口朔金 这事咱们不能不管了 怎么管 朱义军眉头醋得紧紧的 要不传职请张先生来 一同商议办法 李太后摇了摇头 不用找他来了 君儿 依咱看 你直接下指护布 凡王侯勋气 一体取消胡椒苏木折缝 月缝 仍以银钞支付 太苍银不是告庆吗 让户部想办法 那 余下经官怎么办 王侯勋气都能拿月缝银 他们依然胡椒苏木折缝 岂不是要闹事 君儿 你是皇上 李太后秀眉一书 加重了语气 王侯勋气的事 得皇上亲自来管 文武百官那头 还有内阁呢 内阁 内阁 朱义军不停地嘟弄着 不无焦虑地说 张先生恐怕也不好处置 如果朝廷中竟是顺心的事 还要内阁守府干什么 李太后重重地拍了拍袖椅的扶手 断然地说道 积风至尽草 张先生如果真是旷石旧壁之财 就一定能想出办法 把事情摆平 哦 儿知道母后的意思 朱义军一副恍然大悟的神态 郑玉说下去 李太后伸手阻拦了他 内阁就张先生一个守府 也真亏累了他 我看得给他找个助手了 一直金若寒蝉不敢出声的冯宝 这时插话了 张先生自己也好像有这个意思 啊 你怎么知道 李太后严厉地目光扫过来 冯宝吓得一哆嗦 赶紧垂手打倒 张先生今儿个送了个手本进来 请万岁爷增补阁臣 啊 他都提了哪些人选呢 朱义军答道 提了杨伯 葛首李 吕调阳三个人 君儿看过本子了 看过 母后去昭宁寺静香 而在东暖阁看了一上午本子 很好 李太后冷冰冰的脸色稍有缓解 君儿 这三位大臣 你看哪位合适啊 朱义军又恢复他那小大人的神态 搬着指头说 本子上摆在第一的是杨伯 李太后干脆地否决了 这个不能用 为何 既是摆在第一 就肯定与张先生私交身后 内阁大臣 还是互相牵制一点好 朱义军虽是孩子 但心性灵活 经母后这么一点拨 她立刻就明白了各种奥妙 于是一拍巴掌 母后 我就用铝条羊 有何理由 这铝条羊 在本子上头摆在第三 还有呢 儿还是太子的时候 吕条羊是詹事府詹事 是儿的老师 他在经验上讲课最好 还有呢 还有 还有 没有了 还有最最重要的一点 咱听说 吕条羊这个人 一身穴揪气 从不拉帮结派 那 母后统一用他 李太后咬着嘴唇 撕寸了一会儿 才自真俱拙地说 选把吕条羊入阁 任赐府 从目下情势来看 或许是最佳选择 冯公公 奴才在 冯宝屁股离了凳子 欠身应答 作为大内主管 听了太后与小皇上 母子之间的这一场对话 可谓是疯狂宇宙 惊心动魄呀 他感到前胸后背 黏乎乎的都湿透了 也许是他回答的声音 有些异样 李太后又瞟了他一眼 你脸色白沙沙的 累了 有一点点 不 奴才向来有头晕的毛病 进屋时发过一阵子 现在好了 冯宝极力地掩饰 处处显得不自然 好在李太后并不深究 而是令他 准备纸笔 替皇上拟纸 冬暖阁内 纸笔墨宴 啥时候都是现成的 冯宝座的书 按前 李太后又说 你两道纸 一道给户部 一道给内阁 就按方才 咱与皇上商量的拟文 记住 这两道纸 今夜 就得送到通正司 明儿一早 就传到当世衙门 听完了油漆的陈述 张居正陡然感到了 天微不测的沉重压力 自接任首府以来 他一直谨慎从事 入则恳恳以尽忠 出则谦谦以自毁 哪怕深蒙圣倦 也始终不敢忘记 国事之忧 汉格之患 将一片准成之意 流露于正式之间 汲取前任消极的悲剧 张居正最担心的是 缠见成之 离见君臣关系 现在这件事果然发生了 他的脑海里 顿时浮现出了 一大戏中有两句话 君不密则施臣 臣不密则施身 君师此臣 尚有笔臣可待 臣若施身 何可待之啊 捋着这一层 张居正惊出了一身冷汗 他暗透了一口气 望着紧张的 和不拢嘴的油漆问道 我家的胡椒苏木 拿出去变卖了吗 油漆孽如着 没有 为什么不卖 油漆猜不透主人的心思 但知道 他眼下心情不好 故小心地打倒 小的绿着 一个宰相之家 若真的去卖胡椒苏木 恐被人消化 混账 张居正一拍茶几 由于用力过猛 茶几上的杯子 震落在地 这只比蛋壳还薄的卵木杯 落地就碎了 张居正还恨恨地 将那堆碎瓷踩了一脚 怒气冲冲地骂道 什么宰府之家 我同所有经官一样 都是靠朝廷俸禄吃饭 朝廷实行食物折缝 我们堂而皇之拿出去变卖 有何羞耻 油漆披头盖脸的 挨了这么一顿臭骂 尽管内心感到委屈 却半句声也不敢做 哆哆嗦嗦地站在那里 像秋风中的一条丝过 瞧他这可怜而又可闲的样子 张居正朝他挥了挥手 你先回去吧 哎 尤其如是重负 朝主人身居一躬 就推了出去 刚走出花厅门 张居正又喊住了他 吩咐道 徐决内里 你要和他热乎点 每次送了信 封点赏银给他 小弟知道了 油漆唯唯诺诺退出 听着他嘟嘟嘟的脚步声 已是离开了山翁厅语楼 一会儿又听得马蹄嘚嘚离开了院子 此时已是夜深人静 偌大的山翁厅语楼虽然灯火通明 却是死一般寂静 一应侍奉 既不敢睡觉 又不敢走近 只是缩在进门的过厅里 等候传唤 张居正呆坐半晌 这才开口问一只 视作在侧的王传 接动 皇上这两道旨意 你如何看 王传向来不肯深言大局 只是个看主子眼色形式的角色 此刻他心里惶惑得很 昨儿个 皇上颁赐文银与玉带给你 今儿个又绕开内阁直接下旨 皇上的脸色下官实在看不懂 张居正心里头 忽然蹦出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的一句话来 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但表面上他却反省自己 我们做大臣的 理所当然应该做到善则归君 过则归己 那几位王后熏器串通一气 跑到太后跟前告状 如果你是太后 你又会如何处置呢 王专答匪所问 是武清博这糟老头子 搅浑了这趟子水 张居正眼波微微一闪 问题的节正就在这里 国家国家 皇上既要治国又要治家 家室掺进到国室之中 国室就难办了 王转顺杆爬 帮腔说道 这个李伟京城 没有谁不知道的 是个前窟窿眼里 翻跟头的人物 事到如今 何必责怪人家呢 张居正叹了一口气 声音低得几乎自己都听不见 三个人凑到一块儿告状 我看这后头 有人指使 好 英国公张荣 是个树叶落下来 怕打破头的人 从不出面招惹是非 驸马都尉许从成 有数千请丰田不说 光在两京等处的商铺 就有几十家之多 李伟每年收上万弹磕粮 上个月还在对卖粮食 三个人都富甲一方 怎么会为区区一点月凤银 而兴师问罪呢 听如此一分析 王传才感到这场风雨大有来头 把脑瓜子抓挠了半天 这才狐疑地问 究竟是谁呢 有这么大的能耐 你说 我当首服 哪些人心里不舒服 还不是狗 张居正做了个手势 指了指里间小屋 王传这才记起来 里头还有一位玉娘呢 顿时吐了吐舌头 小声地说 他的亲信门声 故旧以魏学增王熙烈为首 还有一大把呢 山峰点火之人 就在他们之中 哎 还是玉娘唱得对呀 黄城中耳语我诈 衙门内铁马金戈 既如此 首府就该向皇上解释 解释什么 让皇上收回成命 更改旨意 这可能吗 亏你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 连骑马的士君之道都不懂啊 现在能做的只有一条 就是设法度过危局 吕条阳入阁 本是仆之所愿 这是好事 难的 就是王侯熏气的胡椒苏木折缝 此事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受了训斥的王转 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他正想表明心计说点什么 忽听得小屋虚掩着的门被推开了 玉娘摸摸缩缩的走了出来 张居正喊了一声玉娘 连忙起身走过去 把玉娘扶到了一张椅子上坐下 玉娘说道 先生 奴家还是离开这里为好 你为何又突然改变主意 玉娘欺然一笑 方才你们在这里的谈话 奴家在里头隐隐约约听到了不少 先生宰府当得如此之难 这么多烦心事压着您 奴家哪里还能够再来麻烦您呢 玉娘 这是两码子事 你留下 不会给我添什么新的麻烦 相反 你若走了 倒真是添了我的心病啊 啊 先生 您 玉娘 疑惑不解 张居正不加掩饰地说 我是为你的眼睛担心啊 王转为了讨好张居正也从旁说 玉娘 首府对你的关怀是无微不至 你怎么能轻眼走开呢 玉娘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脸上又不自觉地泛起了红韵 张居正想着玉娘这一碗也没吃什么东西 便吩咐王转 喊侍女过来 给玉娘 七一杯深茶 少青 侍女端了深茶过来 递到玉娘的手上 玉娘瞎了一口 又搁回到茶家上 感慨地说道 平常总听人说 读书人十年寒窗 就为了博取功名 在头上戴一顶乌纱帽 光宗耀祖 现在才知晓 这顶乌纱帽戴在头上 是何等的不自在 说到这里 玉娘苦笑地摇了摇头 又补了一句 看来 交曲儿的人 有时候也很无知 王转追问 交曲儿的人为何无知呢 奴家在南京时 就跟着师父 学过一曲带伴的马头调 专唱乌纱帽的 啊 玉娘能否唱给咱们听听 王转说着 瞧了瞧张居正 见他没有反对的意思 忙去礼物 拿了皮革出来 递给了玉娘 首府这一声 说话累了 正好听听曲子解乏 玉娘犹豫着 夜一深了吧 张居正看了看 悄无人影的厅堂 不妨试她 玉娘 你唱吧 这里离人家甚远 那好 玉娘端正坐姿 拨动皮吧 唱了起来 习纸洗的乌纱帽 两翅膏摇 爱只爱的大红蟒袍 腰中戴一条 习纸洗向牙护板怀中抱 清晴晨 清晨早上朝 爱只爱黄罗散照着八台叫 齐志而前头飘 洗的是风猴 爱的是当朝 天子众英豪 习只洗 出将入巷三声炮 古月闹草草 爱只爱十三磅铜锣来开刀 人人站起来秒 这支曲子明快晖些 玉娘的情绪虽然没有调整过来 但大致还是唱出了韵味 她稍稍表露出的那份俏皮劲 张居正很是喜患 但这曲本来好笑的马头调 却是让她笑不起来 平心而论 唱词中表述的那些令人眼馋的东西 如今她样样都有 可是眼下正是这些东西让她心烦意乱 一曲终了 她应付的拍了拍手 西施范梨放着丞相不作 而是带着西施范舟五湖 她倒是看透了官场 像她这样把乌纱帽 气之如常喜的人 实在是不多呀 玉娘问 先生为何不能这样做呢 张居正自嘲地笑了笑 也许是孽障未尽吧 你一道士君 士君子之通愿也 居正不才 却不该也怀了一颗矿石旧式之心呢 正说着呢 又听得院门外有嘚嘚嘚的马蹄声 急驰而来 三个人遂都打住了话头 侧耳倾听 一会儿便听得有人敲门 王转狐疑地问 这么晚了 还有谁来呀 该不是游妻又回来了吧 张居正心里头 又掠过不祥之兆 便对王转说 你去看看 王转急匆匆地朝院门方向走去 尚不及一钟茶功夫 他就转了回来 张居正问 是谁来了 是学生手下的一位当头 何时 王转一脸的紧张 今儿个夜里 在桂香阁酒家 张大郎被人刺死了 什么 张居正一下子挺直了身子 王转继续屏道 张大郎被皇上 设了死罪 发配三千里外充军 这家伙从刑部大牢出来 竟有四五十台轿子前往迎接 今儿个晚上 他的胡群狗党 包下了桂香阁 为他接风押京 就在酒席上 突然有个人闯进来 把刀刺向了张大郎 当众人反应过来失救 张大郎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 抽搐着死了 凶手呢 被当众擒货 是谁呀 是死去的楚记仓大使 王松的儿子 他这是为父报仇 这真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呀 张大郎一死 邱公公不知又会在 李太后面前挑唆什么 张居正心情更加的 沉重起来 他吩咐人 把玉娘扶下去休息 然后夺步到山翁 厅语楼的门外 此时月明中霄 夜凉如水 河边草丛中 点点流营 时饮时现 张居正忽然感到了 有一片黑影迎面扑来 他一闪身 拂面而过的 是一阵清风 他转回身来 对一直紧紧相随的王传说 杰东 你现在出发 把王之后 王国光两位大人 请来这里 要快 是 王传疏忽间消失在夜幕之中 张居正回到山翁厅语楼 命人铺展纸笔 趁两位布唐大人 还未来到的这段空隙 他想把女界一书 重印版的序言写出来 这是李太后交办之事 必须尽快完成 在岸前 稍有沉思 他开始奋笔积书 常文归门者 万化之源 自古圣地明皇 贤慎重之 于父性不敏 事欲少侠 则竟捧红武祖皇帝 赤修女界一书 装颂绣法 素叶静静 数己免修雀德 以素恭维 礼布散班 同立本 骑着一头小毛驴 颠颠地回到了 位于羊尾巴胡同的家中 捷令 过了白路 北京的天气 已是两头冷 中间热 同立本 体弱多病 上职早已经穿上了家衣 这会儿在家中 卸取棺袍 露出贴身的下部汉衫 这件汉衫穿了好几年了 不但汉迹斑斑 且还打了四五处 补丁 他胡乱套上了一件 退得灰不灰 白不白的旧道袍 慢慢地从卧室 穴到厢房的门口 则耳听听 屋里没什么动静 他这才轻轻地推开了房门 捏手捏脚地走了进去 房中光线太暗 同立本一时什么都看不清 他眨不着眼睛 轻轻喊了一句 柴儿 有人应了一声 只见房中的一只小圈一里 坐了一个人 手脚瘦得像马杆 脸上半点血色都没有 口角歪斜 往外流着长长的咸水 这是同立本的大儿子 同从舍 小名柴儿 柴儿生下时聪明伶俐可爱 两岁时患病 请了个江湖郎中诊治 用反了药 从此便成了一个手脚瘫痪的傻子 如今三十多岁了 只能坐在木圈椅中 吃饭拉屎 都得靠人伺候 同立本进来的时候 柴儿正在勾头打盹 父亲的喊声 把他惊醒了 同立本走到木圈椅 跟前蹲下 关切地问 柴儿 饿了吧 柴儿面颊精卵 咸水顺着下巴 一挂一挂流了下来 他嘴唇哆嗦半天 这才吐出两个字来 爹 饿 望着深马 看似只有十三四岁的残疾儿子 同立本忍了两抛老泪 难过地说 爹知道你饿 再忍耐一会儿 贵儿娘 有东西喂你 正说着 门外又传来了 嘻嘻嗦嗦的脚步声 同立本回头一看 一个约莫三十多岁的 女人走了进来 女人倚着门问 老爷回来了 同立本站起身 走出厢房来到堂屋 那女人跟在身后 同立本说 回来时 没见到你 女人答 去了街口 瞧老郑回来没有 回来没 没 两人一时沉默 这女人 就是方才同立本提到的贵儿娘 她名叫贵儿 原是同立本夫人的丫鬟 同夫人过世 同立本无钱续娶 家中又少不得一个女人 家之与贵儿相处时间较长 没来眼去 也有些感情 所以干脆 纳她为妾 乍一看 贵儿 还有几分姿色 但不能细看 盖因 贵儿五岁时 元宵节 随父母上街 看花灯 被一只飞过来的 二踢脚 崩瞎了左眼 若不是这个缺陷 她也不会来同立本家 当了丫鬟 因为秋躁 贵儿的眼睛 生意 这会儿正在用手符揉拾 望着她一脸菜色和枯黄的头发 同立本心疼的说 中午你和柴儿都没有吃饭 贵儿摇了摇头 同立本 颓然坐到了椅子上 头深深的埋了下去 再不敢看贵儿 挨愁的眼光 她想说点安慰的话 又不知从何说起 而那些不愉快的回忆 却像梦魇一样 死死的缠绕着她 同立本 是嘉靖三十二年的进士 金榜提名 已经三十五岁 放了一任县令之后 又当了一任的山东登州同志 九年考满 升为礼部一致司主事 由从六品的地方官 变成了六品的金官 表面上看 地位是重生了 但实际上 经济收入却大为降低 在地方官任上 多少有点外快 日子好过得多 礼部一致司 是一个清水衙门 不要说关系到国际民生 升降霸处 这样实实在在的大权 就是诸如辅鞭纳宫 开草请续这样 可以得到实惠的小权 也一概不沾边 一致司所做的事 就是为诸如太子登基 皇室人员加封 皇帝婚丧大礼 这样一应大典 提供典章及仪式的规范 涉及国家礼节的大事 都得由一致司出面来做 按理这份权力也不小 但这都是为皇帝服务 根本捞不到任何油水 事情做好了 事情做好了 得褒奖的 是礼部堂官 做杂了 这个六品主事 还得承担责任 因此同立本自来 这个李治司主事任上 除了一年120代米的俸禄 再没有任何收入来源 俸禄按月之取 若能全部足额拿到 一月十弹米 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虽不富裕 勉强还过得去 但自加龙之后 经官奉禄往往是折执不辅 甚至发生拖欠现象 每逢此时 同立本就捉襟见走了 诸鸿武立国之初 就为官员的奉禄等级 及支取方法 制定了一整套实施细则 官员奉禄有本色缝 和折色缝之分 本色缝包括三样 一是月米 二是折捐米 三是折两米 折色缝含有两样 一是本色钞 二是捐布折钞 所谓钞就是铜钱 这样官员们每月拿到的奉禄 就由米 捐 或者是棉布 银 抄 四样组成 按照规定 官员无论大小 每月支米一旦 余下奉禄 则为捐 银 铜钱支付 有时太仓银告清 没有银钱 临时也会改用其他食物支付 这就要看国库里有什么了 有什么分什么 盐 油 蜡烛 甚至香料 都曾折为米价 分给官员们作为俸禄 官员们叫苦不迭 却也无可奈何 还有一个让官员们怨声载道的 就是折色缝中的铜钱 随着物价的变换 铜钱的变化极大 上个月十罐铜钱可以买一袋米 到下个月可能就要二十罐铜钱买一袋米 但折色缝一旦确定 多少年都不会轻易改变 到龙庆四年市面上的米 已经卖到了三十五罐一袋 而官员们仍按家境初年定下的二十罐折一旦米的笔价领取折色缝 这样官员的实际收入 比之俸禄数额已经是大为降低了 即便如此 官员们俸禄也常常不能如期足额拿到 从龙庆初年开始 拖欠官员俸禄的事经常发生 但高拱自龙庆四年秋任内阁的首辅之后 着着实实为官员们办了几件好事 一是提高本色缝的比例 每月官员们献银拿得多了 二是折色缝中 将食物折缝这一块拿掉 全部改为四十罐钱超折一旦米 这么一来 等于变相提高了官员们的缝禄 他的人望也因此一下子提高了不少 张居正接任之后 官员们心想 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实惠 可是二十多天前 户部突然疑吻 在京各衙门 本月官员奉禄 改用胡椒苏木支付 一斤胡椒折三弹米 两斤苏木也是折三弹米 这样 同立本每月十弹米的奉禄 除领到一弹米之外 余下九弹 折成了两斤胡椒 两斤苏木 分到这四斤东西 同立本差一点滚出了老泪 这时爱着一帮疗鼠蓄力在场 强自忍着 没有把痛苦表现出来 官员的晋升制度 按呈现来自于考察 每三年对官员考察一次 优胜劣汰 若一连三次考察均无过错 称为九年考满 力该晋升一级 到了龙庆五年 同立本在一智思主事任上满了九年 头两次考察都顺利过关 这第三次考察 却出了问题了 盖因这年春节 在过了多年穷困的生活之后 他写了一幅 辽以自嘲的春联贴在了大门上 说白水清茶全当酒 萝卜青菜且为荤 横扁四个字 也是过年 谁知这么一件小事 却被理科济世中 陆树德揪住 一本参上去 说他这是故意擅放朝廷 往圣明天子脸上抹黑 龙庆皇帝看了本子之后 批道 这思胡邹 念他以往并无大错 这次免了 下次再犯定不饶他 惩罚虽免 但熬了九年 眼巴巴熬到了一个升官的机会 就这样一风吹了 他心有不甘 却也只能认命 继续在礼部主事的位置上 艰难度日 同利本 先是一家六口 夫妻两人 两个儿子 还有丫鬟 贵儿 和一个六十来岁的仓头老郑 夫人 夫人过世之后 尚有五人 全靠俸禄生活 年初 小儿子 同从鸡 回乡 参加乡试 同利本将积攒 多年的一百两银子 让他带回家 一来孝敬一项 健在的高堂老母 二来作为同从鸡 相试的费用 这样一来 家中经济状况 更是每况愈下 每月的俸禄 精打细算 才勉强度日 上月 李部尚书 高仪去世 衙内官员 凑份子公鸡 同利本素来 敬重高仪的人品 如今私人已失 他越发怀念 高仪的雍容大度 为了表示心意 一咬牙 就抠桂丰 把藏着的最后 五两银子 翻出来 交出凑了份子了 当月的生计 就出了问题了 仓头老郑 出去借了 一两银子的高仪 历代 原以为拿到 七月份的俸禄之后 能够迅速还上 没想到 一离凤银 没拿到 只领回了 两斤胡椒 两斤苏木 放高历代的 都是人精啊 掐准了同利本 支凤的日子 他人还没有进门呢 讨债的 已经坐在家中了 听说没有钱还 那家伙就动手 拉他的驴子 京官上班 原先规定 二品大员以上 才能成教 鱼者皆骑马 后来渐渐禁令松弛 九品官 也可以成教了 从此京城之中 教于色道 为了脸面 再不计的官员 也得弄一顶 二人小叫 抬着招摇过世 像同利本 这样骑驴子 上班的官员 倒真是 寥寥无几了 这会儿 见讨债人 要牵走驴子 同利本急了 连忙放下 官架子 与那人商量 是否可以 拿胡椒 或者苏木抵债 那人死活 不要这些东西 说到最后 那人 便把刚拿回家的 一袋米 给搬走了 这样一来 同利本一家 四口人的生活 就完全没有了阶级 米缸里的存米 还可应付半个月 同利本当即 对贵儿说 家中从此 每天改吃早晚两顿 中午的饭免了 另外 让老郑 提着那两斤胡椒 两斤苏木 到街上叫卖 贵儿穷人家出身 深知眼下 家中困境 不能轻易度过 两餐饭 被他改成了 两顿西粥 除了保证 同利本的一碗 愁稀饭 余下三人 连同他自己 喝的都是米汤 再说老郑 每日提着 胡椒苏木出门 晚上回来 手上拎着的 仍是胡椒苏木 这样一连二十几天过去 不但贵儿 连同利本也沉不住气了 再拖延两三日 家中就要完全断吹了 今天是第二十三天了 已经暮色朦胧 仍不见老郑回来 两夫妻坐在堂屋里 六定又是凶多吉少 偏偏那头小叫驴 拴在院子里头 嗷嗷乱叫 他也饿得清肠见白肠 寻不到东西吃 大门 吱压一声 接着是熟悉的脚步声 老郑回来了 天已尽黑 贵儿起身 找了半截子蜡烛点上 可是等了一会儿 却不见老郑进门 同利本心下生疑 挪步到门口一看 只见老郑 一尊木偶样 筑立在院子里 一动也不动 同利本问 老郑 你这是干啥呢 老郑 老郑瑟瑟地喊了一声 当即就在泥地上跪了 他是同利本在山东登州 同支刃上招来家中的老仆 已经跟了他十五六年了 同利本没好气地训斥 归啥呢 饿得前胸贴后背 还讲礼节作战 进来回话 老郑磨磨蹭蹭 回到了堂屋 搭搭着脑袋站着 同利本见他背上 鼓鼓囊囊的包袱 知道又没有卖出去 脸顿时沉了下来 伸赤道 怎么又没有卖出去呀 老郑抬起头 望着同利本委屈地说 老爷 这十几天 小的把北京城 大大小小的店铺都泡遍了 就是卖不出去呀 同利本酱脾气又发了 为什么呀 这胡椒苏木 都是国库里 拿出来的上等好货 难道 弱大一个北京城 找不到一个买主 老郑 眼泪巴沙地打道 老爷 难哪 胡说 同利本一拍桌子 气羞羞地说 分明是你老糊涂了 找不着地方 老郑 仍跪在地上 借着一闪一闪的 幽明烛光 只见他已是老泪纵横 因为又泪又饿 他的身子左右摇晃 他吸动嘴角 本想说点什么 突然眼前一黑 一下子栽倒在地 荒得同利本夫妇赶紧上前搀扶 怎奈两人也是忍饥挨饿气力不支 折腾了好半天 这才把老郑弄得躺椅上 同利本此时已经是虚汗淋漓 眼冒金花胸口一阵阵的发慌 桂儿也是脸色惨白气喘吁吁 但两人都顾不得自己 躺椅上的老郑 还是双目紧闭 牙关紧咬 桂儿去厨房 咬了一碗凉水来 两个人把老郑嘴巴撬开 还惯了几口 手轻 老郑才悠悠醒来 他见同利本蹲在身边 感到不妥 挣扎着想坐起来 但依然是头重脚轻 撑坐不起 同利本安住他 覆咎的说 老郑 看你满头虚汗 一天没吃东西 饿昏了 桂儿也在一旁安慰 连连的叹气 是啊 躺着羊羊神吧 老郑向他夫妻俩 投来感激的一瞥 仍咬着牙 撑坐起来 艰难的说 老爷 听小人斗胆说一句 不要指望店家 能收购你的苏木胡椒了 这是为甚呢 开头几天 小人不愿意告诉你 现在 不说 不行了 老郑 又喝了几口水 指了指 心慌 接着又说 老爷 其实应该明白 在京的官员 大大小小 有好几千人 每个人 都领了胡椒 苏木 回家 加起来 有几万斤之多呀 家家 家家都想把胡椒苏木 变成现银 说起来 真不是容易事啊 现在整个北京城 大街小巷走的 都是卖胡椒苏木的人 十个人 十个人买 却不见得有一个人买呀 虽也有一些店铺收购 但人家只收购那些官大市大人家的 收了力部官员的 再收户部的 然后又是兵部 刑部 老爷所在的礼部 人家瞧也不瞧啊 还有就是那些朝中的一品大员 加上那些地位虽低 但手上有十权的官员 不用出去买 自有人家上门来用重金收购 储的价钱竟比市价高出好多倍呀 这些官员拿到胡椒苏木折缝 竟比直接拿到凤银还要划算 只苦了老爷 你这样的官员啊 既无实权 又无显赫品质 说起来是六品官 在京城里住了十来年 就没有人知道你是谁 我拿到胡椒苏木 送到贴着告示收购的店家 人家开口就问是哪个府上的 小的回答 礼部一致司 佟大人府上 人家嘴一瘪 什么佟大人铁大人 没听说过 就再也不肯搭理了 我站在一旁苦苦殃求也无济于事啊 这一连十天 我处处碰壁 见到这般光景倒真是绝望了 今天后上 小人路过北玉河桥回来 在桥上站了一会儿 想到这样被人瞧不起 心中像被捅了一刀 若不是要把这四金胡椒苏木背回来 我真想一头跳进河中 寻个短剑倒也省事 待小人回到院子里 见到驴子 知道老爷已经回来了 心里头对小人存着指望 因此也就不敢进门啊 老郑说一下 停一下 待积蓄了一点力气再接着说 这样断断续续 说了差不多小半个时辰 才把这段话说完了 说到伤心处 大颗大颗的泪珠子 巴达巴达掉在地上 待他吭吱吭吱说完 桂儿也忍不住 呜呜地大哭了起来 院子里的那头小叫驴 受了惊扰 也跟着低一声高一声的嚎叫 就在同立本和府哀嚎之时 位于棋盘街上的回扬九四 正攻仇交错 背盘狼藉 猜令化全 喧腾愁作 热闹得不可开交啊 这里是京城吃淮阳菜最好的地方 如果是白天 远远就可看见 殿前高高树立的九望子上 赫然书写着 淮阳古风四个字 这是加龙转城期间 内阁首辅徐阶的首书 这位鼎鼎大名的江南才子 抵意于中寒秀 柔里藏风 急得江浙高则之地的文化运制 京城还有一个酱菜名店叫六壁居 招牌为严嵩所书 这严嵩虽为奸向 但却是嘉靖一朝难得的书法高手啊 因此这两块招牌在京城极为有名 两个垫子也因此是兴旺发达 多少年来生意一直是红火不衰 华灯初上 在淮阳九四二楼一间宽大的雅间里 一桌酒席刚刚开张 席面二场坐了三位男子 其中两位是游妻徐绝 还有一个陌生面孔 只见他四十来岁年纪 穿了一件促心的团花改制的杭筹衫 头上戴着时下流行的四片瓦的玉壶金 手上摇着一把苏质的上等乌骨泥金折扎 乍一看 这装扮倒有几分儒雅 像是文墨中人 但若再仔细观察 就会发现此人一双猴眼 眨巴眨巴总没个停的时候 手上还戴了一枚 嵌着硕大一颗祖母绿的金斑纸 仅此一点 便让他的十分斯文减了九分 且让人感到他是一个砍掉树尔捉巴格的厉害角色 这评论不假 此人就是京城最大的绸缎店七彩霞的老板 好一标 这样三个人为何凑在一处呢 说起来有故事 却说那一天 内阁差利 将三十多斤苏木胡椒 亲自送到沙帽胡同张居正府上 交把油漆签收 告知这是首府本月的折风 这是上午的事 到了下午 就有几一波子人 转弯抹角 攀亲扯友的来找油漆 愿意用高出几一倍的价钱 来收购这批货物 油漆虽然心动 但一想到堂堂首府之家 居然要靠变卖这些苏木胡椒来生活 这说出去 鸣声不好听 就都蜿蜒谢绝了 直到前些天 在鸡香炉的那个晚上 油漆被张居正骂得狗血临头 宪令他急速迈出胡椒苏木时 油漆再也不敢怠慢了 第二天 先拆手下人 跑到街上转悠 为的是摸摸行情 手下人走的这一趟不打紧 看到多少人背着胡椒苏木 迈不出去 心里头不免打鼓 回来向油漆饼了 油漆也不想上街丢人现眼 一心等着买主上门偷偷卖了完事 但等了两三天 却是人毛也没等到一根 原来自那天下午 他辞了那些买主之后 此事是一传十十传百 京城里那些 想通过这笔买卖来巴结新任首府的商人 只当是张学士府家规吉言 不屑与他们打交道 故都死了这份心 莹莹竹臭臭 把心思用在别的炙手可热的大臣身上 反倒把首府家晾了干鱼了 这情形让油漆焦急起来 由于张居正速来管教吉言 不允许家里人在外牵腾放腕的惹是生非 故油漆认识的人也不多 特别是做买卖的商人 他竟是一个都不认识 所以世道临头不免抓瞎 正在这时候 恰好徐绝来张学士府中有事 油漆便说明情况 求他帮忙 徐绝听了扑车一笑 哎呀 瞧你这话说得多寒碳 堂堂一个首府家的大总管 居然卖不掉三十斤苏木胡椒 这事交给我了 第二天 他便领了这个好医标来到府中 对好医标的大名 油漆早就知道 用胡同里话讲 是个肚脐眼肥得流油 放屁都能打出金蟹子来的人物 今天亲自见面 见他一世派头 那阔绰劲 倒真是让人折舍 即便这样 徐绝还唯恐油漆看清了他 刚一坐下 便鼠萝卜下轿 把好医标吹嘘了一番 论习惯 好医标是杭州人 其祖父本是辅学生 中了秀才之后 一连两次相识都未曾中举 遂气文经商 来京开了一盘筹断店 取名七彩侠 他因是读书人出身 凡事好动脑筋 不消几年 便把生意场上的勾勾道道 阴阳八卦弄得一清二楚 加之他广结人员 店里货色品种背的全 价格又总比别人低廉一些 这么着 做了十几年下来 七彩侠居然就变成了 京城第一大筹断店了 一应服饰面料 从数百两银子一匹的上等丝绸 到丁门小户消费纸 七分银子一匹的中基部 从智群的马尾斯 到天鹅绒 索福等鸟纹部 从产自琉球 日本的兜罗绒 到贩自仙罗高丽的西洋部 与高丽部 七彩侠店里是应有尽有 经过两代人的辛苦创业 七彩侠店 到了好一彪的手上 越发的兴旺发达 不仅仅在京城 在南京 扬州 苏州 杭州 京州 藩鱼 洛阳 大同等四方通一大都 都先后开上了分店 由于字号老名气大 每一个店都赚钱 但是设在棋盘街的北京总店 门面就有四五十间 京城的达官贵人 王公巨族 每年制作衣室的一半面料 几乎都构自七彩侠 京城人说起好一彪来 无不自作称叹 好一彪虽然财大气粗 但在尤其面前 却表现出了十二分的千功 略意寒暄 他就让随来的嘲讽 把那一袋子苏木胡椒拎走了 留下两百两白花花的文银 指甲比市场高了好多倍呀 尤其自是高兴不尽 送客的门口 徐决又往尤其手上 塞了一张折纸 低声的说 这是给你的两百两银票 上棋盘街保祥号 集对集付 尤其一惊啊 慌着要把银票退还给徐决 徐决挤挤眼 哎呀 老游 你也不必客气 这张银票 是他给你的 说着 指的指旁边站着的那位好一彪 尤其一听此言 更是不敢接受了 推推嗓嗓 一定要原物奉还 徐决看准了尤其的心态 心里头既摊着这张银票 又怕其中有渣 便笑着说 老游啊 不要担心太多 咱这朋友好原味 花银钱就像泼水似的 哪在乎这点银子 他只不过 慕你老游的名声 想结交你 并不图你什么 银票收着吧 啊 不会有手的 话即说到的这个份上 游七也就不再坚持了 半推半就的 把银票藏进了袖子 昨日李张鞠正散班回家 忽然记起了胡椒苏木之事 吩咐人把游七找到书房来问 胡椒苏木卖了吗 嗯 卖了 卖给谁了 呃 七彩侠的老板 好一彪 啊 好一彪 张鞠正知道这个人 是京城第一富商啊 常在王侯寻气之间走动 于是又问 卖出多少银子来呀 游七缩着脖子打倒 哎 二百两 多少 张鞠正似乎没有听清 兵老爷 二百两银子 混账 张鞠正顿时就爆了 一仙长须骂道 这哪叫买卖啊 分明是贿赂 你给我退回去 尤七本以为办了件好事 谁知又招来了一顿臭骂 也不敢答话啊 只哭丧着脸 倒退着走出了书房 也难怪张鞠正 这些时他的心情糟透了 皇上那两道纸下发之后 吕条阳 吉日就到内阁上纸 户部那边 王国光有心上书自辩 张鞠正担心有抗纸之嫌 故把他压下来 只一心谋划如何筹集银两 渡过难关 其间他用八百里持船 给阴正茂去了一信 望他以大局为重 能否从那二十万两银的军费中 拿出一部分来 以解京城燃眉之急 信出去五天 尚不见回音 他如此做 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再说李太后那里 这些时对他是依然不冷不热 张鞠正心底清楚 除了三位熏器告状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张大郎被杀 丘公公毕竟是李太后的心腹奴才 这事既然发生 若能够烟熄火熄偷偷处置 也还罢了 偏偏一些官员纷纷上书 替王松的儿子求情 说他这是替父申冤 孝心感动天地 服望皇上给他免死特赦 张鞠正内心也很同情王松之子 但他知道官员们的同情奏章上成 多半是为了闹事 诸多蛛丝马迹证明 京城这些时发生的大小事情 似乎都是有人在幕后操纵 组织安排 其目的就是一个 利用胡椒苏木 折缝仪式大作文章 以求混淆视听 扰乱圣心 达到底治经查的目的 面对危局 张鞠正虽然焦虑窝火 但始终方寸不乱 他既看清了问题的实质 也大致猜测得出幕后操纵者 是哪些人 他认为平息这场风波并不是难事 只要李太后和皇上 仍能一如既往地支援他 一切事情都好办 但这个劫如何解开 这几日倒让他颇费脑筋 却说游七退出书房 也没急着离开 而是躲在郎柱后头 偷偷地抹了几把眼泪 张鞠正素来不管家务 家里一切用度开支 全凭游七谋划 说实话 张鞠正很少得过孝敬 这么大的家福脸面 撑起来绝非易事 游七为此不说操碎了心吧 也算是想尽了主意 使尽了解数 偏偏张鞠正还横挑鼻子 竖挑眼 动不动拿他开涮 叫他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委屈得不得了啊 正在他偷偷试了泪痕 准备去找好一标退银子时 书童又跑过来 说老爷叫他回书房里去 游七磨磨蹭蹭回转来 站在张鞠正面前 怀里头像揣了只兔子 张鞠正看了看他 哦气了 张鞠正一向严厉 这么轻描淡写问一句 就算是遮过了刚才的那顿火气 游七深知主人的脾性 恭紧地打道 老爷骂得对 小的这就去找好一标退银子 值多少就是多少 多一两银子也不能要 张鞠正态度仍是坚决 但口气缓和多了 游七啊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你多拿一点点银子 也算是受贿 要不了多久 这事就会传遍京城 后果不堪设想 你知道吗 小的 小的知错了 游七唯唯诺诺 张鞠正又说 知错了 就得改 再犯一次 我定不饶你 说着张鞠正就转了话题 你怎么认识好一标的呢 是徐决介绍的 苏木是上等染料 好一标的七彩侠 正好用得着 尤七不知张鞠正说话的意思 随话搭话说道 好老板说 他一年用的苏木 也得大几千金 哦 是吗 张鞠正语调中 透出了兴奋 那这次 他收购了多少啊 这个 小的 还不知晓 张鞠正起身 在房里 躲了几步 沉思着说 嗯 这些使我听说 有的官员 拿到胡椒苏木后 却卖不出去 因此怨言不少 如果有人大量收购 许多怨言 岂不就冰消瓦解了 老爷 你的意思是 让好一标都买下来 对 张鞠正一转身 满怀七记的说 你去找好一标谈谈 看他肯作否 好 小的 这就去联系 得了张鞠正的指示 尤七便去找徐绝上来 徐绝积极参与联络 于是便有了今夜的聚餐 因是第二次见面 尤七和好一标还不熟络 双方都还有些拘谨 酒席开始 宾主互相敬酒 竟说些酥酥麻麻的恭维话 徐绝破闹关了 见不得这道酸井 才喝了一杯酒就嚷开了 哎呀 好老弟 你一个前窟窿里翻筋斗的人 干嘛要学着楚斌先生 紫约诗云的满嘴肉麻呀 三个男人三根屌 咱啥时候喝过这种寡酒啊 尤七是秀才出身 自然免不了要弄一些文邹 他给自己取了个别号 叫楚斌 方才徐绝以挖苦的口气 倒出了楚斌先生指的就是他 尤七听了 脸红红的不好意思 但他因有主人交代的重任在身 也不敢玩个痛快 只是黑黑笑着提醒徐绝 徐老爷可别忘了 我们还有正事呢 哎呀 你那点事算得了什么呀 先同好老弟 把酒喝好 来来来 咱们猜烫全 徐绝说着伸手晚休 就要闹腾 好一彪察言观测 先把徐绝拦了拦 问尤七 请问尤总管 有何事啊 想请好老板帮个忙 好一彪大包大揽 说吧 只要不是摘天上的星星 剩下的 你开口 你能否再收点胡椒苏木 你家还有啊 这还用说 有多少收多少 不是我家 谁家的都行 只要你有总管开口 哎呀 有何老板这句话 我游某感激不尽 来 好老板 游某敬你一杯 尤七说着 一口把那杯酒吞了 徐绝在一旁偷着乐 好一彪问 徐爷 你笑傻呀 徐绝挤了挤鱼泡眼 好老爷 储宾先生这杯酒一喝 你恐怕就得放点血了 啊 他要你打出告示 把满京城的胡椒苏木 都收起来 好一彪不解的问 这是为何呀 为的是帮首府渡过南关 眼下有多少官员 拿了胡椒苏木 卖不出去呀 这些家伙阴着肚子憋亡吧 琢磨着要闹事呢 原来是这样啊 好一彪说着 猴眼一咪 肚子里盘算了起来 俗话说 人怕出名猪怕壮 好一彪有了这一份庞大家业 其实活得并不轻松 第一是怕人敲诈 所以必须找衙门里头的人 做靠山 第二要想生意越做越红火 也必须有大主顾关照 说穿了 这两点都离不得官府 因此这些年来好一彪 花在生意上的心思并不多 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交棚节友上了 波云见日水滴石川 久而久之 京城十八大衙门 内府二十四剑 几乎没有哪一处关节他不能打通的 前年 他通过皇室专控的宝盒店的总管孙龙 认识了冯宝的管家徐绝 过不多久 两人就成了密友 皆因两人情趣相投 都是吃喝嫖赌声色全马样样都来的大玩家 家之好一彪挥金如土 用钱大方 两个人挖窟窿生蛆臭作一堆 竟好得像连了裤装 不能分开 张居正当上首府之后 好一彪提出想认识他的管家尤七 徐绝素知张居正对下人管教慎言 尤七又是一个胆小鬼 要想勾他出来做朋友有一定难度 便说这事要瞅机会 急不得 前几天正好碰上尤七 托他卖胡椒酥木 徐绝心想这才真是瞌睡来了欲枕头啊 第二天赶紧把好一彪领进了张大学是府 这样等于是既帮了尤七又帮了好一彪 所以徐绝是火攻纸马铺乐得做人情 尤七既半推半就收了两百两银子的见面礼 好一彪凭着商人的机敏断定这个尤七也是个见钱眼开的主 因此便想趁热打铁把这层关系拉紧 所以当徐绝来约见时好一彪求之不得 便精心的准备了这顿晚宴 不过他万万没想到 今番会见尤七竟是秉承主人之命而来的 这次胡椒酥木折缝 好一彪已经花去了一万多两银子 那些王侯熏妻以及重要衙门的唐官 凡他认识的他都花高出几倍的价钱收购了他们的苏木胡椒 现在首府大人却拐了个弯 要他救济那些八不相干的穷官 这实在是他不愿做的事情 商人天生的习性 就是只肯做锦上添花的事 任何时候绝不肯雪中送炭 但转而一想 若是做了这个傻事 从而赢得新任首府的信任 就等于打开了一个金库啊 若大朝廷一年中该有多少生意啊 随便拿里切一块给他 那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喜 想了想去 好一彪心中有了底 便故意扯开话题嚷嚷道 这事待会再论 今个晚上咱哥们先玩好 你说呢徐爷 对对对 先玩个痛快 尤老兄 你那点事啊 好老弟知道安排 先入乡随俗吧 徐决粗中有戏 嚷闹钟 已经把球踢给了好一彪 尤其心虽然悬着 但也不好服徐好二位的意思 他习惯的摸了摸嘴角 那颗猪砂肢 一咬牙 硬撑出了一股豪气来 徐兄 你说怎么玩 今夜里淤地听你的 徐决于炮眼一眨 笑了 哈哈哈哈 老游总算肯同流合污了 好老弟 你安排 好一彪对徐决的每一个眼神都能心领神会 他有心让尤其开开眼界见个世面 便问道 楚冰先生 你看是唱小唱还是粉唱啊 尤其虽然极少进入娱乐风月之地 但毕竟居京多年 捡耳朵也捡到了不少东西 他知道京城里玩家 呼鸾铜为小唱 歌铃为粉唱 但小唱他只是听说 还从未见识过 于是反问 怎么 这淮阳九四里也有小唱 哈哈哈哈 老游这才是少见多怪了 如今小唱在京城里何处没有啊 哎 徐决嘴一扁接着说 不过也难怪 张阁老平常把你管得太严了 看来今儿晚上咱哥们俩要给你启蒙了 好一彪嘻嘻一笑 顿时满脸都是银鞋 他对尤七说 哈哈哈哈 这淮阳的小唱不算太好 但也有几个拆强人意的 不过都是男唱 尤七答道 小唱自然是男的 好一彪笑着纠正 哈哈哈哈 咱说的男是南方的男 而非男人的男 男唱是宁波邦 近两年实行北唱 这北唱大都出自林青 尤七好奇的问 南北两唱有甚区别呢 哎呀 区别当然有 男唱衣裳艳丽 脸上擦脂粉 扭腻做女胎 北唱天字清秀 调笑可人 是地道男色 徐举 徐举 瞇着鱼泡眼做补充 哈哈哈哈 还有呢 这北唱十之八九 屁股都肥嫩 于他来生 只感到肉蹲蹲的 甚是快活 有两句话 单道得妙处 哪两句啊 三扁不如一圆 弄屁股生死过大年 俩人晦声晦涩的描述 尤其撩拔得欲火燃赤 他扎巴着嘴唇叹道 没想到这里头还有这么大的学问 好一彪问 要不找几个小畅来 这里头有没有北畅啊 没有 怀仰九四岂容北畅进入 尤其一想到南畅 涂脂抹粉做女人胎 心里头便起疙瘩 既没有北畅 今夜里就免了 也好 看来楚宾先生 同咱一样喜欢北畅 赶明找个地方 让你尽享北畅之乐 好一彪许下了一个诺 看来今夜只能招粉畅了 尤其点了点头 好吧 还哪一彪的呢 这也有讲究 有 好一彪又津津乐道的介绍了起来 天下妓女 各地教法皆有不同 在京城 在京城就叫粉叉 却说粉叉既有官妓 也有私科子 官妓都是获罪官员的女眷 或是俘获俘虏的妻子 归教房司官下 年纪又大又小 美丑参差不齐 其品质远远比不上私科子 私科子 都是保姆四处物色 十岁左右的女娃 买来精心培养 让其琴琴书画 诗词歌赋 无一不惠 而且接人带物 举手投足 都是极有韵质 三五年之后 让其出道 一般都能明冻一时 由于培养方法不同 色意标准不同 招来客人的路数不同 粉叉也分有四大流派 即大同婆异 泰山姑子 扬州兽马 杭州传娘 这四大流派 有哪些不同呢 好一彪正欲 逐一介绍贝戏说了 徐决把他拦住了 哎呀老幽 你若这么问下去 好老弟跟你说上个三天三夜 也没有一句重复的 干嚼舌头没意思 干脆要几个粉叉来如何 尤其吞了一口口水干笑着 那样子是巴不得呀 好一彪说 这九四里原是杨州兽马的地盘 为了接待尊兄 前几天我专门派人从泰山斗老宫 弄了几个孤子下来 尤其心想泰山离京城少说也有七八百里 好一彪此举一是说明他交友之成 二来也证明他财大气粗 手眼通天 于是说道 哎呀好老板如此奢费 只是在下孤陋寡闻 不知泰山孤子是何来历 好一彪接着就介绍了泰山孤子的来历 唐宋两朝已降 泰山就是明闻天下的道教名山 国朝以来特别是嘉靖皇帝崇尚道教之后 这泰山的公贯香火是越发的旺了 来山上进香的游客 一年四季络络绎不绝 特别是春秋两季 朝天门陡峭的山路上 真是个摩肩皆种人如流水 香火济浓 人气就旺 如此一来 那随着人气走的樱花事业 也跟着蓬勃了 泰山脚下处处是密户取房 里面住的都是妓女 这些店房有一个糊弄人的总称 叫西子窝 每天各西子窝门前 妓女皆以门卖笑挑逗游人 众多乡客登山之前 先已被这西子窝的千般以泥万种 筹谋所迷醉 许多乡客都把镜香当成应景的事了 登到山顶上把香一插 就慌着下山往西子窝赶 这般情形弄得山上一般道人心里头很不舒服 却说登山盘道东侧 有一处声闻狭耳的斗老宫 原本就是女道观 嘉靖三十年后 这冠里老道长先师 接任的昆道 叫靖晨 自他主观后 斗老宫 风气为之一变 首先 他把斗老宫两厢房重新的装修 用以接待靖香的游客 并别出心裁 创设了贺喜酒 其一 是恭贺烧香的人 求子得子 求官得官 求利得利 大凡靖香的人 有谁不想得个好兆头啊 因此这本来还算清静的斗老宫 一下子就变得门庭弱势了 这还只是表面 更有一般妙处 靖晨让三十岁以下的道姑 重新续起发来 设计眉眼 学习弹唱 为吃习的客人 酌酒 这些年轻道姑 连穿戴都改了 都穿着一色的 连伴经格姿裙 一阶长岭 以圆断滚边 向尖金炼璀 十露于外 这种打扮 既不失出家人的庄重 又平添了几分翘雅 他们皆带吃贺喜酒的香客 味极弹茶 先已经眉目传情 男人们至此 哪有不手软 脚麻 心荡神痴的理 一般的乡客 由这些道姑们 陪着吃顿酒 也就了事了 欲着那舍得 大把花钱的施主 或者是 极有来头的宫门中人 晚上 他们也可以 在乡房 半苏 久而久之 香炎成席 这斗老公的生意 竟比山下戏子窝 强了千百倍 泰山姑子 从此也就成了 乡客们的垂涎之物 俗话说 前面乌龟爬出路 后面乌龟照路爬 眼见斗老公 生意如此兴隆 原先的戏子窝 便依着葫芦画瓢 不多年间 那些取户密室 紧窗倚仗的戏子房 便都改成了 青瓦低延 尊如青贡的道观了 倚门调笑的歌姬 也摇身一变 就成了装衣素色的 泰山姑子了 尤其听说 这泰山姑子的来历 历时就有了兴趣 好一彪喊了殿小二 吩咐下去 不多一会儿 就领了七八个 身着青布道袍 一色眉清目秀 齿白唇红的年轻 昆道进来 好一彪说 楚斌先生 你挑一个 见惯了锦衣袖群 环配叮当的女色 乍一看这些 资群素果 粉带不失的小姑 尤其顿觉眼花缭乱 他觉得个个都好 竟一时伪绝不下 徐决一看尤其的神情 就知他是出入道 不省尸体 便越祖带袍 替他选了一个 这姑子 小巧玲珑 看上去 只有十四五岁 是这帮姑子中 年纪最小的 低眉抬眼之间 既秋波传神 又含着不尽的羞涩 尤其一见就很喜欢 不得不佩服徐决 眼光独到啊 徐决自己 点了一个瘦瘦白白的鸭蛋脸 好一彪 点了一个眼睛大 胸脯高 一看就很风骚的小姑 这时三位小姑 各陪了主人入座 余下的都推了下去 在他们挑选小姑的时候 殿小二听了好一彪的吩咐 把席上三位主人的酒具换了 原先的青花白瓷 细腻如玉的酒盏 汤匙和托盘 尽数撤下 换了一套彩绘白瓷 彼之前套 这几件白瓷 越发的细腻如枝 更有不同之处 酒盏汤匙和托盘上的彩绘 据是春宫画 裸男裸女 做胶钩销魂之状 尤其面前的酒盏 绘的是贵妃醉酒徒 他贪看了几眼说道 这是龙庆瑶宫中专用词品 如何这酒肆中也有呢 好一彪朝徐爵挤了几眼睛 神秘的说 徐兄在座 楚斌先生此话 不是问的多余吗 这批惠满春宫画的龙庆瑶瓷品 在大内收藏慎丰 在民间却根本无从见到 偶尔有内师从宫中偷出一件 有钱人便纷纷高价收购 小小一柄汤匙 竟然被炒卖到一百两银子之多 因此有人戏称龙庆瑶的瓷品 是白瓷黄金 徐爵得主人冯宝之变 隔三叉五便能从内剑裤中 弄出几件来倒卖 这怀仰九四所收藏的龙庆瑶 便是通过他的手弄到的 好一彪话虽未说透 尤其隐约也听出了名堂 他不再追问了 而是伸手偷偷的摸了一把 挨着他坐下的小姑的大腿 不炫耀的说 这龙庆瑶的瓷品 不才虽然今日才见到 但我家主人却讲了一个故事 说及他 哦 啥故事 是不是高拱看着他吃不下饭呢 是的 徐爵嘴一扁不屑地说 这叫黑磨磨一道菜 丑人偏作怪 这事当时就在内庭传开了 内侍无论贵贱 个个都笑掉了大牙呀 笑高胡子少见多怪 同时也都敬佩张格老雍容大度 面对苏兄坦辱的美人观 眉头都不皱一下 好一彪接过了话头 赶紧讨好地说 楚斌先生 不才看你家老爷 才是真正的大 他本想说大宰相 但后面两个字 还未说出来 尤其赶紧干咳了一声 示意他停住 尤其不想在这些个姑子面前 暴露身份 于是问身边小鸟依人的道姑 你叫什么呀 小道姑轻声地答道 妙辉 你真的是道姑 妙辉答非所问 我们都从斗老公来 尤其又缩眼看了席面上另外两个 好一彪身边的道姑 大约看出尤其是今晚的主宾 便迎了他的目光 主动搭枪 奴家叫妙兰 这个叫妙枝 老爷方才说到龙庆瑶 奴家在山东时就学了一支曲儿 专唱龙庆瑶的酒句 好一彪插进话来说道 啊 那你唱给咱们听听 妙兰起身 蹲了个万福 退后几步做了 调了调随身带来的软琴 边弹边唱 掌上醉扬飞 透春心露玉姬 穷江细泻甜如蜜 鼻尖对直舌头听体 热秃秃滚下咽喉内 奉遵习笑吟吟劝你 偏爱吃紫霞杯 春意透苏胸 眼霜和睡梦中 焦滴滴一点花心洞 花心而芡红 花瓣而粉红 范留霞误入桃园洞 凤三中喜清香细涌 似秋水出芙蓉 妙兰歌喉婉转 婉转嘹亮 虽不能勾人魂魄 但也跌宕柔爽 大志可人 一曲材料 徐绝扶掌赞道 唱得好 词儿虽然稳走走的 却也拖了酸气 倒出了实情 有味道 好一彪狗扯阳长 语射挑逗 不能有味道 有味道就不好了 说着 他伸手就在妙兰的脸蛋上 拧了一把 妙兰趁势一躲 不想 却倒在了徐绝这边 徐绝顺手 就把他揽进了怀里 三下五除二 就要解他的道袍 妙兰忙丢了软琴 双手死死捂住胸前 口中哀求道 爷 使不得 这使不得呀 有啥使不得的 徐绝嚷道 他生性粗鲁 本是调情的事 他弄得像打架似的 这会儿 他一只手 去掰妙兰的指头 一只手 在他胸脯上乱捏 嘴里还喋喋不休 有 奶子还不小 紧绷绷的 老尤 你来摸一把 肯定好 尤其对徐绝 一味的胡闹 看不过眼 哎呀 徐兄 你且放了他 我有话问 徐绝松了手 妙兰向尤其 投来赶激的一瞥 慌忙整了整 弄乱的群衫 把凳 往好一标这边 挪了一挪 坐稳当 尤其问他 姑娘 你方才唱的 这曲子 曲牌 是否叫 黄婴儿 曲名 是 美人 碑呀 妙兰点了点头 尤其又问 你知道 这 曲词 是谁 填的吗 妙兰 黄祸的摇了头 尤其环顾了一下 在座诸位 不无炫耀的说 写这词儿的人 我认的 他叫 冯 方为敏 徐绝 皱着眉头 思索 方为敏 这名 好像听说过 这个 方为敏 现在 保定府 通判任上 方才 妙兰唱的 这曲 黄婴儿 是他在 山东 汶水 支县 任上 写作的 老妖 怎么对这姓 冯的 如此清楚呢 前不久 这冯为敏 来京 公干 想见我家 老爷 老爷不见 我与他敷衍几句 打发他走了 徐绝 摸了摸 续着短词的下巴 口气傲慢的说 头上 带了乌纱 还写 这等 银词 可见 不是个好官 这种人 炒鸡 会打发他 回家了事 说话间 小厮又 端了一盆 热汤上来 是白 萝卜丝 炖 鸡鱼 此前 已上了 狮子头 雪 嘎 蒸鱼唇 韭菜 炒 螺丝肉 桂花 烘 扇 糊 和红烧 青鱼 滑水 五道热菜 后面 还有五道热菜 中间 加送 这道汤 明曰 爽口汤 其一 是怕 食客 吃腻了口味 插入一道汤 来 涮一涮 吃炖了的 舌根 淮阳菜 以清淡 软嫩 著称 即便这样 刨厨 仍担心 食客 吃了 肥腻 上火 雇用白萝卜 配两条 半斤重的 鲫鱼 用慢火 喂出一道汤 来 取鲫鱼之鲜 与萝卜之甜 既爽口 又清火 汤刚上桌 好一彪 这才发现 三位姑子并未冻块 姑子们既来陪酒 为何不吃呢 说着 他吩咐小丝 给三位姑子 添上热汤 小丝刚拿起汤瓢 妙兰忙制止说 但给三位老爷添上 奴家姐妹不用 徐爵眼白一番 为啥呀 妙兰望了徐爵一眼 怯怯地说 实话告诉老爷 奴家的这两个妹妹 尚未开婚 尤其满脸的惊奇 啊 你们不吃婚 他一双眼睛 在姑子们身上溜来溜去 哎呀 看来你们还真是出家的姑子了 好一彪喝了一口酒 笑了 尊兄 你又差了 此婚 非彼婚也 啊 好一彪做了个鬼脸 请尊兄 扶耳上来 尤其把耳朵顺过去 好一彪把嘴巴凑近 他耳门子低声说 开婚 就是开了包 妙之和妙会两个 还是厨子呢 泰山的规矩 不开包的姑子 不得沾半点荤腥 真的 尤其如听鲜月 眼睛都笑眯了 徐爵刚喝了一碗浓汤 这会儿 吸溜着舌头说 都明白了吧 老友 咱们今儿晚上 打斗的物件 不是山东翔马 而是泰山谷子 不要说这两个 妙之妙会 就是妙兰 也才是昨夜里 被咱好老弟 开了包的 听徐爵这番话 尤其方才明白 是他与好一彪 两个人早就串通好了 要赚他入套的 他也乐得有此销售 眼看三位姑子 一个个眼面 低眉红韵飞塞 他笑得干巴巴的身子 一个劲儿 一个劲儿的摇晃 看他这副神情 徐爵与好一彪对视一眼 心里头都有几份欣喜 好一彪想巴结首辅家的大总管 不必细说 就是徐爵无论是从主人 还是从自己着想 也想把游七套得更紧 眼看游七已经完全放弃了戒备 拘谨之心 徐爵觉得应该趁热打铁 他伸手看了看游七面前的龙庆展 老友 看着这展上的贵妃醉酒徒 旁边又拥着一位泰山姑子 这吃酒的感觉如何呀 妙 妙不可言呢 游七得意忘形 碾了下巴上几根稀疏的胡子 摇头晃脑的说 我看这个造字的苍截 肯定也是登徒子一类货色 嗯 此话怎讲 游七伸出的手指 从盏中蘸了一点酒 一边在桌上写话 一边说 你们看 什么是好 女子就是好 什么是妙 瘦女就是妙 如今这屋里三妙俱全 岂不是妙不可言 徐觉朝游七竖起了大拇指 老油肚子里的墨水派上用场了 好 妙 好衣镖也很兴奋 一仰脖子又干了一杯 哎呀 酒吃到这份上 才算有点滋味 徐觉伸着舌头舔了一下嘴唇 朝三位姑子嚷道 走着呢 你们三个都把脚伸过来 让本老爷看看 三位姑子不敢违抗 都乖乖的把脚伸到了徐觉面前 徐觉勾头审视了一番 忽然伸手从妙慧脚上脱下一只鞋来 嘖嘖称赞道 还是老油的这个妙慧 好一双小脚啊 他这个举动 又让尤七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这个徐觉怎么这么龌龊呢 他傻着眼睛问 徐兄 你托人家的鞋干嘛呀 徐觉起身走到窗前 撩起了上等的丝绒窗围 把那只鞋的鞋底鞋面 仔仔细细擦了个遍 然后拿到酒桌上放好 这是一只白布底青缎帮的彩绣弓鞋 徐觉把自己用的那只龙庆窑酒盏 针满了酒之后 小心翼翼的放了进去 然后说 方才老油 咬文嚼字 惹动了按徐某的施性 咱们哥几个 现在玩玩酒令如何 尤其问 如何个玩法 说四言八句 轮到谁说 就该他名下的姑子掌酒 这酒如果撒了一滴 罚他喝酒三杯 那这酒如何涨呢 好一标打道 到时候你自然知道 且听徐兄说下去 徐觉接着说 今儿晚上道姑相伴 阿门的四言八句 自然离不得男欢女爱这个题 还有 阿门也得来点难度 第一句用字 得左手的偏旁相同 第二句 得头上的不手相同 三四句又得合着一二句的意思 好老弟 你说如何 哎呀 徐兄提议极好 楚斌先生 这可是你的拿手好戏呀 尤其一想 这不是难事 就点头同意了 徐觉要他先说 尤其博道 在下未曾玩过这游戏 怎的摊着鲜索呢 是你徐兄提议的 自然该你起头啊 好 那我就抛砖掩狱了 徐觉说着 撸了撸袖子 仔细地把那只成了酒的鞋 放在了妙枝的头顶上 对他说 你且起来 妙枝颤巍巍地起来 徐觉与他比了比肩 妙枝矮了他半截 他又扶着弓鞋 把妙枝尖头一按 让他坐下 他自己则站在那里 反捡着双手 两眼翻白 对着屋顶出神 想了一阵子 他又坐回到席面上 抓耳挠塞地说道 娘的 俺这是自己难自己呀 什么四眼 我竟憋不出来呀 尤其说着 就要去拿公鞋 憋不出来 发酒 徐觉把他手一拦 几眼笑道 哈哈哈哈 莫及嘛 按这里 有了四句 说吧 他念了出来 左手相同 姊妹姑 头上相同 大丈夫 不是我 大丈夫 如何弄得你许多 姊妹姑 才念完 好一彪就拍着桌子 大笑了起来 嘴中连喊道 妙妙 尤其也忍俊不禁 掩着口 痴痴地笑 那三位道姑 除了长久的庙会 耿着镜子 一动也不敢动 余下两个都把头 低到了桌面之下了 好一彪笑得喘气 问道 尤兄 徐兄说得好不好 尤其 缩着庙会 忍住了笑 答道 好 只是 太粗了 哈哈 俺是粗人 只能说这等粗话 你是修才出身 下面就看你 狗子进茅厕 闻进闻出了 哈哈 徐爵说着 又把公鞋 移到了庙会 头上放好 尤其盯了一眼 庙会 官爱的说 你盯好了 当心 撒出来 要吃 罚酒 说吧 他伸手 慢慢摸涩着 脸颊上的 那颗猪砂肢 不一会儿 他倾壳了一声 便有板有眼的 吟松起来 左手 左手相同 康比利 头上相同 屎尿屁 不吃着 康比利 如何放得出 许多屎尿屁 尤其银声财落 徐爵就一惊一扎的 说道 哎 老游 你这家伙 是在变着法 骂啊 哪 徐兄 才会说笑话 我哪敢骂你呀 不是骂我 未必你说 你自家放屁 何况 这四句 搭不上 男欢女爱 犯规了 罚酒 徐爵话音一落 好一彪 赶紧起身直呼 对庙慧说 小姑子 你得连喝三杯 怎么该咱喝 这是规矩 你与有老爷配对子 他犯了规 就得罚你三杯 庙慧红着脸答道 老爷 小奴家不会研究 不是老爷欺负你 这是事先讲好的规矩 咱不能改变 徐兄 你说呢 对 不能变 徐爵故意唬着脸 粗声地说 你不喝 俺们就往你嘴里拐 庙慧小小的年纪 没见过这阵势 竟吓得眼眶里 浸满了泪水 庙兰见此连忙解围 伸手过去拿那酒盏说 庙慧年小 从来酒不沾醇 这三杯酒我替他喝了 妈 好一彪拦住了妙兰的手 你跟我是一对 他们那对的事与你又何想干呢 要带也轮不到你带 说着 他拿眼 缩着油漆 尤其见庙会下成那个样子 心里头早已经动了侧隐之心了 想替他带酒 只是无从开口 这会儿带着好一彪的画坝连忙说 好老弟的意思 是要我游某吃下这三杯酒 是不是 好一彪挤着眼 脱腔脱掉地说 你吃吗 那就不是三杯了 多少啊 反杯 六杯 好一彪做了个手势 你这是欺负人 油漆想争辩 但徐觉与好一彪两个不由分说 站起身来 夹着他一连灌了满满六杯 灌得太急 油漆 腔着气管了 猛猛的咳了好一阵子 把油漆捉弄了一盘 徐觉心中甚为快活 又转向了好一彪 哈老弟 现在轮到你了 好一彪趁笑闹之时 早已经想好了四句了 这时他主动把弓鞋放到了庙栏头上 清了清嗓子 左手相同灵捐杀 不是这官捐杀 如何用得许多灵捐杀 才说完 徐觉嘴一扁也遇到 哎呀 哈老弟 方才发了油漆六杯 就因他文不对题 看看你 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 不想 也得发酒 油漆听到灵捐杀 顿时又想起了收购胡椒苏木的事了 忍不住又问 好老板不提便罢 这一提又让我想起正事了 让你收购胡椒苏木的事 你究竟答应不答应啊 好一彪趁着疯闹 壮着胆子问 哈哈 我若是答应了 你家首府大人 给我何等回报啊 油漆不正面回答 只是反问道 你听说过 我家老爷啥时候亏待过人 嗯 既如此说 这个忙我帮了 好一彪话音一落 徐觉立即跟上了一句 好老爹 君子一言色马难追 咱只提醒你啊 不要马吃石灰烙的一张白壳子嘴 这话 暗含威胁 好一彪哪能听不懂呢 他把茶杯一举 我豪某向来 说一拨 来 先喝酒 三个人又一起碰杯 滋尔金 尤其与徐豪两位说话的时候 一只手老是在庙会的大腿上 揉揉捏捏 他以为有桌面 遮着别人看不见 却不知徐觉是个中老手 单看他上半截晃动的肩膀 便已经明了一切 等他把酒杯放下 徐觉就取笑道 老妖 看你那只左手 像得了杨巅峰 在底下抓到什么呢 啊 连香惜玉也不是这个连法啊 好一彪早就看到了这个猫腻 徐觉刚说完 他就笑得喉咙里根根直响 这会儿 姑子们也跟着窃笑起来 尤其脸红红的陪着一笑 把手抽了回来 搭讪着说 我幽某今夜招了你们的道啊 你们活起来 欺负老实人 好一彪指住笑 尊兄可别错怪好人 于地于徐兄 哪敢挤兑你啊 来来来 你先把三杯酒吃下 下头还有好食 嗯 怎么成了我吃法酒啊 应该是你 尤其手指的好一彪 徐觉插进来说 不是罚酒 是喜酒 喜酒 哪来的喜呀 不吃不吃 尤其认准他们连手哐他 伸手按了酒盏 说什么也不肯喝 这好的喜酒你不喝 好你不喝我喝 徐觉一手指斩 一手指壶 轻刻间就满饮了三杯 他这一举动 把油漆搞糊涂了 狐疑地问 究竟有何喜事啊 你先喝 喝了我讲 尤其无奈 只得咬着牙 又吞了三杯 看他酒入喉咙 好一彪一拍手 咳着嗓子叫道 现在 新郎新娘 入东方 尤其吃了一惊 哎 洞房 哪有洞房啊 游郎 请牵起庙会娘子的手 这边走 好一彪油腔滑掉 窦人捧腹 尤其缩眼看着徐觉 只见他早就搂着 妙知的妖知 急不可耐 绕过了酒桌后面的 一道七折玉雕平方 游七 也牵着庙会跟了过去 学过屏风 游七这才发现 里面竟然有两间房子 走在头前的徐觉 把并排两间房门推开 只见房内 丢床紧张 庄台脸下 一应俱全 原是店家为客人优惠 准备的密室 徐觉朝游七挤了一下眼 游兄 你的事都办妥了 现在快活快活吧 说吧 把妙知 往靠外的一间房子里一推 自己也闪闪进去 脚后跟 把门一带 门轴一支扭 关了 站在另一间房门口的游七 早已经被撩拨的 按耐不住了 恨不能立刻 就把小巧玲珑 温馨可人的庙会 抱起来一气乱啃 但他还顾忌着面子 强咽了一口唾沫 回头望了望 以着屏风的好一彪 瑟瑟地问 好兄 这不大好吧 哎呀 有啥不好的 好一彪虐道 只是不知道游兄 旧炉筑建的功夫怎样 今夜里开红 不要当银阳辣枪头 尤其黑黑笑着又问 那你呢 俺昨夜已经开过婚了 你们且玩着 我在厅堂里喝酒 听妙兰唱曲 等你们出来 吃厚五道热菜 鼓打三更 夜凉如水 照在朦胧月色里的北京城 除了极少数酒楼割蟹 还在酒醉红维 闲歌不绝 大街小巷 亦是去无人计 一片寂静 偶尔一两声狗飞 穿过参差不齐的屋脊 在夜空中远远地荡开 更让人感到地精的肃穆 此时此刻 同利本还没有入睡 他木桩似的站在小院里举头望天 但见浮云眼月月穿浮云 幽碎的夜空变幻不定 一席一席凉风吹来 夹带着一股一股骚臭味 京城虽说是遍地公侯 宝马乡车抬眼极见 但街渠积无公策 繁华闹市 因有兵族巡逻 夫意打扫 卫生状况尚可 但无人管理的背街露像 人们随处方便 晦臭一门勾渠 行人至此 无不眼鼻逃顿 同利本所著的羊尾巴胡同 便处在漏像之中 所以骚臭难免 但此时的同利本 似乎是视觉 嗅觉 听觉 一概失灵 他只是痴痴地站着 脑子里迷迷糊糊 如同一盆子浆糊 却说天黑尽时 老郑回来说的那一席话 把个同利本听得如五雷轰顶 他知道自己向来穷酸 没本事巴结人 却万万没想到一个六品 精官堂堂的礼不一至私主师 在那些奸商眼里 竟然是狗屎不如 他感到这是平生从未受到的 奇耻大辱 气得 脸上五官挪位 胸中一股子燥热直冲喉管 嘴一张 竟扑地喷出了一口鲜血 老爷 贵儿和老郑吓得齐声尖叫 贵儿从袖子里摸出了手符 要为同利本擦拭嘴边的鲜血 同利本推开它 自己用手抹了一下嘴角 一跺脚突然又仰面大笑了起来 这凄厉的笑声让人听了毛骨悚然 贵儿和老郑两个人惊恐万传 看着同利本翘在空中 一抖一抖的花白胡子 贵儿颤抖地问老郑 老爷 是不是疯了 老郑也不知所措 只跪在地上 抱着同利本的脚 一声一声的哭喊 老爷 老爷 同利本突然停住了笑声 喘了一阵出气之后 伸出手来 一手拉了贵儿 一手拉了老郑 两个人只觉同利本的手指 寒沁若冰啊 见他平息一下来 贵儿的心略略安定 他强忍哭泣说道 老爷太饿 见妾 去替您熬粥 慢着 同利本终于吐出两个字 他低下头 望着双双跪在西前的侍妾与老郑 欺人说道 等了二十年的朝廷命官 直到今天 老夫才豁然明白 我既非铁大人 更非银大人 金大人 我只是一块不讨人喜欢的狗骨头 明白了就好 明白了就好啊 说着又是一阵狂笑 这笑声刀子一样 扎人 老郑 老郑累了一天了 气力虚脱 已经是哭不出声来了 贵儿欲哭无泪 只是哀求道 老爷 求求您不要笑了 您下着奴家了 同利本的笑声戛然而止 他低头看着贵儿 一向冷漠刻板的脸色 忽然变得柔和起来 他伸出枯树枝一般的手指 替贵儿释去了满脸的泪痕 嗓音沙哑地喊 贵儿 贵儿养着脸 同利本抚摸着他烹乱的头发 爱脸地问道 依赖童家多少年了 十二年 对 十二年 八年丫鬟 四年侍妾 未曾过上一天 树心日子 老夫 对不起你啊 老爷 你这是傻话 不带贵儿说下去 不带贵儿说下去 同利本打断了他的话 继续说 常言道 贵贵父亲 百事哀 其实可爱之事 何之百贱呢 千贱万贱都有啊 贵儿 回老爷 十六个年头了 光阴仍然啊 老郑 你说是不是 同利本凑近了老郑 几乎是脸挨脸地说道 记得在登州你来我府上时才五十挂边 那时多壮士啊 一拳头能打死牛 一顿还能吃八个烧饼 如今牙也掉了 背也脱了 眼也化了 老夫也没的烧饼给你吃了 老爷 小人是穷人出身 什么苦都能吃 只是老爷你受这等折磨 小人心里为时难受啊 老郑 你越是这么说 老夫越发无地自容啊 你是天底下最好的仆人 老夫却是天底下最不济的老爷 老爷这话折杀小人了 同利本再不回答了 只是拍了拍老郑的肩头 表示谈话结束 然后又掉头问贵儿 缸里还有多少米 大约还有两声 去 都煮上 今儿晚上我们饱餐一顿 老爷 贵儿不挪身 叫你去你就去吧 那明天怎么办 你不用担心 老爷 老爷我自有办法 贵儿迟疑着 终于还是下厨做饭去了 同利本走进卧室 翻箱倒柜 找出了二十多枚铜板 他回到堂屋 尽数交到老郑的手上 吩咐道 同抄就这么多 你去打半斤酒 余下 买点卤菜什么的 由你做主了 老郑 遵命而去 同利本又夺到了乡房 看着木圈椅上 坐着的残疾儿子 柴儿 柴儿答道 方才堂屋里又是笑 又是哭 闹作一团 柴儿是傻子 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他只是本能地感到恐惧 看到老爹进门 恐惧感没有了 但专心的饥饿 更让他难受 同利本搬了把椅子 与柴儿对坐说道 再忍耐一会儿 爹有饭 有肉喂你 柴儿听说有肉吃 竟呜呜地哭了起来 同利本只当他是恶狠了 一时找不到言语来安慰 沉重的腹救之感 更让他六神无主 他一边擦拭着柴儿 嘴角流出的咸水 一边说道 我的好儿子 别哭 别哭 爹给你唱曲好不 哭上纸了 柴儿有气无力地 转动着眼珠子 动了动麻杆样的手 听 我听 我听 同利本清了清嗓子 低哑地唱了起来 大雨落 细雨落 街上孤儿好白角 手牵手儿上山去 要把林间松鼠捉 你也捉 我也捉 各个松鼠都溜脱 忽然冒出个胖娃娃 不会哭嚷嚷 只会笑呵呵 各个姑娘爱杀了 都要装进自家裸 胖娃娃忽然开口道 众位大姐不要抢 少啰嗦 吴是吴家小宝贝 狼个里狼 缩儿那个缩 你们送吴回家去 吴爹给你们糖水喝 这首儿歌 同利本自小就会唱 柴儿还在强宝中 同利本就经常唱给他听 后来虽然柴儿痴呆了 同利本这个做爹的 感到是自己害了孩子的一生 因此对他愈加疼爱 只要一落空 就会唱这首儿歌 给柴儿听 说来也怪 柴儿只要一听到这首儿歌 立刻就会安静下来 脸上的呆傻气 也减去许多 眼眶里 竟也能溢出 让人恋爱的稚气 自来京城之后 同利本再也没有唱过 一来是柴儿已经长大 二来是他仕途不顺 心情总没个爽朗的时候 柴儿虽然近二十年 没有听过这首儿歌了 但同利本刚一开口 他的眼神看着就变了 他的脑子里 开始闪现久已泯灭的一些童年印象 一阵笑声 一块点心 一缕阳光 这些支离破碎的回忆 重新让他甜蜜 疑似同利本唱完了 柴儿 柴儿吸动着嘴角 说话居然连贯了许多 爹 你还唱 我爱听 同利本已是口干舌燥 虚弱无力 但为了让柴儿多一些快活 他又费力地哼唱了起来 这次更像摇篮曲 柴儿搭了着脑袋 快要睡着了 这时柴儿做好了夜饭 老郑精打细算 找便宜买回了半斤高粱曲酒 余下铜板买了些卤猪大肠与牛肝 这是寻月以来最丰盛的一顿晚餐 平常都是两口子一块吃饭 老郑先喂了柴儿以后自己再吃 今夜里同利本不要老郑动手 自己亲手添了饭 加了卤菜 一口一口的喂给柴儿 待柴儿吃饱了 他这才上桌 与侍妾老仆三个人一同进餐 席间 同利本有说有笑 似乎什么都不曾发生 他与老郑霸展对着 还力劝从不沾酒的桂儿 也饮了半杯 桂儿与老郑 虽觉得老爷的行为有些反常 却也指当时他想通了什么事理 而泄去了心病 桂儿甚至还以为同利本 一定还在什么地方藏了私房钱 明日就会拿出来买粮度过危机 因此主仆三人在轻松祥和的气氛下 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然后又说了一阵子闲话 这才各自安歇去了 桂儿因连日忧虑失眠困乏得很 加之又喝了半杯酒 因此一上床就睡得很死 同利本却没有丝毫睡意 辗转反侧到了三更天 他捏手捏脚爬起来 摸摸缩缩的来到了庭院里 看着天边斜挂的夏贤月 他站着像个泥人似的 除了胡椒苏木给他带来的愤闷与沮丧 白天里发生的另外一件事 也令他极度伤心 却说经查实行之后 像同利本这样的六品经关 要过的第一关就是自述 近三年来的秉执情况 行谋是否保善家邦 严施是否苟立设计 有何等执机 慷慨认识于法治之内 有何等缺失毁翠至君于暗末之中 如此种种都得一一到来 同利本虽寡于交际 但听着同僚议论 知道这次经查来头不杀 弄得不好就会卷铺盖回家 因此不敢怠慢 仔仔细细磨了几天墨水 这才把一份字述写出 交把本司郎官转成上去 今日下午散班前 郎官前来喊他 说是唐官王熙烈找他去训事 吕条阳入阁后 礼部这边临时又让王熙烈牵头 同利本进了王熙烈职房 王熙烈让他坐下 把他的字数退还给他 斟酌的说道 童大人 你的字数被吏部退回来了 同利本紧张地问 为何呀 他们认为你的字数中 有语言不详之处 上月首府亲自主持东阁会议 讨论皇上生母李贵妃 谨声皇太后事 足下在会上固执己见 不肯在李太后尊号前 多加两个字 引起首府不快 这次经查首府受益力部 要追查这件事 同利本一听急了 大声的申辩 那次东阁会议之前 是你王大人亲自受益 卑职 要无坚守朝廷法度 暗张办事 不可屈服权势 以明觉于人 卑职尽尊 如何现在又把这坨屎 搭在杯枝头上 在王熙烈眼中 同利本是个吃豆腐 都塞牙的晦气篓子 加之迂腐浩任死理 一点也不讨人喜欢 但眼下他想利用它 因此也不计较同利本的态度 只一味的辽薄 同大人 不是咱王某要和你过不去呀 你该知道 咱礼部城上的经查遗文中 对你还是肯定有加的 咱说过 是上头不肯放过 王熙烈用手指的指紫禁城 接着摇了摇头 扳着脸说 不要说你同大人 就是咱王某 也做好了 消极回家的准备 因为不肯高抬李太后的身份 为主的 有这么严重吗 比你同大人想的恐怕还要严重 王熙烈连连叹气呀 这次经查 凡是与首府有过节的 恐怕一个也不能幸免 听说京师十八大衙门 都分到了霸处将职 消极的指标 三个官员中要去掉一个 六颗狼内帮子敲了登文谷的 难关一个也逃不妥 都撤呀 撤还是轻的 弄不好还得折树充军 大仙来临了 大仙来临了 同立本脸色辣黄 难难自语 胡椒肃木折风 日子已是没法过了 再来经查 这真是前有蛇蟹 后有虎狼啊 王熙烈趁机又聊吧 同大人 咱现在是泥菩萨过河 自身难报啊 你就好自为之吧 好 好 悲知知道了 知道了 同立本也不知道是如何离开王熙烈 直房的 也不知道是如何骑上小毛驴儿的 他神情恍惚回到家中 又听了老郑的一番哭诉 心情更是雪上加霜 这时他的脑海里反复盘旋的就是那句话 是可杀而不可辱啊 圣人之讯 岂可不孝 几乎就在那一刻 他已经抱定了自尽的决心了 不知不觉 桥楼上的四根谷 已是隐隐传来 月影 移上汉墙 周遭静谧 而朦胧 已经在小院中 占了一个时辰的同立本 此时已是万绿皆空 他最后望了一眼 幽碎夜空 回身走进了堂屋 约梦五更天起 睡得死死的桂儿 忽然被一阵寒气刺醒 伸手一摸 身边没有人 老公分明是和自己 一同结衣上床的 深更半夜 跑去了哪里呀 桂儿感到有些不妙 赶紧披衣起床 点了一根蜡烛寻找 寻了两间屋子不见人 走进堂屋 烛光一闪 忽见梁上掉了一个人 吓得他 撕肝裂胆的 大叫了一声 仰面跌倒了 睡在厢房 照顾傻子柴儿的老郑 听得女主人惨叫 慌忙奔了出来 扶起昏厥的桂儿 又摸索着 点亮了熄灭的蜡烛 这才发现 他服侍了16年的 老爷同立本 已经悬梁自尽 身上穿的 仍是那件灰布灰 白布白的青布道袍 胸前挂着两只小布袋 老郑认得 这正是盛装胡椒苏木的 那两只袋子 老爷同立本的六品官服 却被叠得整整齐齐 放在暗桌上 上头还放着那顶 半心不救的乌纱帽 旁边放了一张 写了字的白纸 用盖尺压在那里 老郑认不得字 不知道这张纸上 写的正是 同立本的绝命诗 沿街叫卖 念三天 苏木胡椒 且奉还 今夜去当安乐鬼 圣四人间六品官 卯时刚过 一名小内尸 就跑来内阁知会张居正 说冯公公在文华殿 西市后 要与他商量 皇上惊严事 张居正把手头紧要事 向书办做了交代 便学不过去 打从小皇上 绕过内阁 下了两道纸之后 这几天 君臣未曾见面 但皇上给张居正赏赐文银食物 以及值班 御职两件事 同时刊登在最近一期底报上 这截然不同的两则消息 引起了经官们极大的兴趣 大凡官场中人 都有捕风捉影望闻猜度的嗜好 尤其是对全市人物的行指动静 更是密切关注 所以这一期的底报 一到各衙门便都争相传阅 不到一天 就差不多翻烂了 一些人恨不能从自缝里 进行抠出那些意在言外的东西 如此这般之后 便广泛得出结论 李太后对张居正 已经有些不满了 在李伟张荣许从成等王公贵气 与张居正之间 李太后是宁可得罪 后者也绝计不肯结怨于前者 有了这个结论 官员们对新任首府的敬畏之感 顿时减轻了许多 本来已经当起了缩头乌龟的那些人 又开始活跃了起来 但张居正本人并不这么看 当他在鸡箱炉里乍一听说那两道纸后 内心着实 黄霍了一阵子 但冷静下来 慎重思考 他又觉得 这并非外人所想象的那种政治危机 李太后如此做 并非动摇了对他的信任 而是在国与家两者之间 寻求一种平衡 凡朝廷大政 只要不触动 王侯熏气的根本利益 而给皇上添麻烦 余下的事情 还是听凭内阁处置 因此皇上下旨 只是免去王侯熏气的胡椒苏木折风 而并非进行更改悉数推翻 还有 不履调阳入阁之事 从内心深处讲 张居正也觉得履调阳是最佳人选 因为他所需要的阁臣是助手 而非对手 履调阳与高仪为人处事差不多 都是远离彭党暗毒劳刑的人物 他之所以在推荐手本中 把履调阳列在第三 是因为杨博葛首里都是三朝老臣 滋望远在履调阳之上 从礼与于情上 都不得不这样排位 谁知歪打正着 李太后硬是帮小皇上挑出了这位位履调阳 调阳 虽然各有心思 结果却是一样 从另外一个角度 这件事也消除了张居正的担心 那就是皇上增补阁臣并没有另辟蹊径 而是仍在他举荐的人中选出一个 这般思考下来 张居正重又恢复了那种 挟泰山已超北海 舍我其谁乎的心态 让王转 保王之后 王国光两位心腹大臣连夜召来鸡香炉 商议如何渡过难关 免去再经王侯熏气的胡椒苏木折风 得拿出两万多两现银来 这笔钱怎样尽快筹集拢来 是王国光的事 张居正认为真正棘手的事 是王松之子赐死张大郎 若让王松之子杀人偿命 必然得罪士林 因为大家都觉得王松死得冤 若对王松之子从轻发落 甚至宣判无罪 又会得罪邱公公 甚至李太后 通过这次会面言谈 张居正发觉李太后 虽然雍容大度精明过人 却也仍难摆脱女人的通常毛病 生性多疑 以情代理 这件命案若处置不大 保不准 就会真的结怨于李太后 二王知道张居正的难处 王国光叹道 这件事要做到菜刀切豆腐 两面光流 却非一事也 王之后手托下巴响了半天 这事儿 我看只有一个法子 那就是拖 见张居正 一年多年多时间 十过境迁 当事人慢慢淡忘了这件事儿 解决起来就容易多了 半案的人 要是性子急呀 十个海瑞都没命了 张居正心领神会 同意王之号如此办理 这些事单从面上看 刑部处理王松之子 杀人案积极的狠 不但议定了三法司 会审办案的人员 而且天天都有奏章 沉进宫中禀报进展 经过如此周详的谋划 虽然京城各衙门口风消杂 但张居正始终掌控着大局 这两日 他思虑着 如何写接铁求见皇上 没想到 冯宝先通知他会面 他知道这次会面 定有许多要紧试谈 因此立即割下手头事情 前来附会 此时 整个大内 秋梅人声 白黄黄的阳光 映照着文华殿 黄色琉璃瓦的大屋顶 再反射到周围的花丛绣树 欲绝 葱脆赤亮 砖道上 偶尔有寻接内翼走过 他们都经过严格训练 步子不羁不徐 而且无多大动静 每日窝的直房中 盲昏了头的张居正 根本没有闲暇 观赏繁茂的秋景 这会儿 沿着文华殿 策划谱前行 林荫夹到清风鱼来 特别是当他看到满园子的 机关 鼠魁 英素 凤仙 玉簪 石姐妹 乌司菊等 都在争其斗艳 翘翘摇摇摇的开放 不觉有一种反鸟出笼的感觉 他揉了揉酸胀的双眼 提起小夫 做了几次深呼吸 顿时又觉得精神气 格外的旺盛起来 大约离文华殿西市 还有百石部路 只见候在门口的张红 撒着腿 跑上来跪下磕头 口中说 奴才张红 恭候首府大人张师傅 冯老先生在屋子里 候着您老呢 宫中俗席 称有滋望的大太监 为老先生 对阁臣则称老师傅 这张红二十多岁 就已经混到了 腰悬崖牌牌的 私里见直房答应的地位 在内室里头 也算是春风得意了 他到内阁传过几次信 张居正已经认识了他 但不知怎的 他觉得这个人呢 过于乖巧 因此并不喜欢 这会儿 他示意张红起来敷衍着问 冯公公 来了多时吧 也才是刚刚到 答话的不是张红 而是站在西市门口的冯宝 只见他穿着一件 斗青坐蟒贴脸 衣料细薄柔和 且很有罪性 一看就是上乘私品 他是听到张红的声音 才从西市中走出来的 张居正走上前去夸赞道 冯公公公 这件贴脸的料子真是讲究 穿起来很有大家风度 这是七彩霞 今年新进的面料 咱试着做了这么一件 瞎穿而已 七彩霞 张居正一听这电号 马上就想到了那个好一彪 今儿早出门前 尤其向他禀报 说昨夜与好一彪见了面了 好 已经同意挂牌收购胡椒苏木 这应该是一个喜讯 那些口口声声说 卖不出胡椒苏木的人 现在可以闭嘴了 张居正素来不肯同 那些富商聚谷打交道 但这会儿情形不同 接了冯保的话 他笑道 听说七彩霞的老板好一彪 是个生意精啊 不是生意精 哪能做出这大的场面呢 冯保看似随话答话 其实另藏身意 咱内庭制衣局都不如他呢 内庭在江南有好几个制造局 难道还没有他好一彪的货色齐全 真的没有 前几日李太后想制几件换计的秋商 咱吩咐从制衣局调了十几种面料 又从七彩霞选了几种 结果 制衣局呈上的面料 李太后只看中了一种 倒是七彩霞的面料 送上了五种 他看中了四种 你看看 这个好一彪是不是会办事啊 张居正心中咯噔一下 这好一彪又攀上李太后了 顿时觉得此人不可不防 冯保此时又到 这好一彪虽然腰缠万贯 却也是道义中人 咱听说他已答应挂牌 大量收购胡椒苏木 这是平息精官怨愤的善举 是啊 古人言道义有道 何况伤骨 张居正回答的轻描淡写 他不想在这件事情上 与冯保过多的讨论 说话间 两个人已经来到了西市中坐下 张居正一眼瞥见冯保面前 茶几上 摆放着一只成装奏书的 红木匣子 心里想着那里头 究竟放的是什么呢 两个人坐下 还来不及瞎查 张红就跑进了柄道 奴才得冯老先生之命 一拙人把直垫剑 上衣剑 中古斯三衙门的管事公公都请了来 现在在门外候着呢 冯保吩咐 让他们进来 又对张居正说 今天请先生来 就是商量皇上惊严的具体事项 首先是文华殿 陈设的天智与修善 所以请了几位内局的管事 牌子来合议 冯保话未说完 张居正脸上的笑容就凝固了 他心知肚明 今儿个这个会 牵扯的必定 又是花钱的事 经言 就是给皇上 进讲经书 之所以加一个言字 该因 讲完书之后 皇上一般都要给 讲官 及陪侍大臣 赐一顿丰盛的酒传 这顿饭 同平常的赐宴不同 不但参与的陈公可以吃 他们还可以带夫人前来同吃 甚或教夫 伴随都可以入席 不但可以吃 还可以拿 不但可以拿食品菜肴 还可以拿十具酒漆 经官们有一句口头禅 叫吃经言 莫不引以为姓氏 因此举行经言 在君臣两方面都是大事 自永乐皇帝以来 历代皇上的经言 每年举行春秋两次 春二月至四月 秋八月至十月 每月大讲三次 逢二进讲 称为大经言 每天还有日讲 称为小经言 已成定制 大经言 最为隆重 每次进讲官两名 一讲四书 一讲经章 讲本都得提前写好 由内阁审阅后 再转赴中书 善录正赴各两本 先一日送进私礼建 乘治御前 经言巡礼都在文华殿举行 皇上出经言的头天晚上 文华殿内宝座地面之南 左右各设金鹤香炉一支 左香炉之东烧南 设御案蒋案各一 接西巷 岸上各制所讲之书稿 压抑金尺一副 经言之日 除进室内官 以及当日讲官外 一应勋陈 即内阁学士六部尚书 督御史大理寺卿 通政史洪卢卿 锦衣指挥史 以及四品以上 写讲本官 都要陪室参加 都要穿袖金飞袍 这是一等的 二等者 是展书汉林 适宜御史 几世中 旭班名赞等官 都穿袁青绣服 卯十三刻 皇上 从乾清宫起家 一路明边 由二十名大汉将军 倒驾 至左顺门 皇上于此更换朝服 然后再入文华门 进文华殿 这一路上 都有先期到来的参加 经年的官员贵营 皇上入殿之前 先有四十名金瓜卫士进去 赴东西墙而立 皇上升座后 众官员在 红卢寺明赞官的引领之下 依次入殿续班行礼 然后各就各位 这时候明赞官畅惹 晋将官出列 晋将官站出来 明赞官又唱 斩书官出列 斩书官出至地平 西行至御案前 斩四书讲章 经言之创设 本意是给皇上 讲经书学们治国之道 发展到后来 竟成了一种仪式 繁文入节不必细说 极尽奢华铺牌之能事 张居正觉得这是陋习 想恢复永乐时期的 讲求时效的经言风格 但方才冯宝提了个头 他就知道小皇上的经言 又得水行就路了 说话间直电剑 上一剑 中古司三位管事牌子 已经进到室内 对着坐在上手的张居正 与冯宝一列跪了 冯宝让他们密凳坐下 轻咳了咳说道 前几日 前几日为万岁爷出经言的事 老朽找你们几位异国 这件事李太后有指 金秋经言 是万岁爷登基后的第一次 要规则要规则的像个样 凡用的仪式 要添置的物件都得想周全些 今儿个奉李太后之命 老朽请来了首辅张先生 你们做奴才的都要把各自要办的事 向张先生禀报奏使 都听明白了 三位太监一起欠身回答 奴才 明白 冯宝在太监们面前举手投足 尽显威严 他伸手指了指 执电剑管事牌子 好 那就分头说吧 王公公 你先说 王公公四十来岁 一看就是个赌食办事的人 执电剑管各电清扫陈舍 王公公也不绕弯子 开口就到 文华店里的陈舍 尊礼太后遗旨 凡该更新的一律更新 奴才查点了一下 大部分物件裤中都有背件 但需重做的也有四件 一是御案 这得用黄梨木 四角包金 一是蒋案 也是用黄梨木 四角包银 还有就是金胶椅 金脚踏 金胶椅成组织 奴才不赘言 金脚踏高一尺两寸 宽两尺长三尺 这两样都得用纯金 张居正一时没有汇过来 金脚踏 哪里用的 御案御椅的制作有定规 不可更改 但那是根据成人设计 当今万岁爷若是坐上去 两条腿会悬着着不了地儿 所以玉椅底下必得有脚踏 张居正突然提高了嗓门 那也不必用金子制作呀 这 王公公知悟着 拿眼去着冯宝 冯宝黑黑一笑 调侃的说 老小厅听说经常里头 一些有钱人物 用的叶壶都是金制的 万岁爷 终名鼎石帝王家 用只金踏凳 也只是平常事 张居正只觉得 心火一窜一窜的难以遏制 但他到底还是忍住了 只平静地问 这得用多少金子 王公公答道 大概得二百斤 冯宝问 张先生 太仓中有吗 张居正难堪地摇了摇头 冯宝也不再追问 又用手指了指上一件管事牌子 胡公公 轮到你了 胡公公 抬他屁股算是礼静 一开口 那副娘娘腔 打得出奇 奴才管的是万岁爷的穿戴 万岁爷出经验 按规矩得穿滚缅圆衣裳 这套张服的规格 家境八年就定下了 头上的官制是圆矿乌纱帽 顶上有副板 长两尺四寸 宽两尺二寸 圆表朱里 前圆后方 前后各七彩朱玉十二流 用黄翅青白黑红六色玉 制成玉横王簪 导以朱英清碎 这儿处则用两颗蜜枣大小的 祖母绿大玉珠 这是帽子 再说衣服 底色是圆色 底色上头 还得织出六色来 日月在尖 各径五寸 星山在后 龙华在两袖 长不眼伤 张伤是黄色七伏 前三伏后四伏 连鼠如围 上头的刺绣也是六张 分作四行 火踪行走为两行 弥腐符为两行 中间 中间用单速砂做衬 领是青绿领 知符文十二道 场息于商色一致 以罗为之 上绣龙一条 下绣火两道 既于隔带 隔带前用玉 后无玉 以配受 祭而掩之 猪袜赤血 黄涛元英 结归白玉 玉上刻山形 好了 好了 冯宝大约 看出张居正 已经听得不耐烦了 便打断了 胡公公的话 这套张福 怎么诚挚 你依规矩就是 你只需说 这套衣服 要花多少银子 胡公公咽了口唾沫 他很遗憾 不能把话说完 抖不出肚中的学问 这会儿舔了舔嘴唇 打道 光那两颗大祖母绿宝石 就得八千两银子 一套置下来呢 两万两银子 哦 知道了 冯宝又转向了 中古司管事牌子 刘公公 现在该你说 自那一次小鸾铜事件 发生后不久 冯宝一出任 司礼舰掌印 头一个 就把中古司 直视礼后裔 撤换下来 把他发配到 南海的重地 让这位叫他向左 不敢向右的 刘公公接任 今天来的这三位太监 就他资历最浅 所以轮到他说话 就愤外显的拘谨 万岁爷出经言 贪到奴才名下的 差事就是朝月 第一次大经言 得用大月 须得月公四十六人 分宝四人 升四人 琵琶六人 空喉四人 战谷二十四人 大谷两人 板两人 这四十六名月公的穿戴 都是戴曲脚葡头 穿红螺生色画花大袖衫 即图巾束带 脚上是红螺拥顶 红截子造皮靴 月公的训练 前几日就已经开始了 只是有些乐器的添置 还有那四十六套形头 也得赶枣背下 冯宝一副些许小事 合足挂齿的身材 这个花不了多少钱 撑破天两千两银子 你们三位 把要添置的物件 所需银两 都添单写好 报上来 王公公带头摸出了 加盖的直电剑 官房的报单 回了先生 小的们都添好了 余下两位也照样做了 冯宝接过来看了看 没你们的事了 去吧 三位公公磕头而推 冯宝把那三张报单 递给了张居正 张居正认真地看了一遍说 这几样开销加起来 又得五万两银子 该省的 咱都省过了 这些是省不下来的 冯宝说着叹了一口气 张先生你也知道 龙庆皇帝登基后 第一次出经研 总共花了三十万两银子 除了文华殿修缮 主要是用在赏赏上 凡参与者都有程度不等的颁次 这一回 绿着太仓空虚 老朽向李太后建言 一应赏赐就免了 总开销 只打到十万 这十万两银子 也很难筹到啊 张居正守抚额头 心里头谋算着 这笔开销 他原意是想说服皇上 金丘的经研不搞排场 节约从事 为天下官民 树立个清廉 简朴的圣君形象 但现在看来 显然还不是说这话的时候 那两道绕过内阁的御址 始终是他心中的两道阴影 这一割得不解开 他做任何事 都只能取个手势 他这么思虑着 冯宝又在一旁说话了 张先生 咱就不相信你 十万两银子也筹不到 户部上次给皇上申请 胡椒苏木折缝的提本中 不是说只需两个月 今年的下税 就可陆续解经吗 银子还没到 等着用银子的请示 遗文 虎部已经接了一大锣了 这个我相信 但任何时候为皇上用钱 天经地义就摆得第一呀 冯宝突然呛起来 接着口风一转 委婉地说 张先生 咱俩也不是外人 关起门来说话 没人听见 你说说 当时太仓里只有二十万两银子 高拱宁可得罪朱衡 不付朝白河的工程款 也要用来给李太后制头面首饰 他能这样做 你为何不能呢 张居正只轻轻地 嗡了一声 沉思有情才达到 多谢冯公公提醒 前世不忘 后世之失 只是护部那头 的确困难甚大呀 护部 冯宝冷笑了一声 伸手打开了茶几上的红木匣子 取出一份奏书 递给了张居正 这是谈和王国光的本子 你先看看 国朝公文制度 公式用提本 私式用奏本 奏本亦分两种 奏公式者 以衙门唐官领衔 承上称为公本 以个人名义承上 称为首本 每种奏章行文方式 以及用纸大小规格 皆有定制 现在冯宝从匣子里拿出的 是六寇百简 长约七寸的奏本 一看就知道是首本 张居正接过首本 翻开了一看 是南京护科济世中 桂园青成奏的 就胡椒苏木折缝一事 对王国光 进行严厉弹劾 大义是说 王国光出掌户部 不思进取 思虑如何开源 取淫冲库 反而自图省辩 以库中积年 陈祸胡椒苏木折缝 导致两京官员 患囊羞涩 净日为生计奔波 怨声不绝于途 执新帝登基之初 出此下策 使乃离间君臣 涣散人心 政府无所作为 朝廷体面尽失 因此恳请皇上 对王国光追伐罪责 以求正本清源 收懒人心 张居正把这个手本 认认真真 阅览了一遍 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 既不显得慌张 也没有看出生气 因为这一切 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幻海生涯几十年 他一直处在 政治斗争的漩涡 哪能看不透 这里面的伎俩啊 大凡对手 要想扳倒朝中某位重臣 必欲先让级别较低的 严官写一份谈和奏书 上成御前试试风向 如果圣意反对 则不过牺牲了一个马前卒 如果圣意犹豫 则让级别稍高的官员 提本再上 若圣意仍是不绝 则再让高官上本 直至目的达道方 明金收兵 现在 对手首先让南京方面的 阎官发难 如果有戏可成 第二步肯定是北京的 阎官出面了 跟在后头的 还有十三道御史 十八衙门 唐官 左二 这一套把戏 虽然简单 却行之有效 张局正心下清楚 此事是否有个圆满解决 关键要看 李太后的态度 冯宝问 张先生 本子毒了 您有何想法 这些人借胡椒苏木 折缝闹事 本意是离间君臣关系 反对京察 老朽 也是这样看的 冯宝嘴角 浮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 刻毒的笑意 张先生 只要太后和皇上 对你信任不已 随那帮乌鸦嘴 怎么过躁 也伤不着您一根毫毛 这话明是关心 暗含威胁呀 张局正不接这个话茬 只是说 布谷正想携帖 进去恳求 进见皇上 皇上也想见你 但这几日见不着 为何呀 李太后不让剑呢 绕来绕去 终于绕上了正体了 张局正担心的问 冯公公 李太后对布谷 有了看法 这奴才就不知了 冯宝耍滑头啊 李伟他们告状 李太后好像很生气呀 啊 这倒有一点 所以咱让你学学高贡嘛 冯宝意味深长的说 今天咱来见你 除了惊严的事 再就是来传理太后的旨意 你带太后为女借一书做的序 太后很满意 这两天五千册书就会印好 分发到在京各衙门 以及全国各府州县 昨天下午 太后在东暖阁讲了一个故事 让老朽讲给您听 啊 张局正又是一惊 冯宝想了想说 这个故事讲的是 唐朝的玄宗 这位皇上 这位皇上体谅大臣 宾礼顾老 特别尊重姚宠 每次觐见 玄宗就会亲自把姚宠送到门外 后来玄宗升姚宠为宰相 这姚宠为人谨慎 一天趁玄宗接见他 他就一个狼吏的蓄声问题 向皇上请示 玄宗一双眼睛望着殿中迎住 看也不看姚宠一眼 姚宠再三言之 玄宗就是不表态 这一下姚宠慌了 很狼狈地退出大殿 带他一走 势力丹池之下的高丽氏 奏道 说陛下出城红叶 宰臣请示应当面言可否 陛下一言不发 也不拿眼看他 臣恐姚宰相必定大拒 玄宗听后答曰 朕既然升任姚宠为宰相 碰上大事他应该来揍 朕与他共觉知 如狼鼠励志甚微 他姚宠就该独自决断处理 何必来烦我呢 高丽氏听罢此言丑控 就跑到了姚宠直房 把圣意告诉了他 姚宠一颗忐忑不安之心 这才安定下来 自此大事上报 小事独绝 真正地做到了替皇上 分忧成为一代名乡 听罢这段故事 张居正心中涌出了一股暖流 此中深意 不言自明 玄宗与高丽氏的态度 比之今天 就是李太后和冯宝的态度 也就是说 由于李太后的信任 与冯宝的斡旋 他这个守府应该勇敢担当起 摄政的责任 张居正顿时如释重负 肃然动容地说道 方才冯公公传达李太后所讲故事 点出唐人李德玉的刺柳式旧文 于此可见 李太后读书之宽 学问博客 李太后在宫中好读书 最喜爱的是两种书 佛经和史著 读书做到了一日不错 说到这里 冯宝又问了一句 张先生 李太后讲的故事 你可明白了 张居正仿佛是在直接回答 李太后的问话 故态度恭敬道 臣下明白 感谢李太后与皇上对下臣的信任 也感谢冯公公足得怀元 鼎力相助 老奴只做了愤昧之事 用不着感谢 冯宝谦逊了一句 接着又说 桂园清这辙子如何处置 你回去拟票进来 杀鸡给猴看 不要手软 太后和皇上如此信任瞎沉 居正纵干脑徒弟 也无以报答 张居正说着 禁不住哽咽了起来 张先生的忠心 老奴回去就奏明 太后与皇上 冯宝说到这里 待张居正情绪稍稍稳稳定 他又说道 惊严的事 咱如何回复太后啊 所需银两 布谷尽快抽搓 张居正回答得很干脆 看到冯宝大大松了一口气 他又说 不过 布谷还有一个建议 请冯公公转告太后 好啊 啥建议啊 皇上第一次出经研 姿势体大 恐怕得慎重选择一个 黄道吉日 张先生提得好 太后就信这个 说吧 两个人都心照不宣的 大笑起来 彼此刚要拱手作别 忽见张宏领了东厂 长座陈映峰进来 冯宝经问 你怎么来了 陈映峰跪地禀告 冯公公 小的特来知会 礼部一致 司主事 同立本 上吊了 一大早 王熙烈的大轿子 刚抬到里部 立刻就有 司务官 季友公 上前禀报 同立本 上吊 自尽的消息 王熙烈问 死了 季友公答 死了 死在哪儿 家里 寻短剑 干嘛 王熙烈嘟弄一句 再不说二话 背着手 走向自己的职房 前几日 吕条杨入阁之后 虽然名义上 他仍挂着 礼部上书 但每日到 内阁上班 已不大过问 这边的事了 王熙烈 这个左侍郎 又临时负起全责来 这名不正 言不顺 一会儿管事 一会儿让贤的 唐官 不晓得 让王熙烈 挤憋气 他只赶到 石头缝里 射箭 拉不开弓 龙庆皇帝 病重期间 王熙烈就被高拱 派往天寿山 督修龙庆皇帝的 灵寝 按本朝惯例 这是一个升官的信号 其实高仪已入阁 他所担任的礼部上书 赵丽不应兼任 已担任礼部 左二官三年的王熙烈 自以为 都修龄请归来 即可升任上书 谁知 其间高拱去职 高仪去师 礼部上书 一直竟给了本无竞争力的 吕条杨了 王熙烈因是高拱线上的人 对张居正本就没什么好感 这一来意见更大 那天晚上 假作熏风阁巨隐 就有意联络 魏学增寻衅滋事 铁定了心 与张居正作对 这些时 他可没少活动 一是联络一般官员 凑分子给武清博 李伟送礼 怂恿这个 见钱眼开的老国账 入宫告刁壮 这一招可说是收到了 立竿见影的效果 那道给王侯熏气 免去胡椒苏木 折缝的御址 到了户部 王熙烈可谓是欣喜若狂 与此同时 他又利用香仪 去信劝说南京护科济世中 桂元清上书弹劾王国光 这本子也送进了宫中 其间他还与魏学增 一起去王松家中抚慰 通骂张大郎的凶蛮无礼 激起王松之子王炎的愤怒 在张大郎出狱之 不惜以身是法 替父报仇 赐死了张大郎 这一连三件事的发生 的确给张居正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他的目的就是要离间君臣关系 让李太后与小皇上对张居正产生怀疑 从而达到把他逐出内阁的目的 前几天 魏学增向他透露 吕条阳入阁之后 吏部异见了三个人接替他 打头第一个就是他王熙烈 第二个是从詹事府詹事的任上已经退下来18年的陆树生 此人是士林中清流领袖 这是吏部推荐的理由 第三是现任南京礼部左侍郎的万世和 和后两个人相比 王熙烈觉得自己有优越之处 这就使得他的本来已经落寞的心情重又兴奋起来 但他知道皇上幼小 此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张居正 因此又不做多大指望 他的一帮朋友与部署 却劝他赞忍一口气 把职务扶正在座打算 他想想也有道理 大丈夫能屈能伸 该低头时就得低头 前天夜里他做一成小叫 写了贵重礼品偷偷摸摸来到了沙帽胡同张学士府府抚底拜夜 原想捐气前嫌重新修好 以期能得到令他久以垂涎的大司博一职 没想到张居正俱见 让管家尤其丢出一句话来 若谈公事明日去内阁朝房 若谈私事首府无私事可言 说吧 狗眼看人低的油漆也昂头一丈 转身离去 把他堂堂一个礼不左二 晾在教厅里了 他当时气得四只冰凉 五官挪位 吼了一句 回教 自吃了这个闭门羹啊 王熙烈已经是去尽最后一点侥幸心理 发誓要同张居正拼个鱼死网破 因为他知道 这次经查带给自己的下场不外乎两个 轻则外折 重则消极 从对高拱的处置来看 这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事情既到了这个地步 想不通也得通 这两日 他像吃了狂药似的 不知疲惫的四下活动 还真不能小瞧他 京师大臣中像他这样能够兴风作浪的 尾时没有几个 却说他前脚刚进直房 既有功 后脚就跟了进来 他本是王熙烈的心腹 所以被安排到私务一职 负责本牙各司之间的协调 一应上传下达的事 也都该他负责 因这层关系 他见唐官的礼节 也就随便一些 王熙烈坐下问 你还有啥事啊 有 既有功站在案前请示的 有两件事 一是泰山提点杨用成昨日到京 他是来京 向户部交纳泰山的香水钱 有些账目 在同户部核对之前 想先征询布唐大人的意见 账目有问题吗 大问题也没有 但有一笔开销 大约有五千多两银子挂在账上 一时还无法冲销 做什么用的 是今年四月 李太后派慈宁公秋公公 前往泰山为先帝 攘灾祈福 花掉的礼品钱 啊 有这等事 杨用成就这么说的 王熙烈觉得这里头有息 当即下令 你去告诉杨用成 今儿下午到我这里来见我 是 既有功点头哈腰接着又说 第二件事 是朝鲜国的特使 昨日已在京南一宿下 陪同官派人来请示 何时进京面圣 却说万历皇帝登基之后 临近一些外遇的国王或者藩主 都派特使前来恭贺 此前安南西凉等帝藩王 已先后进京 盘缓几天就打发走了 听说先罗老挝等国的特使 也已经上路了 正在进京路上 这朝鲜国养我天朝世代友好 牧林关系更近一层 该国特使每次进京 皇上都要接见两次 并赠送诸多礼品 这次前来朝靖恭贺 更是不能怠慢 寻常力 外国特使到京 礼部都要派专员陪同 驻专门接待外国使者的会同馆 吃皇上恩赐的红炉寺大宴 然后游览名声 置办礼物 一应开销 有礼部报单户部拨款 这次也不能例外 王熙烈把这事颠量一番 觉得这里头有戏 比杨用成那里的戏份还要足 于是兴奋的问道 特使来了几个 带了些什么 特使就一个 但跟班的有二十多个人 礼物有两大车 有马尾斯 罗电 老山参什么的 都是朝鲜的特产 听说还有一只猫 啊 猫 什么猫 小的只是听拆官言说 也未见过 这猫也没啥好名字 直直的就叫猫王 啊 猫王 他何以称王 听说每日夜间 把关着猫王的笼子 搬到屋子里来 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 这笼子四周密杂杂的 都扶着的是死鼠 啊 这是咋回事啊 这就是猫王的厉害啊 既有功虽是道听图书 却像真的看见过一般 起劲的渲染 他根本就不用出笼 去捕捉什么的 只要蹲在那 附近的老鼠都会主动 跑到笼子跟前来 见着他就吓死啊 哎呀 这才是大千世界 无奇不有啊 啊 这礼物送的小皇上跟前 他还不要洗得跳起来吗 是啊 朝鲜特使会办事啊 王熙烈兴奋的满脸通红啊 你去告诉差官 今天就让朝鲜特使进京 一应如意 接待费用 你详细造个单子 到户部要去 既有功 骚了骚脑袋 忧心的说 哎呀 听说户部没有钱啊 里里外外演的是空城机呀 这不是你管的事 王熙烈横了既有功一眼 你的任务是造好报单 到户部要钱 是 小的就这么去办 既有功挪转身 刚要出门 王熙烈又把他喊住了 给我备叫 去同立本府上 半上五十分 秋高气爽的北京城 熙熙攘攘热热闹闹 一如既往 王熙烈乘这八人大叫 带着礼部一帮官员 各成官叫 像示威似的浩浩荡荡 来到了同立本家 顿时间 同立本所住的羊尾巴胡同 被各色官叫塞满 引来不少街坊邻里 驻足为官 同立本的侍妾桂儿 早已经哭哑了嗓子 这会儿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坐在牧圈椅上的同从舍 傻乎乎的嚷着恶 并不明白父亲的死是怎么回事 内内外外 只仓头老正一个人忙 已至王熙烈一帮官员拥进门来 既无孝子还礼 也无半点哭声 这情形反倒比何规何举的丧礼 更绝其惨 这些官员虽然都是同立本的多年同事 但谁也没有来过他家 乍一看这股子穷酸光景 四壁消燃猪网连窗 里里外外没有一件像样家具 顿时心里都酸楚的不得了啊 再听老正一把眼泪一把鼻涕 说了同立本寻死的前后经过 大家更是难过 王熙烈当即倡议大家凑分子钱 来帮助料理同立本的丧事 并带头捐了二十两银子 众官员不拘多少 你十几两他三五两 竟也凑出了一百两银子 王熙烈又只是礼部一制司的几位立员说 你们是同大人的属下 同家没有人 这丧事就由你们来操办 我看先布置个灵堂 让前来调计的人有个落脚处 你们还要花钱请几个枯婆子来 本官听说哭是很有讲究的 你们务必请几个会哭的 要哭得昏天黑地 撕干裂肺那才叫好 并且要保证一天十二时辰哭声不断 另外再请一般吹鼓手 有人来祭奠就大奏哀乐 同立本在礼部这么些年 没过几天书信日子 因此丧事尽可能办得隆重 以为他在天之良 想了想 王熙烈又补充说 当下最要紧的还有一件事 就是以他儿子的身份 写一份复告 辩告在京各衙门官员 要把同立本的苦处写得淋漓尽致 以争取更多官员的同情 都来捐助点银两 给同立本留下的孤儿寡母弄点赡养费 使他们不至于动内而死 这些事都务必做好 王熙烈说完 准备起轿回崖 胡建仓头老正把半死不活的归而扶了出来 朝王熙烈面前一归 气若游丝地说道 不汤大人 奴家有份东西给您 王熙烈俯身注目 什么东西 贵儿从怀中摸出了一张纸 王熙烈接过 原来是同立本的绝命师 王熙烈银额一变 顿时如获至宝 让在场的官员传阅 众人看了 好一阵窃窃私语 王熙烈看出了大家的不满 趁机抖着那张纸说道 你们看看 这是胡椒苏木折缝以来死的第三个人 第一个是楚记仓大使王松 第二个是张大郎 同立本同的人 是第三个 这是谁的罪过呀 谁的呀 屋子里鸦雀无声 大家心里明白王熙烈 毛头指向的是谁 但谁也不敢接这个茬啊 这时候 一直跪在地上的贵儿又呜呜的哭了起来 王熙烈赶紧把他扶到椅子上坐下 关切地问 童夫人 童的人死时除了这首绝命诗 可还有什么遗言 贵儿木讷地摇摇头 仓头老正在一旁小声地打道 不唐大人 咱家主人死时 是把那两小袋胡椒苏木 挂在脖子上的 看看 看看 这就是遗言哪 王熙烈情绪激动 义愤天鹰 同的人遗嘱 要把胡椒苏木退还给户部 咱们不能服了死人之意 王德彩 小得在 一个四十来岁的矮胖子 从人缝中站了出来 死人是一个老典礼 在礼部私务手下当差多年 王熙烈盯着他说 你现在就把童大人的这两袋子 胡椒苏木 送还给户部 这 王典礼知道 这是个麻烦事 怕惹火烧身 王熙烈看透了他的心思 讥讽道 你怕丹干戏 是不是 拿着童大人的绝命诗 去给他们看 就说是咱王熙烈让送的 你怕什么 小的 遵命 王典礼退回一步 这时有人小声地插话说 听说七彩霞的老板好一彪 今儿早上贴了告示 大量收购胡椒苏木 王熙烈没好气地赤道 商人 有几个是好东西 咱宁可把东西丢到分教里去 也绝不卖给他 有人大声地附和 不当大人说得对 无论如何 不能让铜臭熏染了势林 有种的就学铜大人 把这胡椒苏木 退还给户部 对 退回去 为铜大人申愿 众官员的情绪 终于被撩拨起来 铜家小屋里 已经是一片沸腾 第二天 在京各衙门官员 几乎都收到了 如下这份复告 诸世博世书 家父礼部一智司 六品主事同立本 因所领奉禄 两斤胡椒 两斤苏木 不能变为献钞 生活无拙 求戒无门 万般无奈 值得含恨于 昨夜悬梁自尽 呜呼 六品呜沙 举家如同乞丐 念载唤海 到头三尺白铃 岂不悲哉 岂不痛哉 不孝之子 同从舍 同从计 弃告 这份复告 由立元起草 本司狼官修改 最后送给王熙烈 亲自审定 再行腾钞 然后送达京城 各大小衙门 复告虽短 却相当煽情 许多官员独厚 都动了侧隐之心 莫不相邀 前往同立本家祭殿 按京城调仪 每位前往的官员 都会送去一道碗杖 灵堂里放不下 就摆在院子里 院子里摆不下 就摆到大门外 到后来 整个一条胡同 都摆满了零奇万丈 前来吊丧的人 络绎不绝 被请了哭丧的 十几个哭婆子 特别卖力 只要人一来 他们就撕肝裂胆的干嚎 加之吹鼓手们 也各尽其则 吹吹打打弄得 戚戚实实 特别是那一只锁呐 时而乌业 时而凄厉 直锅造的几条街 都不得安宁 这天上午 在祭调的人中 来了两个显眼的人物 一个是力部左侍郎 魏学增 另一个 则是张居正的亲家 刑部右侍郎 刘依如 两人都是三品大员 到目前为止 前来计调的官员 就属他俩品质最高 一看到他俩的轿子 抬进胡同 在现场指挥 操办丧事的王典礼 赶紧让吹鼓手们 大奏哀乐 在乌里挖拉的唢呐声中 十几个哭婆子 尖着嗓子 一起放了悲声 哎哟呗 我得同大人嘞 我得同大人咯 你凭什么这样狠心呢 丢下傻儿子 丢下苦命的老婆 一脚踏上奈河桥 要去阴曹会延罗呀 满街的人都在说 这是胡椒苏木惹的祸呀 哭婆子们 个个嘴巴滑掉 鞭词应景都是能手 加之哭功到了家了 嘴一瘪就哭啊 一哭就有眼泪 听得他们 七七惨惨的哭诉 前来的吊课 没有几个不动情的 却说魏学增与刘一如 两人在哀乐声中 一前一后进了灵堂 祭拜完毕 早有人把灵堂中挤满了的碗杖 挪走了两夫 临时把他们的碗杖换了上去 碗杖上赵丽都输了碗连 众人挤上钱来淫读 刘一如写的是 天下斯文铜骨肉 人间替泪动参商 魏学增写的是 父皇权已无告 管不得社稷生死 卖胡椒而不受 有黄论官至荣衰 这两夫婉连 刘一如纯粹是举哀 其心也沉 其情也因 魏学增则不染 字里行间都是借题 发挥的怨气 刘一如做人一贯拘谨 不巧在这里碰上了 京城里最有名的魏大炮 且知道他专门 与自己的亲家作对 心知在待下去 会惹出是非来 连忙把随身带来的十两银子 放在了操办丧事的王典礼手上 拔腿就出了门 正欲登交 后面传来了重重的一声喊 刘大人 请慢走一步 一听就知道是魏学增的声音 刘一如无法 只好放下刚刚聊起的叫脸 回转身来 魏学增已经站在对面了 这些时魏学增虽然不像王熙烈那样 上蹿下跳 激进疯狂 却也不曾闲过 一是就惊察之事向王熙烈通风报信 二是凡来力不拜会他的人 一概接待毫不闪躲 这个人同王熙烈不同 他不搞阴谋 但杨某却一天也不曾停止 王熙烈死后 他本着对太监内侍天生的仇恨 一次次到王熙家里慰问 正是受了他的影响 王延才铤而走险 为父报仇 今日来调宴同利本 没想到会遇到刘一如 便想通过他把自己的怨气传给张居正 于是拦住了他 刘一如 弯身一一 啊 魏大人 喊了一句 竟没有了下文 只站在那里干笑 魏学增开口就枪啊 刘大人 举哀一碗 你就赶紧撤身 是怕咱喂大炮把你吃了吗 刘一如仍是干笑着 答非所问的说 同利本实在可怜 所以下官略被薄夷 前来一调 哼 现在的经官 又有几个不可怜呢 如果不拿胡椒苏木折缝 统利本会死吗 魏学增说着 抬头望了望高远的蓝天 长叹了一声 以食物折缝 国朝一百多年来 仅有那么几次 没想到我背会轮上 先帝在的时候 宁可捡后宫 非贫的头面手势 也不肯亏欠外庭官员们的奉吟 如今大型皇帝殷荣犹在 高阁老创然离京 你那位亲家江陵先生 辅佐右主开展新政 原也无可厚非 但令人大惑不解的是 这个令百官万民举世 瞩目的新政 竟从苏木胡椒折缝开始 刘大人 你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啊 刘依儒 是荆州府夷陵州人 与张居正既是同乡 又是同榜近世 因此两人过从甚密 结为亲家 张居正唯独一个宝贝女儿 张若兰 嫁给了刘依儒的大儿子刘勘之 刘依儒向来居官自首 颇有清明 张居正入阁数年 他从来不攀附 不接纳 只是老老实实 做自家职位分内之事 因此在京官同僚中 颇有好评 魏学曾正因为这一点 才敢在刘依儒面前 颇辣说话 刘依儒听了魏学曾 加强加棒的一席话之后 心里头颇不是滋味 但问上脸的话 不答又不行 值得敷衍道 听说国库空虚 胡椒苏木折缝 时不得已而为之 魏学曾指着满项的玄杖 兴兴地说道 首府 这一个不得已 害得童大人丢了一条命啊 刘依儒一言不发 他从来就是遇到 是非三奸其口 魏学曾也不指望 他有什么表态 又换了个话题说 刘大人 先不与你谈 胡椒苏木的事 木下外头 有些传言 对你不利呀 啊 有何传言呢 如今的刑部 唐官王之号 左二官 你刘大人 都是首府张江陵的儿女 殷亲 因此有人说 刑部成了首府的私囊之物 魏大炮 这一炮轰的刘依儒 是面红耳赤 嘴唇蠕动了一下 高阁老的殷亲 曹大人 不是也在刑部吗 怎好说 这是张江陵的私囊之物呢 曹大人尚在刑部不假 但这次经查 他恐怕同我魏大炮一样 都是第一批遭受清洗之人 魏学增话音一落 刘依儒马上回答 魏大人放心 我刘某恐怕比你们走得还早 哎 刘依儒的回答多少令魏学增有些差异 还不及理论 忽见得巷子口又落下一城官交 内中走下一名身穿杂色文 起白贤无品官服的半老官员 魏学增一眼认出 这是都御史衙门的简氏李大人 李大人也认出了眼前的这两位三品大臣 忙拱手行李 魏学增抱拳一意 李大人也来计调 李大人恭敬地回答 葛大人委派卑职前来待计 魏学增明知故问 是都堂葛大人 是都堂葛大人 正是 李大人答罢 便命传力将手中晚仗送进灵堂 只听得哀乐其奏 哭婆子又一阵干嚎 魏学增与刘依儒禁不住好奇 又一起回到灵堂观看 只见灵堂正中最显眼的位置 已是高高悬起了左都御史 葛首礼送来的晚仗 上面也说了一对晚联 任上清官 瘦骨苍颜行影之 胸前一物 苏木胡椒 戴子双 这一连写的冷窍 寓意深沉 自不可以同情怜悯 只吃食事等简单解枝 魏学增丸位再三 不觉兴奋地说道 终于有一个大九卿出面了 刘大人 这连剧如此老了 可见阁老别有金包 话说完却不见有人应声 掉头一看 却不知刘依如何时 已经走掉了 同立本一死 特别是那首讨闲的绝命诗 一传开 本来就窝了一肚子气的 精官大辽们 终于找到了泄愤的机会 魏学增王熙烈等人 也纷纷从幕后走到了前台 在官员中煽风点火 串联闹市 京城本来就不平静的局势 骤然更加紧张起来 几乎每天都有人提着胡椒苏木 到户部闹市 三朝老臣左都御史 葛首里的晚联 送到杨尾巴胡同之后 于情对张居正更为不利 谁都知道 大九卿中就属杨博和葛首里 两位老臣最服名望 这位葛首里比之杨博更为耿直 龙庆皇帝在位之 每逢停意 只要葛首里在场 就显得特别谨慎 这次葛首里为同立本 送了晚联并十两赋银 无异于火上加油 大大激发了闹市者的斗志 一些本来还在观望的官员 这一下也装着胆子 加入到闹市行列之中了 却说这天上午 张居正刚来到直房部一会儿 入阁不到十天的吕条杨 畏畏习习的走了进来 张居正做了个手势 请吕条杨入座 何卿啊 有何诗 于直 想请首府看样东西 吕条杨千功的说着 接着就把手上的一张纸递了上来 张居正接过一看是一首诗 调童主诗 谷童宁征 泛亦欧 成风难去 泛清流 君魂谢过 黄恩去 过霸孤山 有莫愁 读完诗张居正心中 极度不快 但他尽量刻着 脸上堆满了笑容 诗写得不错嘛 听说 羊尾巴胡同里的 晚诗晚连已经不少 你这首诗再送去 当是上乘之作 吕条杨听出了话风不对 值得扬笑着 毕恭毕敬地打道 收府 于 于直 就是 想来 请示此事 吕条杨 故意用了请示二字 以示尊卑之别 张居正听了心下烧安 何清 想请示什么 吕条杨想了想 统立班 知死 有些不明尸体的官员 想 想趁机闹尸 苗头 有些不对 好像是 针对 首府来的 于直 也就 非常谨慎 并 并不往里头 脚和 但是 左都 于直 葛的人的 晚联 往同立本家的 灵 灵堂上 一挂 一些 针对于 于直的 闲言碎语 就 就都出来了 于直 毕竟在 里 里部 管了 一个月的事 因此 因此那些 嚼舌头的 说于直 为官寡义 对不 不属无情 这话叫于直 听了满肚子的 不 不舒服 为了服众 于直便 写了这 这 这首晚诗 今天特来 请示首府 这首诗 是 是送 还是不送 请首府 定夺 吕条阳表面上 木讷 但内心 尾石玲珑 他这一番表白 既说着自己的难处 又顾忌着 首府的面子 最后还要 首府表态 这么做 名利是 尊重首府 其实是把 该自己来做的 难题 交给了张居正 这点子 小九九 张居正 还能看不透吗 他正琢磨着 如何回答 书半探头 进来禀报 王传求见 张居正吩咐 让王传进来 吕条阳见 有人来 提出告辞 说等人走了 再来领事 张居正 却要他留下 王传 今日 汇报之事 甚为重要 何卿 你也应该听听 话音刚落 王传 已是风风火火 跨进门来 这王传 坐镇 武城兵马司 平常总是 想方设法 找乐子 想清闲 但每次 见张居正 他都要装出 一副忙的 脚步粘地的样子 这会儿 他不知又从哪 弄了一头的汗 一进门 也来不及开 就朝张居正 和吕条阳 各行了一个 一一道地的 官礼说道 收复大人 吕阁老大人 卑职 前来请示 又是一个请示 张居正 朝吕条阳 看了一眼 吕条阳 也正在看他呢 四目相对 吕条阳 自迁的一销 都可以把 苏智的 折扇来咬 张居正 掉头 问刚落座的 盲撰 是否是 蒋二望一师 正是 王转一 欠身 正欲禀报 张居正 截住 他的话头说 且慢 吕阁老 尚不清楚 你先将 此事的来龙 去脉 做个交代 且说 那天夜里 在鸡香炉 王转 把前一日 在苏州胡同下坡 巡警铺里 发生的事情 当笑话 说了一回 言者无心 听者却有意 张居正 当即问道 蒋二望 吃控鹅 一事 你深究没有 没有 王转回答 随即又解释 卑职 已将那个 王大臣 打了三十大板 逐出巡警铺 死去的警族 已经除名 这事 就算拒绝了 嗯 杰东 你好没脑袋 张居正当即 就责怪起来 哎 你也不想想 一个小小的 巡警铺 当头就敢 大着胆子 吃控鹅 那么 京师三大营 总共有十万兵士 生老病死 该有多少 控鹅吃 但是你 武城兵马司 管辖的 一百二十个 巡警铺 一个巡警铺 吃一个控鹅 也有一百二十个 每月一个人 一弹米 二厘银子 活起来 一年是多少 这笔账你算了没有 国库空虚 一半是奢侈浪费 还有一半是被这些 蛛虫吃掉了 你今天回去 先把蒋二望抓起来 收剑 着实拷打 问来 他究竟这么多年 吃了多少控鹅 另外 你手下那些巡警铺 也都要一个个查证 查出多少 乘处多少 一个也不叫漏网 这个 王传看着张居正的脸色 欲言又止 这个什么 王传 试着与张居正关系亲密 斗胆说道 常言道 上梁不正 下梁歪 一个小小档头 比起官袍加深的 大小陈公 得的那点便宜 根本不算什么 卑职若如此小题大做 闹腾一场 岂不把部署的心都搞梁了 今后还靠谁 来维护京城治安呢 张居正知道 王传讲的是实情 但正是这种 攀比纳会 本位互贪之风 才是立志情况 一年糟过一年 张居正恼着脸问 解冬 今天你跟我说实话 你吃过空鹅没有 管 王传一惊 立即拾口否认 卑职受收服教诲 立志做清官 哪会昧着良心 去做这等龌龊之事 张居正点了点头 此风严厉的说 你若有此等劣迹 我照样严惩不待 你既为官清白 就大胆按我说的去做 你要报定决心 宁可把120个档头换光 也要把这件事情 查个水落石出 诚挚贪末 就从你武城兵马司做起 做好了 我奏鸣皇上升你的官 做不好 你就别怪我无情 不股肯定要挥泪 斩马素 张居正一袭话 恩威并失 斩钉截铁 绝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王传哪敢怠慢 同立本上吊自尽之后 他又试探着问张居正 收服 蒋二望的事 还查不查呀 查 现在就查 张居正仍是不改口 王传见马虎不过去了 只得硬着头皮黑下脸 来清查自己的部署 王传之所以犹犹豫欲 也有他不可告人之处 其实部下吃控鹅 或者借治安为名 敲诈客商的事情 屡有发生 各种猫腻 他也大致清楚 但他总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若有人告到衙门里来 他还尽可能的包庇 这皆因部署们 隔三差五 就得提了礼盒 封了银钉 到他府上笑去 一个月下来 这种外快收入 竟比他一年的俸禄 还要丰厚 如果整治部署贪方 一来是拿了人的手短 脸皮撕掠不开 二来无异于自断财路 这实在令他痛心 但首府把话已经说绝了 他也不能不做 权衡利弊 为了保全自己 讨好首府 博取皇上欢心 他决定 把武城兵马司的家丑 尽行抖了出来 王传尊师 把这件事大致向 吕条阳做了介绍 吕条阳心中产生了 不小的震撼 他寸道 一个小小档头的 贪末之士首府都亲自 询问不肯放过 朝中大臣 有几个屁股底下干净的 将来 赦若有哪位大臣的 把柄落在他手里 岂不是死路一条吗 想到这里 吕条阳暗自打了一个寒冉 对张居正越发产生了敬畏 王传刚介绍完 下面该是他的正式汇报了 偏他不接着往下说了 张居正也不催他 一边品茶 一边拿眼 缩着吕条阳 这位辛格臣知道 非表态不可了 心里一急 口头上又结巴起来 方才王大人所言 就那姓蒋 蒋二望的 一点小贪末 首府就只是 以严查到底 可见首府 整齿立志 决心呢 好了好了 何清 张居正笑着 打断了吕条阳的话 如果让吕条阳 这样揭摸下去 不知要耽误多少时间 查其言 观其色 他看出吕条阳 敬畏胶着的复杂心情 心中也就得到了满足 往后一试 你不要激动 心平气和的讲 没有谁来逼你 好好好啊 吕条阳如释重负 张居正又转向了王传 事情进展如何 你讲下去 被指自那日 得了首府指示之后 回到衙门就传令 把蒋二望抓了 并亲自审办 这家伙开头还抵赖喊冤 给他吃了一顿棍子 他就招了 他吃了两个控鹅 顺便还检举了 另几个吃控鹅 或倒卖马料的当头 这两日 我让衙门里的人清朝出动 一个一个巡警铺追查 到昨天夜里为止 共查出吃了八十九个控鹅 嗯 做得好 张居正兴奋的一缕长须 两天就查出这么多 一步鼓之剑 肯定不止这个数 接动 你要一鼓作气 追查到底 被指尊师 王转又起身打了一攻 由于受到表扬 他颇为激动 接着又说 首府英明 被指依首府指示去做 刚一动手 就滴露出一大串小贪力 若是在京十八大衙门 都这样去做 还不知要揪出 多少大贪官来呢 王转话音刚落 只见吕条阳的脸上 陡然变色 虽然他觉得 王转所言 多少有些根据 但若真的是这样 一家一家的去清查 京城就会咫尺之内 狼眼四起 衙门公堂 也就变成了 互相揭发公劫之地 发展下去 大小京官的脸面 全都没有了 今后还怎么样的 为朝廷效力 此时 他眼巴巴的望着张居正 生怕他顺着 王转的话头表态 其实吕条阳的担心 张居正也有 不仅如此 他还多了一层 投鼠忌器的忧虑 此时他的脑海中 突然闪现了 李延送给高拱的 那三章田契 于是感叹地说道 戒东此言甚是 但却不能如此去做 惩治贪官 应是朝廷长久坚持的国策 不可能避其功于疑 你戒东揪出了一个蒋二望 那只是一只蚊子 隐藏在十八大衙门里的贪官 却是一群老虎 蚊子可以一群一群地打 而老虎 却只能一只一只地逮 杀鸡下猴 潇闪震虎 以目前的情势 也只能如此去做了 你说呢 何清 听了张居正这些话 吕条阳提到嗓子眼的一颗心 总算是落了下来 收服所言及时 蚊子只是吸血 而老虎则要吃人 所以打老虎要特别慎重 不要老虎没打成 反遭伤害 王转这个鬼精 短短几句话就刺探 明白两位阁老的心思了 下一步如何做 心里也就有了底了 请收服和吕阁老放心 杀鸡给猴看 卑职一定会把这只鸡 一杀好 说吧 他起身告辞 待王转走后 张居正对吕条阳说 何清 当前的头等大事 是整翅立志 惩处贪末 把警察搞好 有人想借同利本之死闹事 把京城的水搅浑 你我必须头脑庆幸 不要去上这个当 吕条阳莫不作声 他听出张居正 这是拐着弯提醒 他不要去趟这档子浑水 虽心有不甘 却也不敢为拗 指的拿起了桌上的那张诗间 那这首碗诗 与之 就算没有写 怎么白写了 你送去 不 不 烧 烧掉 你不是害怕有人 嚼你的舌头吗 如果你真的觉得 这样有损你的清晨形象 不顾建议 你还是把这首诗送去 张居正说话时面带微笑 但吕条阳却感到有一股子寒气侧了 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得唯唯诺诺退下 回到自己的职房 把那首诗 复之一句 天一煞黑 杨伯府邸所在的北梅胡同 就被戒严了 这皆因张居正约好今夜 前来杨伯私宅拜会 五成兵马司为之采取的保护措施 有时刚过 张居正的八人台大轿 落在了杨府的轿厅 当张居正先连下轿 杨伯已在轿前候着了 此时的杨伯 依然身着衣品命符 与同样身着衣品命符的张居正 行拱手礼 两人的穿戴说起来 也有故事可言 国朝品质规定 六部尚书等大九卿 都是二品贤 只有九年考满之后 才能晋升太师 太妇 少师 少妇 太保 少保等勋职 习一品 现任大九卿中 只有杨伯与葛首礼两个人 担任大九卿超过九年 一个 尽为少师 一个 尽为少夫 因此 都是一品大员 现在满朝文武 除了这两个 一品大员之外 还有一个 就是张居正 他龙庆二年 就被破格 晋升为太子 太师 龙庆五年 又晋升为太师 年纪 只有四十六岁 就获得了如此高的薰贤 在国朝中 积无先例 红武三十年 皇上班旨 施行大明会典 规定了官场礼仪 凡百官交往 以品质高下 分出尊卑 品集相近 相见时行礼 则东西对立 品质烧 卑者居于西 品质相差二三等 相见时卑者居下 品集相差四等 相见时卑者下拜 尊者坐而受礼 有师 则跪着禀告 如此寻礼 一品官与二品官相见 二品官居西行礼 一品官居东达里 与三四品官相见 三四品官居下行礼 一品官居中达里 与五品官以下官相见 一品官坐受其跪拜之礼 私属官品级低于上司官 秉适时必须跪 近市官员不必居品级行跪拜礼 同僚官品级虽有高下 但不必居礼 大小官员在内府相见 不许行跪拜礼 官员出入街道 不许抗骂 官员隔一品 避马避教 隔三品跪 但到后来 特别是五宗之后 这一套礼仪 也稍有改移 比如说 诸四大清 皆为三品官 却得避上书侍郎 六部侍郎三品官 得避历部上书 公侯薰臣 关在一品之上 道上 若与内阁首府相遇 也得避让 仿此而行 当今公侯第一显赫的 老国障李伟 若是在道上遇到张居正 也得避到躲让 可见 内阁首府真正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人物 今晚上 他来杨伯府中拜夜 是他担任首府以来 第一次因公事 入大辽司宅 于情于礼 杨伯都不敢怠慢 因此在张居正的大叫进门之前 就先穿好命符 来到教厅迎候 张居正吓得叫来 一看杨伯站在西边行拱手礼 连忙还礼说 哎呀 伯老 焉能如此 杨伯 笑隐隐地打道 不如此 岂不让人笑话 老夫无礼 两人这么寒暄着 连妹走进客堂 酗过茶 张居正盯着杨伯 紫红的脸堂笑着问 伯老 听说你们家每天门庭弱势 今日为何这般冷清啊 还不是因为你来 胡同口戒严了 不然这厅里早就像开堂会似的了 杨伯自嘲地摇了摇头又说 亏得老夫有神仙舟调养 不然身子骨早散了架了 您应该闭门谢客 老夫何尝不想啊 但有的人就有挤门缝的本事 哎呀 警察与胡椒苏木 折缝两件事情 搅在一起 警官们一个个都像是火烧屁股啊 好嘛 为其乱 才可以求其智啊 杨伯努力捕捉张居正 话中的玄机又说 皇上欲指 严厉切则 南京护科济室中贵原轻 并给予消极处分 今儿下午 这道纸已经到了立部 张居正点了点头 这件事他知道 那道纸 还是他让吕条杨拟的 他只是没想到 皇上会这么快地批复起来 今晚上来 他就是想就此事 以及京城的局势 与杨伯交换一下意见 因此他问道 伯老如何看待此事啊 杨伯坦言相告 皇上先下到户部那道纸 是免王侯勋气的食物折缝 倒是让老夫为您捏了一把汗呢 胡椒苏木折缝虽未伤及国本 但于晴对你这位首府 却不能说没有威胁 现在这道给桂原青消极的御址 至少给那些闹市的官员兜头浇了一瓢冷水 张居正心有感触 是啊 他伸手抚了抚干涩的眼角又说 闹市的人 现大都站到了前台 为首的就是魏学增和王熙烈两个 说到既知道 准备如何处置 杨伯神情忽然变得严肃 张居正进来之前 他就让闲杂人等一律回避 这会儿他又做手势 让侍奉在侧以备不时之需的一名小司也离开 张居正脸上 泛起了一丝令人捉摸不透的微笑 轻声地打倒 波老 如果说品质卑下的官员 对胡椒苏木折缝有意见 尚可理解 这些人心微怒博 的确有些难处 但像王熙烈魏学增这样的三品大员 究竟河南之友呢 不顾听说王熙烈为了煽动武清博 李伟闹事 还邀了几位官员凑了一千两银子送礼 这穷吗 依不古之间 他们反对胡椒苏木折缝 是醉翁之意 不再久啊 杨伯迅速接了一句 在于惊查 对 在于惊查 张居正像是要发脾气似的 突然满脸怒气 但旋即就平静下来 他们害怕丢了乌纱帽 故弄出这些伎俩 如果我们头疼一头 脚疼一脚 岂不正好中了 他们的圈头 杨伯耐心听着 心里头暗暗为张居正的冷静 和克制吃惊啊 这场惊查若真的按皇上 御旨进行 可以说三分之二的官员 都不称职 大小官员们也都乌龟 吃萤火虫 心里明白 故巴不得有人领头出来闹事呢 若不是这一层 魏学增与王熙烈两位左侍郎 就绝技没有这么大的号召力 此情之下 杨伯处境颇为泛难 他既希望经察能顺利进行 又担心张居正真的会借机 把高拱的门生故旧一网打尽 正是这种心态 他家的门才堵不住 私存一番 杨伯又开口说道 书大所言极是 只不过同利本一死 的确给闹事的人找到了口实 这事若放在平常 也就是芝麻大的小事 但在这经察失行之中 就成了了不得的大事了 京城官场历来风气不正 曾有人戏言说 上午内阁里有一声咳嗽 下午传到富贵街上 就成了龙卷风 捕风捉影望闻生意 结党营私拿奸耍华 这些官度实在害人 这次让老夫这个七十多岁的人 做道负责四品官以下的经察 实在是一个苦差事啊 现在这些人都装得像龟孙子 挤着笑脸来找咱 一旦知道他的官位没了 还不恨得要生吞了咱 若处置得当 老夫也不怕谁 若处置不当 老夫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所以这些使老夫行事 真可谓是如履薄冰啊 杨博说话时张居正不停地点头 他喜欢听这种掏心窝子的话 但杨博说完 他沉思片刻问道 听伯老的口气 好像仍在担心不古会借机整人 是啊 谁都知道魏学增与王熙烈 是高拱的哼哈二将 他们闹得那么起劲 又有那么多人听他们的 不都是害怕这一点吗 杨博口无遮拦 虽有点疑老卖老 说的却也是实话 张居正笑了笑 伯老啊 您还没有赤教于不古 对王熙烈和魏学增这两个人 您究竟如何看呢 这两个人嘛 杨博蹲了蹲 只见他粗大的猴杰滑动了几下 才迟疑的说 应该说 都是有能力的人 也都是大九卿的后备人选 但在人品上 魏学增 要强于王熙烈 伯老所见甚是 魏大炮搞阳谋 王熙烈搞阴谋 分别在此而已 听书大的口气 这次经查 这两个人都得离开京城咯 杨博以试探的口气问道 见张居正不置可否 又接着说 你这样做 岂不验证了士林的担心 说你利用经查 收拾高公余党吗 张居正黑缩缩的眸子一闪 让人感到 他的眼光既冷酷又不可抗拒 此时他不答话 却从袖口里掏出了一封信函 递给了杨博 伯老 你看看这个 杨博一看信套上的火器官房 是梁广总督行员 知道是阴正茂记来的 便抽出信奸 抖开来看 不看不打紧 一看完脸上就勃然变色 怎么 李延用二十万两银子 贿赂阴正茂 没想到吧 伯老 张居正神色严峻 李延是高阁老最信任的人 也是龙庆朝最大的贪官 您说 布谷果真要整治高阁老的门生 故旧 还用得着老神费力施行经查吗 您 您是说 杨博欲言又止 布谷只需追查李延 贪莫行贿一案 京城各大衙门 恐怕就会真的人心惶惶了 你有把握吗 不敢说有十分把握 八九分还是有的 张居正胸有成竹 说话的口气不容置疑 李延的命案尚未了结 他的两位师爷都还关押在衡阳府大牢里 其中的董师爷一直帮李延管理账务 知之甚多 只要将他提审 肯定会爆出惊天大案 杨博知道张居正从不说过头话 他既如此讲 就必定实有其事 何况湖南暗查时李义和又是他的心腹干臣 保不准已经从董师爷嘴里掏出了证据了 想到此 杨博心中寸道 难怪他如此镇定啊 原来竟有这样的杀手锏呢 这时张居正又说话了 波老 朝廷刚常早已朽坏 红武皇帝创立的清政联名的政治已不复存在 如今贪末官员多如过疆之己 贪风一起与官场 与官场必结党营私 与百姓必横争暴脸 与皇上必献媚争宠 如此发展下来 就形成了今日这种有令不行 有进不止 回思往上党通乏意的混乱局面 以不古之鉴 这次经查 应着重惩处贪末官吏 选出那么几个劣迹昭著之人 绳之以法 必要时 就该斩首西市 一惊逍遥 一席话今生欲针 杨博看着张居正眉宇间 突然腾起的杀鸡紧张的问 数道 你决心追查李延贿赂一案 查是要查的 但不是现在 张居正直率地又说 这事牵扯到高阁老 不顾想他能够遗养天命 不再有横祸缠身 不老 殷正茂这封信 除了你知我知 断不会再让第三个人知道 如此深厚 如此深厚 杨博大大松了一口气 又不解地问 放下李延一案 不查 你还怎么撑处贪磨呢 李部咨文下去 让各衙门自查 古城兵马司王传那里 一查就查出名堂来了 张居正接着 就把蒋二汪的事讲了一遍 杨博听了忧虑地说 哎呀 上梁不正下梁位 若要速谈 大家伙 恐怕还在上头 查嘛 查出谁来 就扮谁 说到这里 张居正起身告辞 把他送出大门之后 杨博回到课堂 又独自闷坐了多时 殷正茂的那封信 在他心中 老是扶植不去 他突然想到 李延巨大贪磨案 正是在自己担任 兵部尚书时发生的 这些军费 都是从自己手上 划拨出去的 自己虽未接受 李延的贿赂 但至少要担当 失察之罪呀 张居正今夜前来 实际上就是给他暗示 只要查处李延案 他杨博无论如何 也脱不了干系 绿到这一层 杨博惊出了一身冷汗 在佩服张居正 深沉恋达 功于心计的同时 又深为担忧 他的嗜患前程 究竟有何等样的结局呢 实际上 已经牢牢地 控制在了张居正的手中了 大约一个多月以前 殷正茂 就把总督行园 迁到了距庆远街 约四百里之遥的立波县 这是庆元府最西北端的一个县 三面与贵州接壤 境内万山重叠 处处齐风插天 道路窄如扬长 铜 窑 苗 辽等土蛮 杂居于此 经过两个多月的围剿 围银 报皇朝猛 率数万叛匪 退缩到立波县的水山中 殷正茂层层堵截 步步进逼 统率十万大军 对叛匪形成了合围之势 立波县 归南丹州管辖 属于那种地无三尺平 天无三日情的地方 县城在漂避的立溪边上 营水枕山风景如画 只是地方过于促辖 县城常住人口不过三千人左右 把茅厕查亭统算在内 也不够一千间房屋 可是此番前来的人马 先不说粮食资重堆积如山的大军 单是广西部正史 庆园府巡抚 南丹州支州 府至镇府司 以及驻军千户等等 随军而来现场办公的各级官员 连同辽蜀一起 大的小小也有上千人 纵使把县城居民全都赶走 房屋也不够 阴正茂也不管许多 只是命令这些地方官员 悉数住进县城 而把自己的总督行员 安置在城外三里地的官地庙中 官地庙 在一处山坡上 底下是清清浅浅的立溪 溪对岸 又是连绵的纲鸾 再往里走 便是进入水山的官道 这天上午刚过晨时 殷正茂正在关地庙内 与几名参将商议军士 忽有亲兵来报 骑兵都帅 索请客人 移到山下 好 传令 奏乐欢迎 殷正茂说吧 便带着几位参将 出门迎接 由于这里 是兵匪对质的前线 总督行员的宝贝 比之在庆远街 又不知严密了多少 只见到处都是 持刀鹤枪的军士 戒备森严 不要说人呢 连只蚂蚁 也休想钻进来 殷正茂走到行员门口 只听得军乐大作 两列铠甲鲜明 刀枪闪亮的 宜兵 肃立两侧 中军参将刘大奎 领着两队客人 于冠而入 这两队客人 左边的一队 是以庆元府支府 打头的 身穿朝廷命符的 地方各州府县官员 右边的一队 约么有二十几个人 身着各衣 都是当地各土著蛮族的首领 殷正茂拱了拱手 将这两拨客人 领到官地庙前 临时扩大的操场上 分两厢座下 他自己 落坐在中间的太师椅上 背后 站了一列身材魁梧的 虎奔勇士 传过茶后 殷正茂说道 今天请诸位来 是想商领一下 剿匪事宜 本都帅到任将近四个月 由于在座诸位同心协力 众位将士奋勇杀敌 已经大有斩获 这些时与叛匪 大的小小的战斗 进行了十几次 进天河县 北陵山 河池县 平丰山 南丹州 孟英山三丈 斩贼首计三千余客 升勤四千余人 至此 叛贼已如惊弓之鸟 节节败退 如今 归缩于水山中 平显聚首 据情报 叛匪虽屡受重创 但仍有三万之众 匪首维银报皇朝蒙 两人揪击残部 妄图富裕顽抗 这一个多月来 官军已对叛匪 形成了合围之势 水山出口有三条 西北方向通贵州独山 由总兵于大游 率三万兵马驻守 东北方面 可从茂兰突围 进入九万大山 有新晋提升的 魏指挥 简氏黄火木 率三万兵马驻守 余下四万大军 由本都率 亲自率领 就驻扎在这 立波县城附近 恶守水山西南 通往南丹州的咽喉 唯吟报皇朝盟 所率余部 已成瓮中之鳖 本都率决定 近期将对叛匪 发动总攻 水山一守南攻 并不是以大规模作战 但具体作战规划 本都率已部署停当 诸位不必过滤 今天请来诸位 主要有两件事情磋商 一是军粮的运作 二是对叛匪的封锁 商量之前 本都率要做一些调查 说到这里 阴正茂突然脸色一沉 扫视了一下 坐在左边的一列官员 立波县主博 无私礼 来了没有 悲知在 只见坐在墨席中 一位身着八品官员的老年官员 应声离席 走到阴正茂跟前 行叩见之礼 阴正茂也不喊他起来 只是吊着三角眼死死的盯着他 你在立波县当了多少年主博 十二年 听说你包庇私言贩子 车载船庄整整犯了三年私言 被人告发 本当至罪 亏你省府周县一路银钱打点 才把事情摆平 但九年考满 终究不能升官 此事可是真的 阴正茂这几句话 不但接了无私礼的窗吧 就连在座的官员也都烧上了 顿时只见一杆官员是脸色突变的 跪在泥地上的无私礼 更是羞愧难当 勾着头一言不发 阴正茂脸色严峻接着问 说呀 是否真有其事 无私礼涅如着回答 事情已过去了三年 卑职知错 已经改了 不是错 是罪 国朝行典名在 反思言者 罪当死刑 你这位理行的主伯 难道不清楚吗 阴正茂骂人可谓是敲骨西碎呀 语气刻读不留情面 此时不容无私礼的分辨 接着他又说 而且你并不知错 贪心未改 本都帅再问你 让你押运到鱼大油军营的粮食 为何一千弹变成了八百弹呢 问话急逼 只见无私礼身子一颤 脸色愈加惨白 阴正茂的问话 其实事出有阴 却说大军入驻立波县之后 三军粮草 均由附近各州县调集解决 驻扎在水口镇的鱼大油所部 粮草由部队派出一名运粮官 协同立波县令指派的无私礼 一块督办 运粮官员负责武装护送 以及起戒验收 无私礼负责征集民夫和粮食调配 四日之前 有一千弹粮食 从立波县城起运 阴正茂命令他们务必两天内 运送到水口镇军营 从立波县到水口镇 有两条路 一条路是官道 长一百四十里 另一条路是崎岖山道 在密林中穿行 比官道近了四十里 无私礼考虑到所征民夫都是当地人 驮运粮食的马匹 也都是当地走惯了山路的矮角小马 加之这一路离叛匪巢学较远 自官兵入驻这一个多月以来 没有发生过路人被劫事件 为了争取时间 他向运粮官提议走山道 军情紧急 运粮官便同意了他的建议 谁知运粮大队走到半路 却遭到了叛匪的伏击 护粮的两百名军士 虽浴血奋战拼死抵抗 还是被叛匪抢走了两百弹粮食 而且兵士与民夫加起来 还死伤了几十个人 前任总督李延在任时 这种事情屡有发生 从不见的惩处 最多是把当事者叫到行员来 深斥一顿 因此这次节粮事件发生后 无私礼虽然有些紧张 但比照过去 认为大不了挨一顿训斥而已 现在见阴正茂艺术 扫着眉高高掉起 三角眼中射出了两道凶光 顿时不寒而立 小声的分辨道 为止本意是超近路 力争提前把粮草送到水口镇 没想到中了叛匪的埋伏 阴正茂一声冷笑 放着好好的官道不走 偏要让几千人马钻深山老林 你说你居心何在 卑职实在是想走一条劲道 放屁 阴正茂重重的一拍桌子 祸地站了起来 他伸出了剑指 指着无私礼的脑袋 大声吼道 三万叛匪 九居山中 这利波县的每一寸土地 都是前线 你身为朝廷命官 未必连这点常识都不懂吧 本都帅看你贼没输演 没个好样子 就断定你不是个好东西 来的 立刻就有几名中军护卫兵士 拥上前来 阴正茂命令道 把这高官给我绑了 一位兵士上前像拎小金一样 把无私礼拎了起来 另一名兵士拿出了麻绳 正要动手 阴正茂又开口说道 慢着 先把他这身官皮给扒了 再绑到那边柱子上 兵士得令 一伸手就从无私礼头上摘下了乌纱帽 灌在地上 接着就开始撕扯官袍 无私礼两手死死抱在胸前 大声嚷嚷 阴大人呐 卑之冤枉啊 官袍是皇上给卑之的恩德 阴大人你不能无礼呀 无礼 阴正茂一愣 旋即哈哈一阵大笑 又突然打住 眉头一拧他说道 你这高官 不但损失了两百弹军粮 还害得三十几条生命死于无辜 反倒说本都帅无礼 今天这无礼的事我做定了 军师们给我拖 拖不下他的官袍 用刀给我搁起来 阴正茂已经是怒不可遏 无私礼情之再强下去 就会疲肉受苦 值得松了手 任兵士们拔去了官身 然后又听凭他们 把他绑在了行员大门左侧的一根木柱上 因为捆绑得太紧 无私礼疼痛难忍 嗷嗷乱叫 连呼冤枉 殷正茂嫌他过躁 又对身边的军士吩咐 去 让他闭嘴 那位军士上前 一使劲扯脱了无私礼 汗挂了一只袖子 柔作一团塞进他的嘴里 面对眼前发生了一幕 众位在座的官员 都是敢怒而不敢言 打从 殷正茂接任梁广总督 特别是当街给牛疯子开堂破肚以来 他的刻读的名声就在当地传开了 人们背地里都喊他阴言 不管是谁 上至文武官员 下至造立军士 只要有事犯在他手上 一个也不会轻柔 正因为他的冷酷无情 李延交给他的这支人心 涣散意志消沉的剿匪大军 才有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被调教的纪律 严明斗志昂扬 而且这位都帅行事诡秘 常常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让人琢磨不定 就说今天的这次会议吧 两天前就下达了盖着梁广总督官房的通知 严明随军前来的地方各级主要官员 还有当地各土著首领都得参加 说是商量军务 谁知把人圈到这里 却是为了看他抖威风抓人 再说阴正茂 扯了这半天嗓子感到喉咙冒烟 一口气喝了两碗茶水 口渴是止住了 但心头怒火一时还不能平息 他扫了一眼请来的诸位客人 只见官员们一个个粘头大脑愁眉苦脸 而那些土著酋长动蛮首领 有的抓耳挠腮不知就理 有的事不关己哈欠连天 殷正茂觉得今天的第二曲戏应该开眼了 于是清咳了一声问道 思苗洞的洞主潘鸭吉来了没有 殷正茂一开口 整个操场立刻就鸭雀无声 众人的眼光都射向了酋长席 少青只见坐在第二位的一位头杂五彩大蝉头 配着腰刀穿着围裙的壮年汉子站了起来 操着生硬的汉语打道 在下就是盘鸭吉 你就是盘鸭吉 殷正茂身子前卿 鸡掌赞道 一进园门 本都帅就觉得你勇武不凡 听说你脱手能抓住一头活着的金钱包 真是英雄盖世啊 都帅过奖了 绷着脸的盘鸭吉咧嘴笑了起来 一直按着腰刀柄的手也放下来 他的这些细微表现 没能逃脱阴正茂的眼睛 这位都帅凭直觉 就知道自己身后的一排虎奔勇士 也都是怒目远征 暗箭待命 他不由的削了起来 又指着盘鸭吉问 听说你的刀法也很好 能否让本都帅见识见识 这有何不可 盘鸭吉话音刚落 殷正茂抓起了桌上的茶碗 劈头就朝盘鸭吉置去 说时时那时快 只见盘鸭吉飞溃拔刀 激了寒光一闪 那只碗被他一劈两半 眼斗手刀 好 殷正茂一笑 盘鸭吉可否愿意与本都帅帅下的护卫比试比试 这有何不可 盘鸭吉还是这句话 好 殷正茂喊了一声 牛勇 悲之宰 只见站在那排虎奔勇士的第一位 应声上前 单腿跪在殷正茂面前 熟悉的人一看便知 此人正是那日被殷正茂当街开堂破肚的牛疯子 却说事发当天夜晚 殷正茂就赶到牛疯子病床前来探望 只是军中的医师 无论如何要把牛疯子救活 一来是抢救及时 二来是因为伤着脏腑 牛疯子第二天就醒了过来 不出半个月就能下地走路了 在他养病期间 殷正茂经常前来探望 有时还亲自侍奉汤药 开头牛疯子对殷正茂记恨不肯打理 但人心是肉掌的 久而久之 看到这位威震三军的都帅大人 对自己一个大兵如此热心耐烦 虚寒问暖 他也就回心转意了 由充满敌意到感激涕零 心情一好 加之药好饭好 牛疯子身体恢复很快 两个多月后 又是气壮如牛的一条好汉 殷正茂便把他调到了自己帐下 当一名贴身侍卫 而且赏他一个小孝军衔 牛疯子因祸得福时来运转 殷正茂在他眼中成了天字第一号的大恩人 因此也就死心塌地的 在仗前效命 通过接触 殷正茂也知道牛疯子 不只是有一身蛮力 而且有一身好武艺 也就格外器重 这次单单点他出来和盘鸭吉比试刀意 可见信任之身 殷正茂问 牛疯 你敢不敢与盘洞主 较量刀法 回独帅 卑职长到这么大 还从未怕过人 先别吹牛 对过朕再说 卑职遵命 牛疯说必 转身走到了盘鸭吉洗钱 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盘鸭吉傲慢地看了他一眼 问 如何逼法 有盘洞主定 盘鸭吉说 要逼 就得视线说定 生死不负责任 如此甚好 请盘洞主下场 牛勇说罢 就拔刀出鞘 腾挪两步 站好了架势 盘鸭吉本来就 桀不逊 讲不得斯文 见牛勇弄些花架子 显摆 心里头顿时就来了气 一摁桌子平地跃起 一个倒空翻 已经是奔到了 牛勇的面前了 也不搭话 轮刀就朔向了 牛勇的咽喉 牛勇身子一闪 躲过了这一刀 也挺刀戳向了 盘鸭吉的腰部 盘鸭吉身子一窝 那刀片从他腋下穿过 双方一交手 便都用上了 独命刀法 两边席上的观众 一下子都把心 提到嗓子眼上了 两人交上手 刹那间就斗得不可开交 两把刀捂的 就像两条出水蛟龙 风驰电掣 剑不容歇 你来我往 搏杀林里 大战数十回合下来 却是不分胜负 盘鸭吉本是 赤手赴虎的 骁勇之士 一般人能接他 十数招也就不错了 如今头一遭遇到对手 久久不能取胜 心下不免焦躁 痘痘憨出 他突然大吼一声 做一疼跳之事 牛勇刚准备跳起接招 却不知盘鸭吉 此招乃是虚晃 刹那间只见 他身子已经倒地 只一滚 便到了牛勇跟前 举刀直向他 夸下刺来 牛勇心下一惊 再躲闪 已经是来不及了 只得用刀来挡 顿时只听得 当的一声 盘鸭吉的刀尖 就刺在了牛勇的刀片上 一刺一挡 双方就叫上了手劲 坚持了一会儿 还是不分胜负 于是又各自跳开 喘过一口气 又奔上前来再次厮杀 斗过这百石回合 牛勇对盘鸭吉的刀法 已经大致清楚 他擅长正面攻击 主打头胸胯下三点 因此就改变策略了 专从两侧进攻 只见他闪跳腾挪 十左十右 走位飘忽 这样避时就须 盘鸭吉应招 便有些吃力了 又斗了一二十回合 眼见着盘鸭吉 想扭转局面 抡刀耍了一个乌龙白尾 又牛勇来攻 须知这一招里面 也藏了杀机 牛勇如果按常理 奔向盘鸭吉 故意留下的右侧空档 只要他一挪步 盘鸭吉就会一个鲤鱼 打挺跳起 从半空中劈下一刀 进攻者就会被他 劈成两半 牛勇看出的 这是一个夺命之招 但他意高人胆大 竟真的猫腰举刀 奔向了盘鸭吉的右侧 盘鸭吉大喜过望 顿时凌空跃起 朝扑过来的人影 劈起一刀 谁知却劈了一个空 原来就在他跃起的 那一刹那 牛勇早已经倒地滚开 盘鸭吉刚刚落地 牛勇已经在他身后站了起来 不等盘鸭吉转身 牛勇猛的一脚 就踹向了他的后背 盘鸭吉猝不及防 顿时摔了个嘴啃泥 牛勇趁机又迅速扑上去 猛的一脚 就踩住了他握刀的手 盘鸭吉疼痛难忍 顿时松了手 牛勇就是把刀夺了下来 眼见牛勇得手 紧张地出了一身冷汗的 阴正茂 立即大吼了一声 杀了 几个虎奔勇士 硬生抢步出列 三下两下就把上位 缓过神来的盘鸭吉 两只手反简 绑了个结结实实 盘鸭吉问 独帅为何要绑我 为什么要绑你 难道你自家不明白吗 阴正茂抹掉额头上 渗出的冷汗珠子 恶狠狠地问道 五天之前 是谁派人给水山的叛匪送烟吧 盘鸭吉一惊 手愣了愣打道 不知道 不知道 阴正茂朝后一挥手 带人上来 众人目光移向了 关帝庙门口 只见两位军士压了一个五花大绑的人上来 这人的打扮穿戴同盘鸭吉差不多 他一出来 就看到了也被捆绑起来的盘鸭吉 连忙跑到洞主前跪下 盘鸭吉一看来人遍体鳞伤 就问道 你招了 来人也不答话 只点了点头 盘鸭吉飞起一脚 就踢向了那人的胸口 那人惨叫一声 仰面倒下 蹊跷流血而死 阴正茂抬手 让人把死尸拖下去 一双三脚眼死盯着盘鸭吉问 盘栋主 你为何要派人去给盘匪送烟吧 盘鸭吉身着脖子 板筋跌骨地发枪 是人就得吃烟 阴正茂吼了起来 可他们是盘匪 盘鸭吉不甘示弱又顶了一句 盘匪也是人 接着又骂道 你这狗怪 舍计把我拿下 又算什么东西 你有种 就把我杀掉 仗着你 思苗洞 人多势众 本都帅不敢杀你 朕他娘的井底之蛙 你思苗洞三千难盯 纵然个个都是天兵天将 我大明十万官员 个个都是孙悟空转世 收拾你一个思苗洞 还不等于是捏死一只蚂蚱 牛友 追 把他给我推过去 绑了 尊了 牛友与两个仗前亲兵一块 把盘鸭吉推到了 原门右侧的一根木柱上 绑了 与先前绑着的无私礼 正好成了一对 至此 众位客人才明白 为何行原门里头 要新竖这两根柱子 因正茂设计把这两人转来 为的是敲山镇虎 在发动总攻之前先肃清内部隐患 这件事可谓办得干净利索 见两个人均已绑定 因正茂设计 这两名人犯 一个 一物军机造成惨重损失 一个 按通叛匪为虎作场 大家说 该如何成处 在场重军事 齐齐的吼道 斩了 满 呼听有人高喊 因正茂定睛一看 说话的 是庆元府的知府 许新知 只见他缓缓离席 走到了因正茂跟前 行了一个下官觐见之礼 说道 因君们 下官有些言语 可否借一步说话 因正茂知道许新知 是来求情的 正犹豫着如何作答 呼见圆门外 又滚瓜似的 跑进来一名小校 手上提着一个兵部信使 专用的牛皮囊 高声禀道 报告杜帅 京城敌报 快马送到 拿过来 因正茂吩咐 接过了牛皮囊后 对许新知又说 许大人稍安勿躁 带本帅看过底报之后 再与你绘画 说着 他又喊了一声 刘将军 刘大奎闪身出列 莫将在 你带本帅好好招待客人 一只中午 摆上酒席 让大家喝个痛快 阴正茂交代完毕 闪身走进了官帝庙 牛勇拎着牛皮囊 紧随其后 国朝初年 成宋朝公文传递制度 在全国设置了数百个宿地铺 传递的方式有三种 一是人地步行 二是马地 由地足骑砖马送信 三是持船 即到战换一匹马 日夜不停 这第三种速度最快 昼夜之间最快的能走八百里 所谓八百里持船 指的就是这一种 殷正茂距京城 有三千里之遥 加之又担当剿匪重任 所以他与京城联系的方式 用的便是八百里持船 尽管这是最快的速递 他收到京城的底报遗文 一应罕见 也得四天半时间 却说今天信使送来的牛皮囊中 除了通政司的底报 以及兵部的滋文之外 另还有张居正的亲笔信一封 他首先拆开了张居正的信阅读 十丁兄建自如先后奉守教 皆有丁峰捧读树回不胜余疑 仆数日前曾面奏主上约 今两广都府乃臣所立见 能为国家尽忠认识主上一家信任 勿听扶言苛求 使不得斩步 主上身以为然 且讲欲云 先生功中为国 用人岂有不当也 故自公当世以来 虽毁语言日之 而鼠刃日间 然仆所以敢冒贤为重而不顾折 亦是主上之见信尔 主上信仆故意信公 来汗言叛贼西顿于利波水山中 力屈至穷情势已见 但崇山乱鹤 虽屈辱罗网成秦上南 万里止寿恐缓不及时 赖功审徒之耳 为皇二贼若能扑杀或生秦 姓为密师 以为主上悬念 切记切记 又所计二十万银票 仆深思仍以多拨军费之名义 归还户部 若以礼言汇银白于政府 必因此牵货仆之前任 玄老既归故礼 当让其安享天年 若借机构陷 非仆所愿也 此中苦中 忘功体谅 先此复复 愚荣厚才 独霸此信 殷正茂至少误到了四层意思 第一 京城里对他的福言苛求 一直不曾间断 甚至还反映到了皇上那里 第二 张居正对他的态度是 毁言日治而蜀刃日间 且取得了皇上的支援 第三 张居正不想成人之危 对高拱落井下石 第四 也是最重要的 张居正希望他能尽快 擒杀为皇两贼手 荡平匪患 想到这里 阴政贸易方面 佩服张居正 总览全局运筹帷幄的能力 另一方面 又觉得张居正 积心太深 难以捉摸 就说二十天前吧 当他看到底报 知道高拱的故旧门生 利用同利本 吊死一事 大作文章 凭他直觉 就感到这些人是想 趁张居正立足未稳 煽动两京官员 群起公知 以达到赶他下台的目的 正在这时候 张居正来心 希望他能顾全大局 从高拱多拨给他的 二十万两银子军费中 拿出一部分 还归户布 一截燃眉之急 其实在高拱去职之前 那二十万两银子 已经被他花得精光了 一是派人去浙江 买回三百杆火冲 组建了一个火冲营 那时火冲 才刚刚问世 比起长矛大刀来 威力不知大了多少 二是 他从乾贵粮省 征募了数千名辽人 组建成了一个 建永营 辽人 为古中原的苗义 于西近年间 迁移到川贵滇前一带 深山举住 汉代 被叶狼国所统治 辽人 辽人大都身形矮小 但劫若猿猴 即刚永号武剑 汉高祖 曾招募辽人 以平三秦 自此 辽兵英勇善战的名声 便屡见史书 只是辽人爆裂 刚力 很难统御 非军事大财 则不敢招募他们组建成军 殷正茂与总兵 于大游多次记忆 并深刻分析辽人的习性 认为只要能尊其俗 而顺其性 并不难记迷 所以大胆招募 如今这两个营组建成功 今日在行园里拱位的兵士 便都是这些辽兵 二十万两银的军费 虽花光了 但李延向他行贿的 二十万两银 却分文未动 思虑再三 殷正茂觉得 这正是帮老友一把的 绝好机会 于是迅疾寄去李延 向他行贿的 二十万两银票 并在信中约略检举 李延 曾向高拱门生 雇咎大量行贿的事实 他相信 只要把这件事兜出来 高拱的残党 就会不战自垮 谁知张居正不稀罕 这个杀手锏 竟把李延 惠银 偷梁 换柱 说成是多拨的军飞 如此一来 他不但没有人情 反而从中加黑 因此心里头 并不狼爽 甚至有些后悔 不该寄出这张银票 反正李延已死 无从追查 自己不交 断没有第二个人知晓 但事情既然做了 吃后悔药 也没得用 二十万银子到了户部 总算能帮舒大兄 度过目前的财政困难 投桃报礼 只要日后试图通显 这一举措 何措之有呢 这么一想 殷正茂心情 反而通畅 又把张居正的来信 仔细读了一遍 当看到万里止寿 恐缓不及时 赖功审徒之耳 这一行的时候 他精神一振 放下心 又击步 走出了官帝庙 此时 午宴已经摆起 但因无私礼 与盘鸭吉两个人 还绑在木柱上 与会官员与酋长 谁也没心思喝酒 殷正茂扫了一眼 席上各位问道 诸位 怎的闷闷不乐 是酒菜不好吗 坐在前面的许心知 趁机站了起来 朝殷正茂一拱手 小心求道 殷军们 下官想给绑着的二位 求个情 如何求法 饶他们一命 让他们戴罪立功 徐大人 君法如山 我殷正茂 卖不得这个人情啊 殷正茂说着 突然把三脚眼 吊起 大声的令道 把这两名 人犯 斩了 说时迟 那时快 只见早已经 待命的两名 刀斧手 手起刀落 切瓜似的 两颗人头 就落了地了 殷正茂 瞧着地上 滚动的 血淋淋的头颅 恶狠狠地说 今后 有谁再敢 通匪 一物军机 杀无蛇 眼见这 惨烈场景 与袭众人 一个个都 吓得面如土色 金若寒蝉 从灯市口大街 东二郎神庙广场 向南辙 是庙幼街 向西对过 称为庙前街 这里是京城有名的 斗蟋衰的场所 蟋衰 又名 促之 斗蟋衰的游戏 源自唐代 到了南宋 开始大盛 宋李宗时的奸相 甲似道 可以说是超一流的 蟋衰专家 他专门 啄了一部 醋之经 就石类 变色 抓猪 调养 与斗技猪方面 做了详尽的阐述 宋王元兴 斗蟋蟀游戏 由杭州 传至了燕京 元王明记 特别是永乐皇帝 迁都燕京之后 这斗蟋蟀的游戏 在这 勋爵贵州 近身七晚 顽固高粮 充斥的京师 已经是历两百年而不衰 特别是到了宣宗一朝 此戏已经是玩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宣宗听说 苏州地面出产上等蟋蟀 遂密召苏州之府 矿中捕捉一千头 共之京师 一时之间苏州蟋蟀 其祸可居 苏州魏中的武便 逮一头蟋蟀的奖赏 如同斩杀一个掳手 曾有一个善逮蟋蟀的魏中小笑 因蟋蟀逮得多 而获得了魏所百户的侍旨 这也是前所未有的歧视 而宣德瑶中的蟋蟀盆子 也成了瓷器中的真品传至现在 区区持武之盆 竟值数百两银子 当时就出了一首歌谣 担到此事 说 促之瞩瞩叫 宣德皇帝要 百货皆作荐 蟋蟀盆子敲 由于宣宗的提倡 京师入秋以来家家户户 皆补养促之 豆醋之场 也是比比皆是 当时有一位在京城做官的西县人 民警贤 写了一首官豆西帅歌 专到京城豆醋之的盛况 歌曰 烟是斗场 互哀户 正九色天 好绝赌 各提豆盆 绣花篓 摸索入手 成泥谷 高下参资 列两屋 四围秋虫 盼江土 昨夜寻声 向秋蒲 金翅马头 河虫谱 敦居盆中 士虎霄 未许他虫 跳梁舞 做事登场 士欲怒 双须力四 惊其数 激怒不动 木相聚 一阵一阵 咒风雨 战胜长鸣 明四谷 主人多彩 盆安赌 宝宝小虫 歌大舞 指盆校尉 将军服 莺莺月月 何比书 引之石之 气则骨 有雄 截然 启航武 心有主人 木无鲁 斗场四色 主还宇 龙庆之后 京城斗促之盛况 虽不及前朝 但每当七八月间 依然是赌门大开 举城如狂 而庙前街 则是京城斗促之 最为集中之处 小小一条街 家挨家户挨户 皆是促之斗场 因此久而久之 人们倒忘了 庙前街的本名了 而直呼曰 促之街 这天晚上 有须之交 促之街上 华灯璀 人潮如涌 街上三十多家 斗促之场 每一家都满顿顿的 挤满的人 其中最大的一家 斗促之场 叫 秋魁府 入门 即是赵壁 绕过赵壁 再入一道门 便是一间 五营大厅 是促之主斗场 正中摆了一矮角红木条桌 三把椅子 主斗双方主人 打横 对面而坐 正中 坐的是 殿中的牙廊 担当 仲裁的角色 四周 摆了许多长条灯 有礼即外 一层高过一层 这都是为观众预备的 两屋靠礼 以及楼上 还有许多分隔的雅精 这是为那些 有身份的人背下的 他们既可以在此 饮酒作乐 也可以互斗促之 如果主厅里的 促之大战开始 他们更会参加下注 须知所有进促之场的人 都是携带了银钱 前来赶场的赌客 如果说促之街 其余各家的赌客 多半都是市井小民 那么这秋魁府 则是一致千金的 豪赌之所呀 曾有人在这里一夜暴富 但更多的人在这里得到的 却是倾家荡产的悲惨下场 今晚在秋魁府里 摆擂台的 是一个名叫 碧愣子的人 他的绰号 叫促之王 单听这绰号 就知道 他在此一道中的名气 碧愣子 世代居住京师 从小顽皮颇野 读了三年私塾 连个百家姓都背不全 可是掏鸟窝 抓蜻蜓 训狗而逮耗子 他样样都是能手 打从九岁上玩起了醋枝 就一发而不可收拾 干脆逃了学堂 一心鼓到这虫子 父母无奈 值得游着他 碧愣子十五岁上 就提了街龙竹筒 蟋蟀盆子 来着促之街上 懦战 虽是小打小闹 却也赢多疏少 自此之后 又经过十几年的历练 他终于混出了个 促之王的头衔 弱大精师 再没有第二个人比得过他 就凭着这宗本领 他居然也积攒起了万贯的家财 成了人人敬畏的 毕得也 不觉有时已尽 秋魁府中灯火亮 赤人头攒斗 只是大厅里 红木桌旁的三把椅子 却还空着 皆因壁愣子 在这里摆类 已经是一连赢了十二场了 京师内外许多不信邪的高手 都无疑幸免败下阵来 大把大把白花花的银子 都流进了毕愣子的口袋 如今已无人赶来应战了 店里的牙廊 空冷了场 站在红木桌前 嗡着鼻子大声喊道 习前各位先生相公 毕大爷说了 凡今夜里应战之人 一律皆有让头 你那如何一个让法啊 只要你这位爷 训出的虫王 能咬伤他的金翅大将军 哪怕只是掉了腿 折了翅 损了牙口 这其中任何异样出现 即便阁阁下的宝虫战死 殉了身子 也算他毕大爷输了 你就能拿到毕大爷的一千两采盐 大伙说说 这让头大不大呀 大呀 毕大爷有没有量啊 有啊 众赌客一齐吼起 声如轰雷 牙狼又窜断着高喊 哪位爷出来应战哪 大厅里鸭雀无声 凳上坐着的人 都知道碧愣子的盖世绝迹 谁肯上这个当啊 牙狼见无人之声 跑进了厅右第一间雅室 醋之王碧愣子 就呆在里面呢 须雨间牙狼又出来了 物字高喊 小的请示了 毕大爷 把彩头加大了 一千二百两 那位爷应战 人群中开始有人怯怯思语 但仍没有人应声 牙狼一急 鼻子更嗡了 只听他加码喊道 一千五百两 仍无人搭理 一千八百两 一千九百两 两千两 牙狼不断地抬高赌马 人群之中开始骚动了 这些赌客 本都是为钱而来 耳听这大的一笔财喜 能有谁不动心呢 一时间 只见眼貌绿活者有之 家贩红潮者有之 交头接耳者有之 摩拳擦掌者亦有之 激动归激动 终是没有人有勇气站出来 偏是牙狼 零嘴利牙 瘤巴的人心中发痒 各位爷们 毕得爷的那几头战虫 你们早都见识过 未必就真的是天下无敌 你们都将自己的主筒子 接笼子 绣花提楼 仔细瞧瞧 说不定里面就有一位孙大声 能赢得这两千两银子 白花花的两千两银银呐 啊 我的爷们 牙狼喊的是口干舌燥 不觉又过了小半个时辰 仍是没有人应战 牙狼正自泄气 站在一箱揉他的鼻子 忽然从人缝里钻出来一个人来 看上去不到三十岁 白白净净 轻轻瘦瘦 穿着一件细葛布的原青原领之多 头上戴着东坡金 整个穿戴气质 活脱脱 就是一个落地袖子 只见他手上提着一只 二寸来高的男竹筒 筒口上塞着一些葡草 不慌不忙 躲到红木桌前问牙狼 你说是两千两 对啊 两千两 牙狼口上虽然达了坚决 一双绿豆眼 却在来人身上缩来缩去 须知赶来这里叫阵的 都是京城里的富家福浪子弟 可眼前这个人一副穷酸相 他免不了狐疑的问道 你来挑战咱闭的爷 是 来人提起了竹筒慌了话 你去跟毕得爷讲 两千两太少 此语一出 全场突然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所有眼光都射向了这位落地袖子 众人无不纳闹 这是哪里冒出来的一个穷错大呀 敢跑到这里来打狂 牙狼也是站在原地不挪步 盯着来人说道 客官 小的提醒你 赌场无戏言 赌资对等 毕得爷出多少 你就得出多少啊 少啰嗦 去跟毕得爷讲 硬战者口气也很硬 牙狼嗡了一声 刚刚转身 却见东乡房门 枝牙一声开了 从里面走出一个人来 只见他冬过身材 难过脸 狐狸眼睛 猪堵塞呀 手中摇着一柄 持五大折扇 一摇一晃走过来 这人就是鼎鼎大名的醋之王 逼愣子 他是听到了牙狼与莱克的对话 才走出门的 他一出门 立刻引来大厅里的一阵喧哗 众赌客都鼓掌向他致意 他愁出满支的 朝赌客们挥挥手 算是还礼了 然后收了折杀 朝莱克一拱手 貌似千功 内食居妖地问 在下姓碧 请问客官归姓啊 姓金 莱克拱手也还了一礼 如何称呼 就叫我金秀才好了 碧愣子点了点头 又摇起了折扇问道 隔下嫌彩头小了 是的 你想加到多少 加一千两 三千两 碧愣子眼光一闪 一股难以掩饰的兴奋 挑上了眉筋 他嗖的一声 又收了折扇 朝手心里一抖 拿银票来 好嘞 只听到他手下一个小厮答应着 旋即 把一张三千两的银票 交到了牙郎手中 金秀才哪肯示弱呀 也从秀里摸出了一张银票 递给了牙郎 牙郎把闭愣子的银票收拾好 却把金秀才的银票打开 正面反面倒过来翻过去 看了半天 金秀才 携拟着他 不满的问道 看出假了 牙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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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笑着 没有 没有 初次打交道 总得小心 金秀才淡淡的说道 保详号的 剑票击队 假不了 接着 他掉头问 毕愣子 请教毕的爷 如何一个玩法 按规于三鱼定胜夫 是三头虫 还是一头虫啊 三头也可 一头也可 这由咱俩商定 那就请毕的爷定下 哪有这道理 阁下你来攻累 理当有你来定 不然这些官战的爷们 就会笑话咱欺负人呢 毕愣子势在毕得 所以显得宽宏大量 金秀才笑了笑 望了一望几的水泻 不通的大厅说道 毕的爷既然谦逊 在下就得罪了 一局定输赢如何 毕愣子正中吓唤呀 因为他的那只金翅大将军 所向无敌 七月以来已连赢过无常 为他赚了上万两银子回来 如今已经歇了三天了 正是养精蓄锐 等着痛快淋漓 搏杀一场 于是道了一声好 让人给他提上那只精致的接龙 两个人就在红木桌两头落座了 牙郎主持 两个人交换主统接龙 互看各自的战将 醋枝既为虫兮 这里头也有许多学问 但说醋枝种类 从颜色来分 就有红紫头 黄麻头 青黄头 白麻头 淡黄麻头 红麻头 青金麻头 紫麻头 利麻头 百叶麻头 黑麻头 半红麻头 乌麻头 等数十种之多 其中青为上 黄刺之 赤刺之 黑幼刺之 白为下 金锈才接过了牙郎 递上来的碧楞子的接龙 透过草戏 朝里一看 铜底细纱上 蹲着一只战虫 身子如蟹壳青 头圆牙大 腿长相宽 红钳赤爪 金翅造毛 只见他困在里头 焦躁不安 辗转腾挪 恨不能一头撞破龙壁 不由得心里头 嘖嘖称叹 果真是一副王者相 喊他金翅大将军 还是亏了 应称他为金翅虎啊 再说碧愣子 接过金锈才的竹筒 一看 里面的一只醋枝 深黑如墨 曲腿握着 埋手如老胡 唯一谈得上品香的 是他的如同浇过油的 一颗大方头 碧愣子心下蠢道 这虫儿只是一个中品 而且懒洋洋的不在状态 若上起阵来 不削三两下 就会被金翅大将军撕个稀了 他心中有了底 决定卖个人情 把眼前这个想占便宜的书生 戏弄一番 他退还竹筒的时候 一双狐狸眼睛眨个不停 急笑着问 这虫儿叫啥呀 黑寡妇 明俗 逼愣子心里头咕弄 接着说 金先生 你这只虫在桶里 闷养的久了 似乎沾了太多的丑气 金秀才看出避愣子的轻蔑 取笑道 是啊 这是只雌虫 带自归忠 看样子在怀春呢 金先生会说笑话 金翅大将军你也看过 有何评价 的确一头好虫 活像猛张飞呀 既是这样 你不是白白送银子吗 金秀才瞟了避愣子一眼 独场无戏言 银票既已经交出 就绝无反悔之理 避愣子顿觉这位白面书生 还有几分豪气 于是答道 好 金先生 是痛快人 我必谋所幸 把彩头加到一万两 怎么样 一万两 金秀才一愣 他红着脸说 哎哟 对不起 在下今日只带了三千两呢 哎 金先生误会了咱的意思 你的三千两不便 咱这头加到一万两 咱若是赢了 就拿你的三千两 你若赢了 就拿走一万两 这样 不公平吧 就冲你金先生这等勇气 咱必无认了 金秀才眉宇之间 溢出了惊喜 抱全意义 哎呀 那恭敬不如从命 金某这厢领情了 两个人刚把条件谈妥 那牙郎立马就站起身来 扯着嗓子大喊 各位爷们 赶快下注啊 金秀才挑战醋之王 今夜里有一场好戏看喽 大厅里顿时又乱成了一锅粥了 各位赌客 纷纷解囊掏出银钱 只见秋魁府几个一色浩衣的小厮 拿了竹飞挨个收钱 并且发放等值的铜牌 这铜牌 乃秋魁府特制 以做结账时兑付的凭证 人群之中十之八九 都把赌注压在了壁棱子这边 偶尔有那么几个压给了金秀才 便落得旁人的一顿讥笑 哎呀 你看那小白脸 从上到下没点气势 你压上他 岂不是拿了银钱打水漂吗 那人也不服气 摇着手中的铜牌反唇相机 他既揽着瓷器活 肯定就有金刚钻 等着瞧吧 一阵嘈杂之后 大厅复归沉寂 数百双眼睛直直的 都盯着那只红木桌 只见牙郎将一只 口阔一尺的青花 蟋蟀前底盆 摆上了桌面 盆子上架了半圆的铜丝罩 罩子左右 各开了一个小门 避愣子 先将靠自己这边的小门打开 拿起竹筒 抽开拂草 那只金翅大将军一跃而出 落入盆中 顿时上蹿下跳 活泼飞长 这股子彪悍之气 赢得了堂上一片贺彩 坐在另一头的金秀才 看着金翅大将军在盆子里活蹦乱跳 倒显得没有把握了 犹豫再三 才打开了小门 把自己的那只黑寡妇放在了盆中 正在自个儿闹腾的金翅大将军突然发现 盆子中又来了一位同类 立刻兴奋异常 他顿时把四只螳螂腿往后一推 锯在盆边上 两只红钱 岔开挠洞 撕着小黄牙 对黑寡妇 虎视眈眈 大有一跃上前将对方撕成粉碎之势 相比之下 黑寡妇 瑟瑟缩缩 一副怯懦之下 他低着头 微眯着眼睛 翅膀贴身 脸得紧紧的 双方如此对视了一会儿 忽然只见那金翅大将军纵身一跃 像一道闪电 朝着黑寡妇奔来 只听得轻轻一声脆响 是金翅大将军撕腿落地的声音 他本以为如此一扑 一定会压断对方的景象 殊不知扑了一个空 急忙回头一看 黑寡妇却不知何时 已经闪躲到了他的后面 这第一个回合 一个进攻一个躲 均无伤害 算是个平手 金翅大将军本来就是个暴力的主 加之养絮了多日 攒足了一身的劲 没想到第一扑就落了空了 顿时撩起了怒火 只见他蹲在那里 坐着两条后腿 两条前腿不停地挠动 宽大的身段 绷得紧紧的 四击发动比第一扑更为猛烈的进攻 黑寡妇则倦怠如前 眼眯眯的 看着三寸之窑的金翅大将军 一副极不情愿过招的神态 等候间 人们发现金翅大将军两条前腿挠动的速度慢了下来 突然就在他两条前腿点地的那一刹那 这盖世英雄如同恶猫剑鼠一般横空一跃 黑寡妇也刷得挺起身来张了赤子 金翅大将军似乎明白对手又会玩第一招时的把戏 在他落地前跳走 于是他这一跃在空中就改变了路线 只见他翅膀一则 画了个优美的弧线 又凶猛的回扑了下来 依然是微微的清脆的一生 金翅大将军落在了原地 而黑寡妇又脸了赤子 依旧趴在原处一动不动 只不过受了这两扑 他不再那么懒洋洋 这会儿他也将一直收起的两只毛茸茸的钳子 舞动了起来 经此两招 金翅大将军已经被彻底激怒了 他第二扑四腿刚一落地 就又腾得射将出去 这回他不再跃起 而是瞄准黑寡妇直直的撞过去 须知这一身解青色的金翅大将军 按甲四道促之精分类 是西帅中的极品 俗有铜头铁臂之称 所谓铁臂就是他的两只红钱 若这么平撞过去黑寡妇躲避不及 疑似接近他的身子 金翅大将军就会把那张开的双钱 迅速合拢 一将一撕 黑寡妇飞死即伤 这一回金翅大将军使出了杀手锏 黑寡妇咽感怠慢 说时迟那时快 眼看金翅大将军舍命撞来 黑寡妇振翅一跃 就在他整个身子刚刚离地之时 金翅大将军已是携雷带电般地 冲到了他的腹下 他还来不及飞得更高 金翅大将军的红毛铁钳 已经是扫到了他的后腿了 黑寡妇收缩不及 早见右后腿已经被夹断半斤 一直瞪大眼睛屏住呼吸的牙狼 这时突然举着双手 对着大厅黑压压的人群 兴奋地喊叫了起来 黑寡妇的腿断了 立刻整个大厅里爆发出欢呼 毕得爷的拥顿们 一个个高兴的手舞足道 自以为胜券在握的避愣子 看到一对促之连过两招之后 心里不免犯嘀咕 单从颜色形状两样变时 这黑寡妇虽不是俗流 却也说不上是佳品 若是摆出来卖 也不过值三五个铜板 避愣地相信自己变虫的功夫 绝不会看走眼 但从他连躲金翅大将军的两扑来看 居然露出了那种 已经制动的上乘功夫 毕愣子心中一搁腾 心想完了 老子射了一辈子的燕 今儿个晚上 未必要让燕灼瞎眼睛 正晦气得没个头绪 忽然看见黑寡妇 亮亮呛呛掉了半截后夸 他顿时又心花怒放了 恰在这时 牙狼也来了那么一呼 惹起了大厅里的一片锅躁 避愣子去了金秀才一眼 只见他正金微作 盯着蟋蟀盆子两眼发直 也不知半动了哪根金了 避愣子竟动了侧眼之心 朝着牙狼吼了一句 你瞎扰个什么 牙狼挨了这一吼 满脸尴尬的伸了伸舌头 他又挥手示意大家安静 盆子里两只簇支各聚一方 中间是那一条断腿 避愣子轻轻喊了一句金先生 语气中让人扎么出那种胜利者 给予失败者的同情 金秀才一脸的冷静 他朝蟋蟀盆子挪了挪嘴 别急 往下看 碧愣子与牙狼的眼光 这才又落回到那两只战虫上 由于钱断了黑寡妇的一条腿 金翅大将军得意洋洋 只见她飞跃腾挪 精神倍佳 黑寡妇虽然断了一只 却也相当镇定 蹲在那里 好像是一团石刻都会爆炸的惊雷 金翅大将军本想把黑寡妇 撩拔出来作战 见黑寡妇闻思不动 她按捺不住 又一次纳头冲了过去 这次黑寡妇再也不闪躲 而是挺身站起 虽然只有三条腿 却同交铁柱一般毅力 当金翅大将军的一对大红钳 向两只长矛刺来之时 黑寡妇迅若骄龙 伸出双钳相接 顿时四只钳子紧紧揪在了一起 金翅大将军左搬右搬 终是摆脱不了钳支 按杭家的说法 这叫全家 两重相斗 按品类分 文口无口 两者区别 如全教中软弓硬弓 牙斧相交 敌虫即走 净致绝词者 这是文口 猛不可当 和前即投开向列者 乃是五口的表现 今日场上的这两只战虫 很明显 黑寡妇是文口 而金翅大将军则是百战百胜的五口 应该说 举前相迎 应非文口的强项 如此硬碰 文口肯定吃亏 但此时的黑寡妇 却大有风潇潇 溪水寒 壮世一去兮不复还的英雄气概 居然感同金翅大将军进行肉搏 而且双前宛若神柱 死死孤入金翅大将军 让其挣脱不开 讨不到半点便宜 双方这样僵持了一会儿 黑寡妇的大方头 突然向左一偏 同时也松了金翅大将军的左前 这也是斗技之一种 称为敲前 金翅大将军毕竟是身经百战 黑寡妇变出此招 在她的意料之中 当黑寡妇的钳子一松 她反过来 又把她抓住 黑寡妇发现此招不奏效 立即又调整姿势 再次将头侧转 做犀牛望月之事 以自己的牙外盘 频频敲击金翅大将军的牙根 金翅大将军对这一招没有料到 因此来不及防范 连敲几下 金翅大将军牙口松动 疼痛难忍 本来抢有力的一对钳子 呼的就软了 此时他也鼓足力气 将头撞向了黑寡妇的颈子 这是自救之法 只要黑寡妇保护颈项 两只钳子必然就会分开 这一招果然奏效 黑寡妇立马就收了双钱 护住颈项 金翅大将军趁势一跳 离开了黑寡妇的攻击范围 但是欲战欲勇的黑寡妇 哪肯放过呀 趁跳到盆子另一侧的 金翅大将军喘息未定 他已经是恶虎扑羊一般奔来 金翅大将军哑口腹痛 无心恋诈 值得跳起来躲避 慌乱之中 他的矫健的金翅 被黑寡妇的大黑钱刺破一只 这才真是破污又遭连夜雨呀 逗到此时 金翅大将军已是只有招架之功 而无还手之力了 双方纠缠了一会儿 金翅大将军被黑寡妇逼到了盆边 无路可逃 这小小畜生 尽管已经是遍体鳞伤 但毕竟是宁死不屈的硬案 他受不了这等羞辱 于是拼尽了全力 朝黑寡妇撞来 此时的他大概是想与黑寡妇同归于尽了 但黑寡妇岂肯上这个档子 只见他身子一摸 躲过了这致命的一击 金翅大将军由于用力过猛 收身未稳 打行蹲距的黑寡妇 看准金翅大将军的腰部 挺起了大方头狠命的一撞 历时只见金翅大将军已经是歪了脖子 翻了肚被撞成两截 牙狼又是情不自禁的一声尖叫 扭头一看闭愣子的一张冰脸 吓得赶紧捂住了嘴巴 通过牙狼的表情 大厅里的诸位赌客 大约猜得出发生了什么 纷纷拥上前来观看 当他们看到金翅大将军已经伸手一出 而黑寡妇仍在蹦的时候 都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啊 一时间大厅里除了把赌注压在黑寡妇身上的少数几个赌客 大都怅然若失金似寒蝉 碧愣子做梦也没想到会是这种结局 因此吃坐在那里像个木头人 也不知过了多久 他才缓缓站起来 朝金秀才道了一声后会有期 凡捡起双手 一声不吭 走出了秋魁府 金秀才与牙郎 金秀才问 谁啊 我家老爷 谁是你家老爷 七彩侠的老板 哦 是好老板 正是 我不认识他 这又有什么要紧呢 上去必然就认识了 金秀才还在犹豫 那人瞧着瞧四周压低了声音说 你以为这一万两银子好赚吗 外头不知有多少人等着收拾你呢 金秀才抬眼望去 果然发现周围有许多不怀好意的目光 所以说了一声好吧 随着那人上楼进了靠里的一个房间 屋子里头坐了三个人 是那日在怀仰九四的原班人马 好一彪徐绝和游七 三个人围桌而坐 桌上放着几滴精致的茶点 这三个人 这些时经常混在一起 平素还算老实的游七 自认识好一彪之后 短短十几天的时间 已经是吃喝嫖赌 样样都经历过了 张居正治家慎言 家里人若在外头滋尸 他从来都是严惩不怠 去年 曾有一个家丁收受人家十两银子的贿赂 打着他的牌子 跑到房县去干涉一桩官司 被他知道了 先是痛打一顿 然后送到官府治罪 如此一来 的确起到了杀鸡吓猴的作用 张居正当了首辅之后 默许游七与徐爵交往 为的是建立管道 保持他与冯宝的密切联系 至于好一彪 则是因为胡椒苏木折缝 需要他帮忙 这样一来 尤七经常离家 与这两个人鬼混 便有了堂而皇之的理由 今天下午 徐爵差人送信到张大学市府 要尤七晚上到秋奎府见面 说是有要事相商 尤七向张夫人告了假 如约成小轿来到了秋奎府 当小厮把尤七领进了秋奎府二楼这间雅市时 好一彪与徐爵已经先到了 三人坐定 尤七问 两位老兄 怎会在这里 未必你们都有斗蟋蟀的雅兴 好一彪笑哈哈的说 哈哈哈哈 先来无事 这里也是京城找乐子的最好去处 何况咱也曾言明 凡京城有名的晚赏之地 都要让你有老兄从容领略 尤七客气的一句 哎呀 总是让你破费 徐爵一双鱼泡眼 在尤七身上溜来溜去 老尤 两天没见 怎么背也弯了 尤七被他看得不自在 反唇相机 我天天忙着脚步沾地 哪有你徐总管快活 夜夜升哥 快活得像神仙呢 嘿 你瞧瞧这老尤啊 徐爵手指的尤七 眼看着好一彪 嬉皮笑脸的说 把天底下最苦的事 却当成了神仙日子 夜夜升哥有什么好啊 那一夜你给庙会开包累不累啊 咱在隔壁听的那个小道姑杀人似的嚎叫 就知道你老尤使了多大的劲 你一夜下来 底气都掏空了 腰部弯才怪呢 老好 今儿晚上你弄点什么给老尤资补资补啊 徐爵一向好捉弄人 他看准了尤七是个好捏的柿子 因此一见面就拿他开涮 尤七肚子里的搜主意虽然不少 但天生一条呆舌头 打嘴巴官司 不是徐爵的对手 受了徐爵这一顿嘲弄 除了摇头傻笑也别无他法 亏得好一彪出面解围 换了话题 说道 有老兄 斗蟋蟀的伙 玩过没有 小时候玩过 来京城以后呢 没有 尤七摇了头 哎呀 这秋魁府的大明 我是早就听说了 今儿还是第一次进来 这门道里也有大学问啊 好一彪说着 便以行家的口气 大砍了一通蟋蟀精 尤七本无心虚 又怕他们笑话他老土 值得装出饶有兴趣的样子 待好一彪话音一落 他便问道 听说玩蟋蟀的一套行头 也大有讲究 仅一个稀碎盆子 便宜的 三两个铜板 贵的 就得好几两银子 哈哈哈哈 好几两银子 哈哈哈哈 好一彪哈哈哈哈哈哈 好一彪哈哈哈哈大笑 呦老兄啊 改一天我请你到寒舍 看看我收藏的十几只 宣德谣的蟋蟀盆子 最贵的 只两百两银子 哈哈哈哈 啊我的天哪 油漆精的一身舌头啊 这唇是抬起来的 就是金盆子也支不了这个件啊 我收藏的最好的宣德谣蟋蟀盆子 产自苏州 说到这里 好一彪把脑壳一拍 像突然激起什么似的 瞅着油漆说道 哎呀 提起苏州 余地有件事 想请油漆兄帮忙啊 哦 什么事啊 事情倒不大 只要有老兄肯帮这个忙 就一如反掌 哦 这么简单啊 尤其摸了摸脸上的乌纱织 眯眼笑着等待下文 好一彪斟酌着说 哎 眼看就要换季了 咱从杭州苏州等处 置办了一些衣料 你运来精师 想请油老兄帮忙 弄三条船 杭州两条 苏州一条 让我弄船 油漆一下子瞪大了眼睛 好老兄 你这是开的啥玩笑啊 我上哪弄船去啊 徐决插话道 老姚 好老弟姬开了口了 就知道你一定弄得到这三条船 我 我上哪儿去弄啊 我上哪儿去弄啊 找你家老爷 首辅大人呢 啊 找他 油漆一听 就是一惊 徐决 回话干脆 对 找他 京行大运河上管理曹运的 是衙门设在扬州的操江御史 眼下正是下梁起届 运河上的操船有几千条 只要首辅大人给操江御史写封信 让他调拨三条船 给好老弟拥拥 还不是小菜一碟吗 油漆犹豫着问 运河上不是还有商船吗 干嘛非得用操江的操船呢 徐决见油漆 问这等蠢话 又好气势又好笑 哎呀 老油 你到底是装傻呢 还是真的不懂啊 油漆一口咬定 我 我 我真的不懂啊 徐决值得解释 那两千多里的京杭大运河上 南来北往的船只有上万条 但沿途靠船吃饭的官匪 更是多如牛毛 如果是一条普通的商船 从杭州出发 沿途要经过苏州 扬州 济南卫 通州 张家港 五处 阙关 这都是朝廷的税关 过一关就得交一次税 四次税下来 一船货的价值已经被弄走了一半了 这还算是轻的 若碰上咽过拔毛的家伙 兴许一船货都给你没收了 这是关卡 还有匪呢 一路上江中不知什么时候会冒出一股子强盗来 杀人越货 不但截了船去 押船的人连命都得搭上 所以一般的商人绝对不敢雇船运货 但运河上也有两种船 非常安全 一是一船 这是运送官员的 还有就是曹船 专为运送粮食和官办的货物 驾这两种船的 都是由兵部管辖的曹军 都是吃黄粮的兵的爷 哪个敢惹呀 郝老弟之所以想弄几条曹船运货 一来是为了安全着想 二来是咱明人也不说暗话 但是那四处雀观 就可以省下一大笔税银 徐决说的这些 尤其早有耳闻 南北商人常常托京城里 有权有势的大臣 给曹江御史写条子弄曹船 一年要挣不少的黑钱 他之所以装糊涂 就是想逼着好一标 说出实情来 当性急的徐决和盘拖出之后 他就在心里盘算 每条曹船大号的 能装上万弹粮食 即便是小号的 也能装六千弹 好一标弄三条曹船 装载的肯定都是上等的丝绸面料 取个中价 一条船的货也值十万辆银子 不说别的 但是那四道雀观 就要多少银子打发呀 想到这里 尤其心里有了谱了 于是撇了这话头 荡开一句问道 徐兄知道吗 王转手下一个当头 叫蒋二望 前几日被拘禁了刑部大牢啊 徐决点点头 表示知道 听说他吃空想 咱今天看了王转给皇上的本子 说是要严查这事 你能看这本子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徐决白了尤其一眼 凡是皇上能看的本子 咱家老爷都能看 只要咱家老爷能看 咱就能看 这么说 咱们徐老兄 也算是半个皇上了 你有老兄 也是半个首府啊 好一彪说句玩笑话 本是讨好的意思 没想到两位大管家 一起变了脸了 尤其赶紧说 哎呀 好老弟 这玩笑开不得呀 徐决也附和了一句 是啊 这话 有欺君之罪 咱担当不起呀 说着徐决又接了先前的话头 对尤其说 王转那道本子 内队 内队担了票 明日御址 就会出来 要各衙门 按五城兵马司 那样去做 严格清查 本属 探墨 官吏 尤其答道 这是京查 这是京查的主要内容 徐决忽然有点兴兴然 哎 也是首辅大人的神来之笔 不过罗做罗打 鼓做鼓敲 京城十八大衙门反贪磨 并不妨碍你尤其做这个人情 尤其不说为难 也不说不为难 只是笑着问 徐老兄 你说明儿皇上圣旨一发 咱家老爷还能给操江御史写信吗 这有啥不能的 徐决理直气壮 前些时京官们为胡椒苏木折缝闹事 你家老爷要好老弟挂牌收购胡椒苏木 好老弟没说半个步子 第二天就照办了 现在请他老先生写个条子 也算是回报嘛 尤其就知道徐决会提这档子事 他也觉得这的确是找老爷写条子的正当理由 但他仍不肯爽快答应 敷衍道 咱老爷规矩 不要说我是个下人 就是他的亲戚 也从不敢开口求他办事啊 一直在旁边静听谈话的好一标 这时开口说道 要老兄真有难处就算了 不过如果这事办得成 我郝某决不会让你空楼 哎呀 郝老弟这话就见歪了 尤其嘴上埋怨 心里要的就是这句话呀 明日得变 我将这事向老爷婉转表达 若办得成 是你好老弟的运气 办不成 你也别怪我 哎呀 想 有你这句话 好老弟就吃了定心丸了 徐决说着 伸了个懒腰 哎呀 干嚼了 这半天舌头 该弄点酒来吃了 小厮筛了一壶热酒 多了几样茶点上来 三个人刚喝上一钟 忽听得楼下一片锅躁 原来金翅大将军 与黑寡妇的薄纱 已经到了紧要关头了 金秀才刚一进门 好一标就起身 朝他打了一拱说道 恭喜金先生 今晚上大货全上 管家介绍 这就是咱府上好老爷 金秀才拱手还了一礼 啊 结实好老爷很高兴 雕虫小记不过耳耳 那用得上好老爷 恭喜呀 好一标请金秀才入座 指的徐决与尤七说 啊 这两位是鄙人的朋友 徐决与尤七都欠欠身子 以示欢迎 好一标与徐决 都有养醋汁的嗜好 虽算不得一流高手 却也在圈内小有名气 今夜里忽然冒出个谁也没听说过的金秀才 把在京城促之场中称王称霸十几年的臂愣子拉下马来 倒真是让两人吃惊不朽 因此一定要把金秀子请上来一会 至于尤七 虽然是个门外汉 但既然坐在这屋里了 也只能逢场作息 金秀才入座 四个人正好各站一方 好一标的管家 退出去重新把门延好 金秀才把手中提着的竹筒放在桌上 徐决睁着鱼泡眼干笑着说 金先生 那只黑寡妇可在竹筒里 金秀才点了点头 再 能否让咱们见识见识 有何不可呢 金秀才说着 就把竹筒推到了徐决面前 徐决双手捧起 透过草戏朝里细看 只见黑寡妇此刻又是十分的懒意 扶在筒底一动也不想动 徐决于是又把竹筒递给了好一标 好一标弄根草 身进去拨弄 黑寡妇也只是稍稍挪了挪身子 好一标问 这黑寡妇 怎么让人看不出个大王像来呢 金秀才 瞎了一口茶 请问好老爷 大王像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碧愣子的那只金翅大将军 论颜色是一丝不杂的蟹壳青 翅子金黄黄 钳子红彤彤 嘴像狮子嘴 头像蜻蜓头 腿像炸蒙腿 而且毛躁躁的 一看就让人眼热 可是你这只黑寡妇 老是这么畏畏缩缩 无精打采 咱真不知道 他如何能把金翅大将军打败呢 金秀才浅浅一笑 好老爷大约 是中了甲四道的毒太身呢 哦 此花怎讲 方才好老爷品评 促之是否王者相 用的都是甲四道 所著秋虫谱里的原话 这甲四道称得上南宋的第一大玩家 对促之之精通 实乃及前人之大成 而又有独创之剑 实人无出其用 但甲四道毕竟死去近三百年 这期间沧海桑田 该有多少变化呢 蟋蟀虽为威莫之蠢 也不可能一成不变 况且蟋蟀之幽威 甲四道也有发觉未尽之初 好依标与金秀才对话时 徐决一直专注倾听 这时插嘴问道 依金先生之剑 黑寡妇生在哪里呢 毕大爷的金翅大将军 的确是神品 但一看他的动静 就知他产自败瑶 嗯 败瑶 何以见得 一座瑶败后 瑶火尽脆于砖中 虽天长日久杂草慢生 但砖中造气仍是旺盛 在这种砖缝里长成的醋枝 具纯阳之气 且青色身子 红色钳子 金色翅膀 处处都如火辽油泼 呈现一派鹦鹉之气 毕大爷的金翅大将军 正具备这些特点 说他万里挑衣 还有些亏 说他可遇而不可求 则竖机尽之 从品香上看 金翅大将军 的确有王者风范呢 那既是这样 他为何会死于 黑寡妇之手呢 金秀才眨得眨眼睛 狡黠的一笑 这就叫卤水点豆腐 一物相优 在下那只黑寡妇 产自古种 嗯 曲绝一时没听明白 什么古种 尤其帮着解释 就是年代久远的老坟 金秀才看了游戏一眼 继续说 这位先生说得不错 古种 年代久远 宁 至阴之精 产于其中的醋枝 颜色偏暗 四肢偏短 以通体 黑色为上品 由于 由于 血中 智冷 促之 四省 四眠 并不洗冻 一旦捕捉到手 顺其性 以养之 养其风 蓄其勇 使之 投入 薄杀 可收 其消 你这黑寡 寡妇 桌子 何处 香山 哦 那里的老坟多呀 徐爵点了点头 又狐疑地问道 老坟之产 就能斗过 败瑶之产 这不一定吧 如果都是上品 古种之产 就一定会胜过 败瑶之产 以阴克阳 虽属道家言 却也是兵家大法 金秀在侃侃而言 头头是道 文者无不折服 趁徐爵瞎查时 好一标又问 方才金先生说 顺其性 以养之 这究竟是 如何一个养法呢 金秀在 看眼前的这三个人 是真心请教 而且无恶意 也就合盘 道出了真经 养法 因虫而异 不可拘泥 就说这黑寡妇 既出自古种 又属词 可谓是 因上加因 首先要设法 给她治揽病 激发其斗志 对症下药 又分水疗 与食疗 先说水疗 黑寡妇 出带上来 从冷 沁沁的地穴 到 娇阳 普照之地面 一下子热不可耐 致使 倦怠 加倍 为了让她适应 地面热度 须得以青草 雷碎 角枝 入蜜糖水 调匀 再渗入 河水 慢慢 给她洗浴 这里头 要紧的一点 是必须用 河水 井水 泉水 都使不得 因这两种水 太凉 浇上去 重申 难免 耸力 轻者得寒症 重者 甚至会 丢命 河水 性温 一次一次 浇过 不消三日 黑寡妇 对地面 就适应如常 再就是 食鸟 黑寡妇 常处 地穴 多吃 阴凉 小虫 如果一味 顺其所好 则仍不能 培养 斗志 正确之法 是取 汉莲草 嫩花 喂嗣 每餐 再配以四五只 绕飞于肝粪上的苍蝇 餐后 取南婴 便水 砸以清水调和 让其 错隐 如此 数日 黑寡妇 表面上 虽然还是懒洋洋 打不起精神 但体内 已是元气大充 一欲战斗 两三回合之后 就能摆脱 惰性 而且越战越勇 必欲致敌 重于死地 而后快 金秀才不羁不许 从容不破 道出这一番高论 在座的玩家们 无不佩服的 无踢投地 好一标 又把那竹筒 拿起来 再把黑寡妇 仔仔细细 瞧了一遍 叹道 如此一只好虫 可惜断了一条腿呀 这也无妨 只好调养几天 他仍是盖世英雄 请问如何调养 用梨洛上断结虫 再配上扁丹虫 一起烘干 盐和味之 再用姜汁浓茶 配以铜湖中 敬过三日的铜变 作为饮品 如此调养七日 黑寡妇仍骁勇如初 可他毕竟断了一条腿呀 人之断臂 而为英雄者 不也屡有出现吗 嗯 这倒也是 好一标 哑然一笑 玄疾试探地问 这只黑寡妇 不知金先生能否割哀 怎么 好老爷想买 是啊 金先生若有意 可出个家 金匣子 又把在座三个人 瞅了一眼说 好老爷 既然有心购买 李当由您开价 好一标举起了一只手 五百两银子 你看怎样 金区才笑而不达 好一标 愣了愣 兴急地说 上回 闭愣子的金赤 大将军 咱出过八百两银子 他不肯让出 黑寡妇 既然战胜了他 我索性再加二百两 一千两银子 你卖不卖 金匣才突然 哈哈大笑 在座三个人 都让他给笑懵了 徐决脸一拧 问道 你笑啥呀 金匣才收住了笑 好大爷财大气粗啊 啃出一千两银子 买只虫儿 也算是豪气甘云 只是我金某不肯卖 徐决见金匣才张狂起来 便威胁地说 金先生 大概不知道 好老爷的名声吧 我金某虽财书学浅 但好老爷的名声 还是晓得的 富可敌国 挥金如土 前几天还张贴告示 大量收购胡椒苏木 以解户部之困 京城十八大衙门 内建二十四司局 全都有哥们朋友 是个手眼通天的人物 你既知道这些 为何不肯卖 卖了 在下就得罪了 在座诸位 好一标问 好 周瑜打黄盖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哪有什么得罪呀 相比之下 他倒显得彬彬有礼了 方才我金某赚了一万两银子 那是赌 赌桌上只有输赢没有情分 现在你好老爷要花一千两银子买黑寡妇 这是买卖 既是买卖 就得讲公平交易 一直从破棺材里逮着的虫儿 哪值一千两 纵使你好老爷啃出这个价 我金某若是要了 岂不是坑你吗 游七探道 金先生是读书人 讲道意 好一标催促 那你说值多少 总得开个价吧 金袖子把竹筒 往好一标的跟前一推 大度的说 我看好老爷是道中人 有千金买马骨的侠士一封 也罢 这只黑寡妇就送给你了 这 金袖子如此慷慨 倒让好一标不好意思了 沉着脸的徐绝 又勉强挤出了笑容赞道 金先生 毕竟是爽快人 这位老爷不必夸奖 金某奉送黑寡妇 也有一个小小的条件 好一标 手一抬 请讲 在下进这间房之前 承蒙豪老爷管家提醒 说金某赢了这一万两银票 恐怕出门就有危险 因此请求豪老爷 能否派人护送在下 回到寒舍 徐绝大包大懒 这有何难啊 不用好老爷 咱老徐就可以做到 接着 他一拍巴掌 喊了一声 来人呐 应声门响 只见东厂那个刮刀脸 走了进来 徐绝对他说 你派几个弟兄 护送这位金先生回家 如有闪失 我拿你试问 是 刮刀脸硬诺 退到了门外守候 金修才立马站起身来 对在座的三个人拱了拱手 哎呀 多谢诸位 金某先走一步 这些天王国光每天都在点卯之前 就早早的来到执房 国库浩劫 他的当务之急就是筹措银粮 以资国用 全国田地客税 分夏秋两季征收 夏季客银应于八月底前征收完毕 但实际上往往拖至九十月份 也征收不齐 王国光让十三司分头 催促各自对应的省份 户部也资文各省府台 希望切实督促 如何征齐下课 务必于八月十日前 解副两经太仓宴交 眼看七线一刀 可是还没有哪个省的客银解来 由户部指管的两怀浙江长卢 等九个盐运司 以及扬州九江德安等十大税官 虽经多次督催 因各种各样的原因 也都无言客与伤税解来 数口之家 每天开门 也有柴米油盐 酱醋茶 七件事等着花钱 何况一个国家呀 京城中五府六部 大的小小数十个衙门 一天得要多少银子的开销 特别是皇上御旨 取消王侯熏器的胡椒苏木折缝 又新增了几万两银子的亏空 王国光为此急的 如热锅上的蚂蚁 加之同利本事件发生之后 一些官员借机闹事 放冷箭打横炮 冷嘲热讽写匿名帖子 目标都对着他这个布唐大人 此情之下 王国光纵然是铁打汉子 也不免心力交瘁 几天下来 竟掉了十几斤肉 平日风筝的两腮 塌陷了下去 今日他刚到职房 日职私务 就进来禀报 说泰山提举阳用城 已经在执事厅里等着后见了 王国光吩咐 把杨用城带进职房 私务遵命而去 到了门边又停了下来 王国光问 还有何时 官正金学增 一定要卑职转高 他说他有要紧事 要见布唐大人 一听到这个名字 王国光立刻就想到了 储记仓事件 对这个敢于太岁 头上冻土的愣头青 他颇有几分好感 只是这些日子事物 繁杂还来不及召见 王国光问 他有什么要紧事啊 他不肯讲 说只能禀告布唐大人 王国光皱了皱眉 他眼下忙得分身无数 哪有功夫听一位闲职的钥匙 对思务就挥了挥手 你告诉他 待我有空再传他 你快去将杨用城带来 思务出去不一会儿 便领见了一个瘦高个 两条螺圈腿的半老头子进来 只见他身着精葛布制成的五品白衔官服 许是早起怕凉 官服外头还套了一件罩甲 看上去不伦不类 他一进来就磕头 用浓重的山东来周口音说 卑职礼部泰山提举杨用城 叩见户部布唐王大人 一听这自曝家门 什么礼部互不分的清清楚楚 王国光明白藏在画缝里的暗刺 也不便发作 只说道 请起 坐下说话 是 卑职遵命 杨用城艰难的爬起来 按思务的指点 寻了把椅子坐起 双手抱着右膝盖头 一阵揉捏 只因刚才下跪太快 膝盖头被砖地 搁得生疼 王国光瞟了他一眼 吩咐私物 你去把金布段大人找来 一块与杨大人谈话 今天这场谈话 原也是为了税淫问题 自永乐时期起 泰山上大的小小几十座道观 乃国中第一香火旺帝 每年上山进香者不下数十万人 各道观 每年接受的香火灯油钱多者上万 最不记忆的也有上千两银子 因此征收泰山的香税银 也是永乐皇帝的主意 按各道观收入多寡 而核定纳税数额 一定三年不变 三年后再根据变化重新核定 如此循环往复 一百多年来 每年所征的香税银 最多征至三万 最少的也能征到一万两千两 从龙庆三年起 核定泰山香税银所征总额 为每年两万两 尽管各地各种税银 很难如数征收 但泰山香税银 却总是能够如期实数入库 去年底 经户部礼部泰安州三方一起核查 从龙庆六年时 泰山香税银 十征数额为每年两万两千两 比前三年每年增加了两千两 这一增额 当时各方均无异议 泰山香税银 虽然由户部列收 但其征收者 却是主管山政的泰山提举 按其惯例 全国各大佛道明山 都有礼部选派提举 前往管辖 提举是从无贫先 有自己单独的衙门 其主要职责是管理山中一应公贯事务 征收香税银 只是代理 这位杨用成正是按照规定期限 解银到户部交付了 他此番应交今年上半年的香税银 一万一千两 但昨日交到泰仓的只有六千两 少了整整五千两 泰山大使问缘由 他支支呜呜说了一大堆 还是没交代清楚 由于数额悬殊太大 泰仓大使不敢做主 所以上报部主管金布司 司狼也不敢决断 赶紧又报到布堂 王国光正在为银子着急呢 恨不能沙子里淘金针金削铁 从什么地方 能挖出一印子元宝来呢 一听此事 不由得火冒三丈 所以让司务安排了今日的会见 一会儿 金布司狼中 断职尊命前来 续作之后 王国光也不讲磕头 劈头就问 杨大人 泰山解布的香税银 为何一下子少了五千两啊 因估计杨用成是礼部官员 而非本衙部署 王国光虽然心中窝火 但还是喊了一声杨大人 以表示客气 但杨用成昨日 却从本衙部唐大人 王熙烈那里领受了机遗 到户部来交差 不必低声下气 因此也就骑了驴子 不怕老虎 他觉得眼前这位 王部唐一开口就好像吃了冲腰 言语生硬很不受用 因此冒失顶了一句 本来就只有这么多 非职又没贪磨一分 大胆 王国光窝了一肚子火 终是按捺不住 一拍桌子吼了起来 香税银交不起 你反倒有理 五千两银子哪里去了 你今天必须交代明白 杨用成扯着扯嘴角 就是不吭声 王国光逼问 说呀 哑巴啦 杨用成突然豁得站起来 子仗着脸大声的说 王大人 卑职乃礼部官员 你户部无权咫尺 贤卑职收税不利 王大人你直接派人去收 王国光一下子被噎住了 他没想到 一个小小的泰山提举 竟然敢同他叫板 顿时气得直打哆嗦 恨不能杨手郭阳用成几个耳光 金布丝郎中断职 更没有想到看似粘萝卜一样的一个人 竟像是吃了豹子胆 敢在王国光面前如此呕骂 也是又气又急 连忙吹胡子瞪眼睛 沉骂道 杨大人 你怎敢如此对布唐大人说话 看你岁数也不小了 竟这样不识好歹 连尊卑都分不清了吗 卑职攒得不懂 杨用成强着脖子 振振有词地变道 两步之间挫伤事情 叫会一 卑职一约前来 官职虽卑 但毕竟是礼不所浅 王大人只吃卑职 实际上是不给咱礼部面子 卑职挨骂是小 礼部体面是大 就为这个 卑职在这里待不得了 王大人容卑职告辞 杨用成说吧 提着官袍抬脚就要出门 忽听得门外一声吏喝 回去 惊得杨用成身子一抖啊 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钉在那儿了 抬头一看 只见一位身材奇长 虚然疾富 身着一品仙鹤官服的人 黑纱似的站在他面前 他并不知道这位大员是谁 听得王国光在屋里头 惊呼了一声 守福 他这才知道这位气势夺人的大人物 是新任首辅张居正 顿时害得后退几步 赶紧跪下磕头 并报了自家身份 金布司郎中 也跟着跪了下去 王国光 拱手一一 欲说什么 张居正示意他等会儿 他脸色铁青 绕着常柜在地的杨用成 夺步两圈 然后坐到一张红木椅上 说道 方才本府在门外听得真切 你这个不大不小的从无品官 竟敢在布唐大人面前放坡撒野 仅这一点 就可以让锦衣卫将你拿了 杨用成从最初的震慑中缓过神的 小声的嘟囔 回首府大人 卑职方才的态度 实乃事出有因 什么事 你且站起来回话 杨用成刚要一抬屁股站起来 一眼瞥见张居正用手指着的是断直 遂又双手按着膝头故意了 断直站起来缩着身子 公公紧紧的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 张居正听了 脸色越发阴沉的怕人 他目光如炬 盯着杨用成问道 杨用成 你说 为何短了五千两银子 这是各道观不如其上交吗 都交上了 是解银路上宇宙的强盗 没 没有 那银子呢 银子 杨用成抬头看了一眼张居正 见这位首府冷若冰霜目光灼人 又吓得把头埋了下去 孽如刀 并收服大人 这五千两银子肯定有去向 只是卑职来户部前 咱里部唐官做了交代 不让卑职说出 张居正冷冷一笑 让人不寒而栗 原来这里头还有猫腻 接着他明知故问道 礼部 哪个唐官呢 左侍郎 王大人 王熙烈 张居正与王国光对视了一眼 更感到其中大有蹊跷 顿时逼问得更紧了 你现在回话 五千两银子究竟去了哪里 这个 这个 杨用成急的语无伦次 还望首府直接去问 去 去问王大人吧 我现在问的是你 你必须回答 张居正咄咄逼人 自自吐火 杨用成前胸后背 早已经是冷汗尽尽 情之扭孽不过 值得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今年五月份 龙庆皇帝病重时 曾派出八大太监率队 前往八座佛道明山 静香 攘灾祈福 派往泰山一队的领队 是李贵妃所居 慈宁宫的管事牌子 邱德用 这一行人到达泰山之后 一应接待费用 都由泰山提举衙门支付 静香吉兵 邱德用提出 要给陈皇后 与李贵妃 带袋礼品回去 杨用成 哪敢不办呢 遂与随邱德用 一道前来的礼部拆官商 一共置办了 三千两银子的礼品 让邱德用 带回京城 这样连同接待费用一起 大约花掉了 五千两银子 李部拆官回来后 将此事向当时的 布堂高仪做了禀报 高仪虽然心下不愧 但钱既然已经花了 总得设法出仗 于是将此事告诉了高拱 寻求解决 高拱口头答应 从今年的香睡银中列支 杨用成此次押借香睡银来京 先到李部 向暂时负责的左侍郎 王熙烈说明此事 王熙烈一听 就感到这里头 大有文章可做 他心中盘算 王国光眼下是满世界 找财源 为一两银子恨不得绝地三尺 对这五千两银子的去向 他定然要追查到底 但这笔钱既然花在了 李太后身上 谁来追查都不消怕的 王国光如果一定要打破砂锅 问到底 势必就会得罪李太后 眼下李太后权倾天下 想到这里 王熙烈巴不得王国光追查这件事 而惹起李太后的肝火 于是向杨用成面授机 如果王国光问起那五千两银子的下落 你无可奉告 他若紧追不舍 你就把责任推到我这里来 让他直接来找我 杨用成生性于憨 又是个马屁精 除了自家上司 认谁都不认 王熙烈的话 对他来说就是圣旨 因此今日来户部 本就报定了不土实情的宗旨 所以根本就不买王国光的账 若不是张居正来得及时 他早就一甩袖子走了 杨用成磕磕巴巴 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讲了个大概 他当然不知道王熙烈 想借此闹事的险恶用心 只当是两部之间的举语 因此执行本部堂的命令 忠心耿耿 张居正听罢案 吃了一惊 没想到五千两银子后头 还藏有这等玄机 顿时把王熙烈的蛇蝎之心 看得更透彻了 他脑袋一转说道 杨用成你且起来 在户部里找监房 将这件事的始末情况 写成帖子交来 是 杨用成跪了大半个时辰了 已经是腰酸腿疼 爬起来一瘸一瘸 随着断职出门找房子去了 带断职与杨用成走出职房 王国光就迫不及待地问 书大 您怎么突然来了 有几件要紧事 特来户部与你商量 那你来之前总得通知医生啊 咱这里好做准备呀 准备什么呀 到大门口迎接是不是 嗨 老朋友了 还讲什么磕头 却说上次深夜 在机箱炉与王国光见过一面之后 差不多十几天时间 两个人一直未曾谋面 期间风起云涌 祸机贫起 特别是同立本上吊之后 王国光作为胡椒苏木折缝的首唱者 承受的压力最大 乌言会语 嘲骂不说 甚至大轿子抬过街上 冷不丁就会有一块石头投掷过来 有一次居然砸到了轿顶 种种威胁不一而尽 在如此艰难情势之下 王国光一不妥协 二不气馁 三不埋怨 四不叫苦 仍是一门心思 为国库筹措银两 仅此一点 就令朝中所有正直的大臣深受感动 张居正更不例外 他今天前来 一是的确有要事商议 二来也含有优服体恤之一 谁知一进户部 就碰上这么一件令人头疼的事 因此越发体会到王国光的办事之难了 此刻 当他看到固有塌陷的眼窝 和松垮的双仪 不禁动情地说道 卢官啊 十几天不见 你竟变得这般憔悴 王国光伸手摸了摸两腮 自嘲地说 吴子虚过招官 一夜愁白了头 这滋味 咱算尝到了 张居正 是奎然探到 哎 这倒也是 昨天皇上遇旨 给南京护科 几世中贵元卿 消极处分 护部 有何反应 护部官员当然高兴 但咱听说 同立本所著的 羊尾巴胡同 每日里 仍像开庙会似的 这个不用管他 树倒呼寸散 如果 你应懂得这个道理 秦贼秦王 如今的王 就是未学增 王熙烈两个 王国光摇了头 一脸怒气 不过小心不亏人 咱已准备了 辩书 呈给皇上 另外 还准备了两本账 什么账 王国光起身 从暗机上 爆来了一摞账册 从中抽出了 两个贴黄本 递给了张居正 布里各司 协同会查 赶日赶夜 将历年 积签 盘查清楚 都在这两本账册里了 张居正结果 所谓贴黄本 乃是区别于资料 浩凡之明细账的 简约本 是承上御前 便于皇帝 阅览的专用本事 封面 一律贴上 黄铃条签 张居正 拿起了面上的一本 一页一页的翻卡 其中一页的一张表 引起了他的注意 时间 龙庆元年 岁入银 二百零一万四千二百两 岁出银 五百五十三万两 亏空银 三百五十一万五千八百两 龙庆二年 岁入银 二百三十万两 岁出银 四百四十万两 亏空银 二百一十万两 龙庆三年 岁入银 二百三十万两 岁出银 三百七十九万两 亏空银 一百一十四万九千两 龙庆四年 岁入银 二百三十万两 岁出银 三百八十万两 亏空银 一百一十五万两 龙庆五年 岁入银 三百一十万两 岁出银 三百二十万两 亏空银 十万两 张居正接着往下看 翻过了几页 他看到了历年 赴税积欠的数位 嘉靖时期至龙庆元年 积欠的银两 是三百四十余万两 龙庆二年至龙庆五年 是二百七十多万两 看完这册贴黄本 张居正又拿起了另一本翻看 是当年征收银两的总额 与劣支情况 因今年龙庆皇帝大行 与万利皇帝登基 两件大适用银大增 两相比较 又是百多万两的亏空 放下账策 张居正只觉得眼睛疲倦 一边揉着双眼 一边沉重的说 国朝家底 鸡贫鸡弱 激进崩溃呀 仅龙庆一朝 国库亏空的银两 就达八百万两之举 加上今年 差不多是一千万两了 真是触目惊心啊 说他土崩鱼烂也不为过 如今太苍吟告庆 两京官员胡椒苏木折缝 是不得已而为之 可是有那么几个人 不但不为朝廷分忧解难 反而受奸蛊惑 煽动不明尸体的官员们 寻衅闹事 巴不得天下大乱 王熙烈就是一个例子 泰山香睡淫这件事 本来一句话就说得清楚 他却指使属下故意隐瞒 故意挑起事端 制造矛盾 这种规例之人 竟然还能在官场上大行其道 你说邪也不邪 看来不治一治他们 这股的邪气还真的压不下去了 尽管张居正说话语气沉缓 但王国光已经看出 他是在尽量克制愤怒 于是又起身去案机上 拿来了两张尖纸递给了他 书大 你再看看这个 张居正接过来一看 上面写着 永乐二十二年 令在经文五官折缝钞 据给胡椒苏木 胡椒美金准超十六贯 苏木美金八贯 宣德六年 令以成运库生捐 折在经文五官 十一月十二月 本色缝 每匹折迷两淡 宣德七年 令文五官月之本色缝一淡 以两经脏伐裤 衣服 布 捐等物 折给 宣德九年 令仍以胡椒苏木 折两经文五官奉抄 胡椒美金准超一百贯 苏木美金五十贯 景泰元年 令以龙江盐仓 简效 披验所存 鸡盐 折之南京文五官 本色缝 每盐五十斤 折米一淡 景泰六年 令以张家湾盐仓 收集 情志 客商 余盐 并撕盐 给通州 并通州五位 及附近密云 等六位官折缝 每盐一百四十斤 准米一淡 看罢 这些折缝的势力 张居正赞叹 王国光 办事缜密 想得周到 他笑了笑 看来 辱官早就做好了 反击的准备 这些势力 详实有力 证据凿凿 说明 食物折缝 是组织 不是你 王国光 独出心裁 那帮 想闹事的官员 这回是 嚼上了一颗 铜豌豆啊 王国光 并不乐观 从武清博李伟 到桂园清 咱看出有人 在山阴峰点鬼火 打的是我 其实要整的是你 这个我知道 张居正想起了 那日冯宝讲的 唐玄宗使宰相 咬宠的事 很有把握地说 其实这些招数 也没有什么新意 王国光 愤愤不平地说 吴清博李伟的告状 还是添了不少麻烦 王侯熏气 有几个靠俸禄吃饭 三年不给新银 他们照样 花天酒地锦衣玉食 真正有困难 是那些小官吏 现在倒好 他们不搞食物折缝了 苦的是底层官员 七彩霞的老板 郝一彪 打出招牌 大量收购胡椒酥木 这些小官吏的食物变现 应不成问题 不成啊 王国光苦笑了一下 官员们再穷 却也不肯沾上铜臭 铜立本死后 每天都有官员跑来户部闹事 要退胡椒酥木 你如何处置 金书收下 待太仓有了银钞进账 再给他们兑银 这样一来 胡椒酥木折缝 岂不是名存实亡了 是啊 书大 咱们得承认这一招失败了 一个李伟站出来 就把什么都给搅黄了 王国光忽然显得苍老了 暗褐色的前额上 仿佛敷上了一层阴影 张居正面对固有的伤感 脸色也一下子变得严峻起来 他的脑海中早就有了与王国光同样的想法 只不过他不愿向人提及而已 这些时的事实已经证明 他什么都可以碰 唯一不能碰的是皇权 他什么都可以更改 唯一不能更改的是皇室的利益 这样一来 他的富国强兵的愿望就不得不大打折扣 但他不肯接受这一事实 仍试图在夹缝中实现理想 不过 他今天不想与王国光讨论此事 他瞄了瞄击 岸上放着的贴黄本 平静地说 如官 不肯今天来 有三件事 要与你商量 张居正所说的三件事 第一 是殷正茂 归还给户部的二十万两银子 对王国光来说 这算是意外收获 有了这二十万两银子 王国光因此就想取消胡椒苏木折缝这一举措 说这事的时候 张居正要他不要指望拿这二十万两银子解决胡椒苏木折缝的问题 官员奉银 另想渠道解决 这主意还是打在郝一彪身上 由七昨夜回来 禀报好一彪想用曹传的事 他当时就想到可以答应 条件是好一彪必须出现银购买户部储存的胡椒苏木 王国光听了这个主意 想到堂堂一个首府 经验所需费用 冯宝让内宫剑造了一张浩银十五万两的购物单 过几日就会送到户部 张居正事先通个气 让王国光有个心理准备 这笔钱不一定用得上 他正在设法调停此事 是否能让李太后松口不花这笔钱 现在尚未可知 因此还得背着 说到第三件事 张居正稍稍斟酌了一下 才缓缓说道 李太后上次去昭宁寺靖乡 在寺中听说家乡火线 今年大旱 农民收不上粮食 因此让冯宝带信给我 抑郁给火线减免一年的赋税 我最近派人前往火线做了调查 虽然的确有些春汉 但麦子尚不知欠收 而山东 山西 河南等省的一些州府 今年却是从春汉到夏 一些田地颗粒无收 如果只给火线减免赋税 这些州府怎么办呢 如果不给火线减免 李太后肯定不高兴 他对冯公公讲 他自入宫以来 无论是生了皇太子 还是进封为贵妃 如今又晋升为太后 从未给家乡谋过任何福祉 因此现在提出这个请求 也不为过 如果你说此事 应该如何办理才是呢 听完了臣书 王国光一肚子不自在 这个李太后 有时候看起来很开通 有时候又有点蛮横 不讲理呀 皇上经言本可以从简 他非要弄出排场来 他只想到皇上的面子 却全然不顾户部的困难 眼下他王国光 为收税的事急得跳脚 他李太后那里又想着 要光宗要祖做人情 思前想呕 一股子无名火便窜了上来 出口的话 硬邦邦的个人 如今李太后一言九鼎 干脆遵从医治不就得了 张居正不急不躁 仍笑着问 这倒简单 那又如何对待那些 真正汉情严重的周福呢 那就一病减免 张居正应了一句 以闽农爱农之心 这倒是善举 说到这儿 张居正神情更让人捉摸不透了 如果只减免火献赋税 岂不是以庙堂神器而谋思德吗 这有备于天下围攻的圣君思想 若所有受汉州府一体减免 又有违法度 国家财政如此拮据 再容不得败家字了 如官 你说如何选一个万全之策 来解决这一难题呢 张居正一问再问 王国光不好意思再敷衍 于是认真地想了想 大道 首府如果别出心裁处理此事 恐怕又会招致非议 怎么能别出心裁呢 至此朝政与拜之际 我们行事必须甚至诱审 政令所出务必遵从组织 方不知受人以禀 如果你平常流行国朝财政典籍 你说这方面有何组织可寻吗 王国光又想了想 新皇上登基可减免天下赋税 以示天子爱民之心 前朝有永乐宣德 嘉靖等皇帝都做过 虽非洪武钦定之组织 却有故事可依 这故事就等于组织 张居正显然已经知道这些势力 此时胸有诚如 胡椒苏木折缝 也非洪武所定 但谁敢说他不是组织呢 凡前朝势力一经决定 而付诸实施 便成定制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请户部拟文 奏名皇上 执此改朝换代 新主成寺大统之计 力减天下赋税 以示皇上顺天爱民之心 那那那如何一个减法呢 张居正指的指账本 龙庆元年之前 各州府所欠积银 三百四十余万两 我看可请圣旨一体免掉 至于龙庆二年以后的积签 也可在圣旨中加以说明 限定时间征收入库 张居正话音刚落 王国光马上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积欠积酒 征收起来一般比较困难 哪怕朝廷斥令再三 各府州县也是百计推诿 如果干脆划一界限 把某年之前的积欠免掉 某年之后者加紧催收 地方官就不再有请托之词 再服以有效措施 事情或可圆满解决 如此一来收效有三 一是历年积欠一举解决 二是取悦皇上 三是收揽民心 仔细想来 再没有比得更好的方法了 王国光心里头十分赞同 只是担心地说 此举甚好 但没有单独减免火线 李太后那里会不会有想法呢 我想不会 张居正自信地答道 太后乃一国之至尊 她是天下万民的太后 而非火线人的太后 这是个简单的道理 李太后极为通情达理 不会不懂的 书大雄既有如此信心 这几天咱就将功折拟好 承报皇上 说到这里 王国光略一沉思 方才说到 崔娇几年欠税 倒让我想起一件事来 一请收服定夺 可是上次讲过 全国十大税官一年所收伤税 总共也有六十多万两银子 这些时日咱让金部 将龙庆元年以来税官收税情况列表被查 发现漏洞很大 一是漏收少收 二是地方苛扣 做假账 蒙骗朝廷 其政洁在于这十大税官 都有所在 州府通判掌管 通判卫卑 上头有知府通知 这些人屁股底下坐着的 是本州本府的利益 根本不会全心全意维护朝廷利益 就像这位杨永成 事先不做任何申报 就敢擅自做主 挪用本该收归国库的香税银 说到底 就因他是礼部官员 护部管不了他 要想解决这一避争 保证朝廷赴税收入 咱认为 只有更改税官的管理体制 王国康所言之是 张居正也是久迎于凶 这种人事管理上的弊病 不仅反映在户部 就是兵部 公部等 其他各大衙门也都有 管事的管不了人 管人的又不管事 导致弥正绵延 法令不畅 一些任势之臣 享有所作为 往往是处处受撤 未见其功 而棒一四起 张居正早就有心改革了 只是一时无暇顾忌 现在王国康既然提了出来 他觉得让户部带个头 先行改革也好 于是问道 你觉得应该如何更改 再不能让地方带收了 改由户部直接任命 各大税官的征税御史 这建议甚厚 如关兄既然已经想得透彻了 我看事不宜迟 赶紧操办才是 不过此体制从开国之初 沿袭至今 虽然扯皮拉筋 各衙门也都习惯了 一旦更改 各地方州府少了一块肥肉 肯定会强烈反对 所以这里头的困难 要想得多一些 我看这十大税官的主政者 级别也不能太低 否则一到地方 那些知府还会居高凌弱 衙门之间居宇更多 总之 你要想得细一些 待承报皇上取得旨意之后 再会同吏部 以同详意 一次确定 便成制度 张居正思路清晰 分析入微 王国光听了颇为振奋 接着又问 这十大税官的人选 是由户部主持选拔 还是由力部啊 当然是由户部 张居正斩钉截铁 既然要改 就所幸改得彻底一点 户部选官 力部派遣 并给官方 就按这一思路办理 如官啊 这十位官员的人选 你得审重物色 以我之见 他们既要善财政之场 又要能独当一面 勇于认识 哎 难就难在人上等 如今这世道 要想找个真正的人才 真是比登天还难呢 不会难到这种地步吧 常言到十步之内 必有芳草 古人还言千里马常有 而伯乐不常有 这都是选才之道 我总是说 天生一世之才 必足一世之用 只要我们不拘一格 人才总是找得到的 听说你户部里头 就有一个怪人 谁呀 张居正还来不及回答 胡听得本来寂静的院子 突然一阵喧哗 见货还听到了尖锐的赤骂声 在耳房里当值的书办 文声迅速跑了出去 清客又积不学会了禀告 王大人 有人在前院里打架 啊 王国光猝起了眉头 什么人如此放肆 是官政金学增 和礼部前来的官员 打起来了 怎么 是杨用成 不是 是另一个 王国光正欲发作 却听得张居正先说道 这个金学增 果然是个惹事之人 王国光恶然 首府 认识金学增 不认识 但听说过 我说的怪人 就是他 咱早上刚到职房 私房就禀报说 金学增有急事求见 咱向他一个闲得发霉的官政 有何要事啊 因此挡了 没想到他竟然和别部官员 打起架来 真是岂有此理 你传话让他进来 本府 倒想见见这个人 这好办 王国光说着 大喊了一声 来人呐 被执载 私物早就候在门口了 这会儿应声而入 王国光看了他一眼 没好气的说 去 把那个金学增 带进来 私物在执事厅里 找到了金学增 他正在接受 部里 左二郎官的身识 听说 部堂大人传他 便朝 左二 伸伸一一 故意咬文嚼字的说 深蒙雅迅 卑职 取也 那一副吊儿郎当的滑稽样子 逗得左二 笑也不是 是骂也不是 值得背过脸 去假装看院子里的 薔薇花架 在户部啊 这位金学增 本是无名之辈 但自从 楚记仓事件发生了之后 他就成了名人了 有人夸他有胆量 敢于同张大郎斗狠 也有人埋怨他多事 说王松之死 他应负间接的责任 但不管怎么说 楚记仓的差事 他是干不下去了 又回到户部 坐棱板凳 一连好几天 他待在书算房里 没有试作 便跑去文读房 借了些档案底报来看 但房中整日去 算盘珠子 噼里啪啦一片乱响 过躁的他 五心烦乱 便找到上司 要求换岗 上司实在找不到 一处地方 安排这个闲人 值得让他 到执事厅里当执 将每日 道部公干的各路官吏 逐一登记 并领到相应布司 这差事虽然淡得出水 但总算是有了事做了 他利用来访官吏 等待会见的功夫 同他们在执事厅里 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 从中竟了解了不少 唤情民意 今天早上点过某之后 金学增找到了执日私物 请他务必禀报 布唐大人说 有要事求宴 谁知吃了个闭门羹 他顿觉怅然 坐在执事厅的长条凳上 琢磨着 如何能走进布唐大人的职房 其间首府张居正到了户部 一头扎进布唐大人的职房 竟不见出来 金学增很想闯进去 向两位大人陈述要事 到布唐门口转了几趟 终没有勇气闯进去 值得退回到执事厅 两手支着腮帮子独自出神 正左思又想没个头绪 忽然门历领了一个人进来 穿着六品官服 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 金学增起身招呼他落座 然后坐回到基案远比登基 金学增问 哪个部门的 来者口气很大 礼部 金学增对这位来者 本就没有好感 一听说礼部的 越发是气不打一处来 顿时问话就成了审案子了 尊姓大名 来者递了名次过来 金学增接过 一边念 一边往登基部上添写 礼部 私物 既有功 贤六品 看你这神器比狼官还要适配 请问有何功干呢 申请用银 用银 金学增抬眼 瞟了纪有功一眼 请问 申请额度多少啊 五百两 用途 纪有功觉得这位登基官 已经是越权询问了 因此老大的不高兴 做何用途 与你有何相干 金学增把手中虎笔一割 痴然一笑 记得人 听卑职一句话 回吧 回 为何要回 互不改名了 互不改名 既有功大吃了一惊 改什么名了 叫空步 叫什么 空步 这是什么意思 太仓是空的 里头 里头只有蜘蛛网和耗子 你要不要 保全局里还有几个印钞的板模 你要不要 既有功 这才明白金学增是在树案的 顿时乌头黑脸 厉生的赤头 你这人好没正经 竟敢打狂语糊弄本官 待会儿见你唐官 一定直言尘上 让他对你严加管教 金学增满不在乎的嘻嘻笑着 那就拜托了 请问纪大人要见谁呀 杜之思亡中 见他没用 你得见布唐大人 为何 咱户部有了新规矩 凡各衙门前来申请用银超过一百两者 都得由布唐大人亲自审批 那本官就拜业你们布唐王大人 凳子上坐着去 嗯 你要怎样 不怎么样 布唐大人正忙着呢 待会儿让司务官去帮你申请 金学增说着 就翘起了二郎腿 闭目 扬起神来 既有功 只当是撞上了白日鬼了 窝着一肚子气 坐回到板凳上 却不料 这一坐 竟坐去了大半个时辰 既不见金学增外出禀报 又不见有人进来 更气人的是 这个梳梅淡目的酒品小官居然仰在椅子上打起憨来 气得他 上前狠狠嗓了一把 喂 金学增两眼一睁 怎么了 他其实是在装睡 你怎么不去传话 私物不出来 我一个酒品芝麻官怎敢进去找他 既有功终于按捺不住了 歇斯底里就骂了一句 呸 小人 金学增就是想要激怒他 这会儿收起了二郎腿 豁得粘了起来 把两道稀疏的倒八字眉一拧 以牙还牙骂道 瞧你那德行 鱼目脑袋棒垂腿 善于眼睛狐狸嘴 上下左右看不出个人样来 还敢骂咱也是小人 金学增天生一张损人的嘴 直骂的既有功是蹊跷生烟 这家伙在礼部一向傲骂 也是个衣裳脚打得死人的角色 今儿无端的受辱 哪里还忍得下这口气 顿时冲了上去 把金学增衣领一封 拖着他圆地就转了个圈 嘴中吼道 你骂 我叫你骂 金学增个子比纪有功小 论打架不是对手 但他不想跌这份稚气 只得一手去护脖子 一手去抓挠纪有功的脸 两个人交上手 顿时就打得难解难分 他们的打闹声传遍了户部前后几重院子 一时间上百人跑到了直视厅前来观看 带到上去几个人连拉带拽把他们分开 只见纪有功的脸已经被金学增挠出了几道血印子了 而金学增的官袍也被纪有功撕开了一个大窝口 样子都极为狼狈 但他们两个人谁都不服输 虽被人扯住 仍在破口对骂 若不是杜之思郎官赶来把纪有功劝到另一间房子去歇息 还不知道闹腾出个什么结果来的 金学增跟着私屋穿过两重院子来到了王国光的职房 跨过门槛那头便败 进门之前因打架使了力气 周身冒汗 他随手把头上的乌纱帽朝上推了推 为的是开示额头上的汗珠 没想到如此一来却在磕头时出了问题了 因下跪扶身太快 那顶没有戴紧的乌纱帽竟冲出去 掉在了地上 金学增看着帽子不敢伸手去捡 直到乌眼鸡似的慢慢伸头去 想把那帽子勾起来 他一面伸直脖子做这个动作 一面高声唱惹 卑职 九品官正金学增 叩见首府张大人和布堂王大人 抱过了家门 那顶乌纱帽却被他的脑袋越推越远 那副滑稽样子 逗得两位大臣是忍俊不禁 扑车笑出声的 王国光说 你别现实报了 快把帽子捡起来戴上 谢布堂大人 金学增赶紧拾起帽子戴正 挺身直跪 王国光见他官袍撕烂 又把脸沉了下来 金学增 你为何打架 为的是 替布堂大人泄愤 嗯 你说什么 王国光定睛看去 只见金学增一张白皮瘦脸 绷得紧紧的 于是赤道 本布堂有何愤怒 要你的九品官正帮着宣泄 布堂可以对卑职不屑一顾 但卑职既官正互不 却不能不为布堂解忧啊 啊 啊 瞧你还振振有词啊 王国光望了一眼 正在专注听着对话的张居正 又问道 你和谁打架 礼部六品私物 既有功 为何要打 他来咱户部要钱 他为何要钱 说是有急用 开口就要五百两银子 他要钱与你何干 与卑职虽不相干 但卑职却不能不弃 金学曾也不管两位大臣的脸色 固自说了下去 这个李布 好像是诚心跟咱户部过不去 胡椒苏木折缝 他那里吊死了一个六品主事 李布的左二官王熙烈便借故挑头闹事 其实同利本之死 主要原因不在胡椒苏木折缝上 可是 等等 张居正打断了金学曾的话 追问道 同利本之死 难道还别有所因 是的 同利本上吊那天散班之前 王熙烈找同利本谈了一次话 将同利本自臣布直的接铁 退回给他 说是他在上两宫尊号仪式上 违背圣意 坚持不肯给李太后加慈圣二字 接铁中应将此事写尽 同利本当时就急了 申明这是你布唐王大人的意思 他只是奉命行尸 如今怎好让他去当替罪羊呢 后来也不知说了些什么 同利本从王熙烈的职房里出来 已经是面如死灰 当夜就悬梁自尽了 这可是同利本死因新说呀 张居正颇感兴趣 此事你从何处听来 礼不宜至私的私郎 方大人是卑职的同乡 如上所言都是他亲口告知 好 你且坐着继续讲 谢首服大人 金学曾从地上爬起来 觅了凳而坐下 接着又说 方才说到李部 一是借同利本之死闹事 矛头就对着咱户部 他们不管太苍延已经浩劫静 只一味地寻信闹事 其二 有礼部官员代售的泰山香税银 无端的客举一半 天下赋税若都是这样一种收法 首服大人意欲开创的万利心智 岂不是一句空话吗 其三 今日这位纪有公开口就要五百两银子 说是礼部有急用 那副傲慢样子倒像是债主子 户部牵着他的 因此卑职实在是呕不过 言语上争论了几句 这既有公敬冲上来 封卑职的一领子 卑职不甘示弱 于是就扭打起来了 听了这一席话 再联想的楚记仓事件 王国光对眼前这位 奇谋是不扬的九品观政 竟有了几分好感 不知不觉说话的口气 缓和了许多 咆哮公堂 殴打来衙门办事的官员 怎么说都是你的部队 本部堂申明纪律 要给你罚奉三月的处分 你服也不服 金觉曾断然回答 不服 为何不服 是既有功先来打我 那是因你 商言商语 聊不了他 君子动口不动手 乃古训也 卑职谨遵古训 只是动口有何过错 两人顶起牛来 看到金学曾 鸡弓鄙的样子 王国光是又好气又好笑 对坐在身边的张居正说 首府 本部堂 智部无方 竟出了这样一个 叫鸡弓 张居正 微微一笑 问金学曾 你方才说 礼部前来要钱的官员 叫什么 鸡弓公 他为何要钱 卑职不值 他申请用银的资文呢 在这里呢 答话的是耳房里的书办 他走出来 递上了一张纸 方才 既有功将资文 给了杜之思 斯郎 派员 转送过来 张居正 接过一看 资文写明 因万历皇帝登基 各国有邦 军派使节 前来恭贺 今有朝鲜 礼官抵径 因此 紧急申请 五百两银子 以作接待 百两银之用 张居正 看完之后 递给了王国光 待王国光 看完了 张居正说 难怪 既有功 态度居傲 因为礼部申请 用淫是关乎朝廷体面 人家占着理 金学增盯着王国光 见布堂大人 没心理 促起了疙瘩 沉默不语 便从旁打道 回首府大人 礼部虽然占礼 但这也正是 礼部的刁钻之处 昨日洋用城 交了六千两 泰山香税银 到泰仓 今日就派人 前来申请支银 这不是掐着咱 户部的脖子做事吗 要说用银 京城五府六部 几十个衙门 有哪个没有正当理由 前来户部支银呢 如果这五百两银子 给了礼部 不过今夜 全京城都知道 户部开始放银了 到明日 你看吧 户部衙门就成了 城隍庙的庙会了 王国光觉得 金学增的话有道理 斟酌了一番之后说 首府已经讲过 礼部支银 是关乎朝廷体面 这上头如何 能讨价还价呢 金学增想了想 卑职听说过 刑部部唐王之号 大人的一件事 何时 听说王大人 从南京过来出掌刑部 便去视察大牢 看到死囚牢中 一些重犯 手脚溃烂 而且还露出 白粒粒的骨头 盖因他们的夹锁夹身 四肢动腾不得 大牢里的老鼠 便趁机窜出来 吃他们身上 创口的腐肉 囚犯们呼天喊地 也无人搭理 就这样 被老鼠啃死的犯人 不在少数 囚犯身上的腐肉 成了老鼠的美味 这大牢的老鼠越来越多 大的竟有一尺多长 久而久之 老鼠胆子越来越大 每日里竟以攻击 众球为乐视 王之号大人进入大牢 亲眼目睹这一残景 当即就捐出五十两银子 让狱卒四处买猫 一时之间京城的猫 几乎都被狱卒们买进了 如今大牢里 放养的各类猫儿 怕有上千只 凶残暴力 嗜血成性的老鼠 遂告绝迹 几十年来 不能解决之完症 在王大人手上 几天就解决了 按理说 买猫的银子 王大人也可理直气壮 来互不申请 可是他体量互不难处 竟自掏了腰包 这样和中共计 共度威艰 才是不怨大臣的真正风范 藏匹大臣 本不是卑职 这样一个九品芝麻官 该做的事 但这些话 卑职久续于心 不突不快呀 张居正很欣赏 这位年轻下级官员的 忧患意识 故鼓励了一句 为朝政建言 和论品质高低 接着他又说 五十两银子 个人还拿得出 但礼部申请用银 是五百两 总不能让个人 掏腰包吧 何况大臣们 只要奉公守法 洁身自好 单凭俸禄 也绝不会付到哪里去 眼下要紧的 是户部如何开掘 财源 争较下课入库 而不是讨论 哪位大臣 能够慷慨解囊 捐资国用 首付大人高屋建令 卑职毛色顿开 但恕卑职斗胆 再讲一句 礼部此番滋文请淫 仍是心怀叵测 究竟如何一个心怀叵测 你说说看 京城立户礼兵行宫六部 要说最有钱的还是礼部 金学曾牵开架势 搬起指头说道 礼兵行宫四部 花钱除了户部画波 别无他图 礼部却不同 他有三大块财路 一是天下僧道 度谍的发放 事权归礼部 每份度谍 每年交文银一礼 全国现在僧道大众 约二十余万人 一年也能收起 两万多两银子 这笔收入 虽然要收归太仓 但礼部从中 也还有手脚可做 新发一个度谍 收银是二两 每年新增僧道指标 由礼部核定 本来批了五百个 他上报只说是四百 这黑下来的一百个度谍 也有两百两银子可赚 此其一 其二 是各大佛道名山的香税银 也归礼部代收 过手的活水前 可以先花了再说 这回杨永成正是如此行事 因此也不用背之肉舌 如果说这两项收入 要上缴国库 做起手脚来还有所顾忌 那么这第三项收入 就完完全全不受监控 成了他礼部的私房钱 说到这里 金学增只觉得口干舌燥 他伸出舌头 舔了舔干巴的嘴唇 王国光吩咐书败 给他端了一杯凉茶 他咕噜咕噜一口气喝下 接着又讲 这第三项 便是花娟 红武皇的建国之初 便建立了官纪制度 除了淡烟青粉十六楼 还有大量的月户 凡立在月集者 每年需的纳税 称为花娟 花娟月收一次 也归礼部征收 红武皇帝创立此制的本意是 用花娟的银子来解决 每三年一次的会市费用 花娟每年多则上万 少则七八千两银子 而三年一次的会市费用 也正好三万两银子左右 两两相抵若有亏损 再有礼部资文申请补额 从政德朝开始 每次会市之后 几乎没有一次礼部不申请补额的 少则一千两千 多则三千五千 户部因想到世子功名不义 考试世大 每次并未认真审核 就批准造型 如此一来 便让礼部找到了一个玩 猫腻的窍门 一方面 每年征收的花娟究竟是多少 从来没有人认真查验过 二来每次会市用银是一个名诈 这其中到底是亏是盈 近百年来一直是本糊涂诈 上次会市是龙庆五年 如今过了一年 礼部积存的花娟少说 也有上万两银子 可是现在礼部堂官 却放着这么一大笔银子不用 反倒资文户部申请五百两用银 招待朝鲜礼官 这简直成了财主 找叫花子讨银子 不是居心叵测又是什么 现在若是派人到礼部查账 查不出问题 就卸下卑职的脑袋 金学增这长长一篇议论 意气风发洞察幽微 说得两位大臣心里头直升叫好 王国光一方面 把个礼部恨得牙痒痒的 一方面又在盘算 如何去把那笔花娟收缴过来 一解燃眉之急 张居正压抑了多日的怒气 这一下子更被撩拨得火烧火燎 一门心思想着如何给王熙烈一个下马威 正在这时 死屋又进来禀报 首付大人 补唐大人 杨永诚的帖子已经写好了 请问该如何发落 私物说着 就把三张墨迹未干的接铁地了上来 张居正接过 往暗机上一歌 吩咐道 却把杨永诚带过来 金学增 你暂到耳房回避 金学增学到耳房 与书办 还没交言几句 便见杨永诚随着私物 粘头搭脑地走进了职房 此时 张居正一双犀利的目光 正死死地盯着他 弄得这位泰山提举 跪在那里头也不敢抬 好你一个杨永诚 人叫不走 鬼叫飞跑 自己犯了天条 还敢跑到户部来叫嚣斗狠 如此账狂 就少不了你的城主 张居正先给一顿沙尾巴 接着又问 五千两香睡银的去向 可否在接铁里交代明白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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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明白 杨永诚汗如雨下 什么叫大致明白 哼 真是年根灯草 说得清巧 我告诉你 五千两银子的去向 一分一离 都得交代清楚 户部将委派专人复查 若查出你从中有贪磨行为 哪怕是一两银子 也一定严惩不待 是 是 杨永诚 唯唯 唯唯诺诺 已是面色辣黄如芒刺在背 额上滚下了豆大汗珠 张居正鄙的盯着他又道 你现在回去 不要离开京城 等候听餐 杨用成刚要从地上爬起来 张居正又把他喊住了 你是何日来京的 八月初三 已经来了四天 为何昨日才到太仓交付银两 前两天干什么去了 这卑职会了会朋友 这倒是实话 你会朋友去了 给朋友们送了什么礼物啊 没 不不不 送了点土产 什么土产 用泰山沐鱼石打制的石杆当势 是不是 杨用成心下一惊啊 怎么连这点小事首服也知道啊 情之蒙骗不过 值得承认了 张居正唬着脸继续赤道 我看你杨用成也真是累啊 从泰山到京城千里迢迢 你居然不辞辛苦 将整整一车石赶当 押运进京 听说礼部狼官已上 你一家送了一个 这人情算是坐到了家了 你现在老实交代 这批石赶当的钱 是你自己出的吗 杨用成念念如如不敢置一词 这批石赶当 本就是从那五千两香税银中开支的 他怎么敢说出来呢 幸好张居正只是点到为止 挥手让他推了下去 看着杨用成采棉花似的出了阅门 一直没有作声的王国光开口说道 书大 乘辱金学增所言 这个礼部肯定是一本烂账 若要严厉追查 肯定能挖出一窝贪官来 张居正答道 是啊 自吕条阳入阁之后 这个王熙烈在礼部闹得乌烟瘴气 不顾近日推荐陆树德 去礼部执掌 皇上还被批纸下来 皇上能准致吗 应无问题吧 张居正的口气也不敢肯定 不过你这里可先派人到礼部查账 王熙烈在位肯定会阻挠 就去礼部查账一事 不顾今日就去请旨 有了圣旨 就不怕王熙烈倒弹了 张居正稍意思索 如果 护部派到礼部查账的人 我看就让金学增来承担 你意下如何 王国光 王国光善意地嘲笑了一句 这是个娇屎棍啊 接着他又说 不过 他倒是合适人选 两人商量急定 便又把金学增从耳房喊了出来 王国光把派他去礼部查账的事说了 金学增不假思索就应成了下来 请布唐大人允许 卑职从杜之思选派几个精通账路子的书算藤路立员一同前往 礼部这个马峰窝 卑职统定了 王国光点头应成 又关照地说 记住 你此番前去是替朝廷查账的 不是去帮什么人卸私分的 看首府还有什么吩咐 记了王国光的话 张居正说 我送你八个字 秉公办事 不寻私情 只要你按照这八个字去做 舍若遇到什么障碍 本府与布唐都会为你撑腰 多谢首府与布唐栽培 卑职去了礼部 一定资诸必较 把这趟差事办好 金学增说的摩拳擦掌 恨不能立刻就前往礼部 瞧他这神态 张居正又说 看来你是个肯干事的人 有这一点就好 年轻人少一点风花雪月 清流习气 多一点忧患意识 务实精神 朝廷的事情就要好办得多 金学增从首府的话中隐约听出了期许 心中不禁一热 玄机就从绣筒里扯出了一张银票来 走上前去 双手就递给了王国光 布唐大人 方才首府教诲 卑职铭记在心 这是一张一万两的银票 卑职把它捐给太仓 或许能解燃眉之急 王国光接过一看 是京城最大银铺保祥号开出的 鉴票集对的巨额银票 不免大吃了一惊 看不出来 你小子这么有钱 卑职其实是穷光蛋 那这一万两银票怎么来的 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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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光一双眼睛瞪得同龄大 仿佛不认识金学增似的 把他周身仔细的打量了一遍 你赌什么 蟋蟀 啊 你去了醋枝街 是的 昨夜里卑职进了秋魁府 与称霸京城的醋枝王 毕愣子一局定输赢 赢回了这一张一万两的银票 王国光虽不玩醋枝 但知道毕愣子的名声如雷贯耳啊 不免又惊问道 你能赢过他 金学增一副不懈的神情 毕愣子 不过儿儿 赢他又有何难 我看你小子就有吹大牛的毛病 王国光怎么都不相信 这个其貌不扬的九品观征 又如此能耐 便又训斥到 你说实话 这张银票 从何而来 一直专注听着谈话的张居正 这是笑吟吟的插话的 王不堂不避光火 这张银票 的确是金学增从毕愣子手上赢回来的 不过 你金学增 还是说了假话 金学增恶然回答 回首福大人 卑职从未说过假话 你方才对布唐大人说 你是一个穷光蛋 这就是一句假话 卑职真的很穷 在京城里 另屋居住 行囊里大概还有三五两银子 果真如此吗 那你昨晚上三千两银票的赌资 从何而来 张居正这么一问 金学增心里一咯噔啊 暗想方才首府追查杨用成 拉了一车泰山石赶当来京城送礼 如今又查问杯值的三千两银子 怎么这些刚刚发生的细枝末节之事 他都知道啊 常听人说 京城东场特务横行 大小陈宫所作所为 尽在掌控之中 看来此言不虚 亦可证明 这位新任首府势必公亲 作风伶俐 好在金学增并未做什么亏心事 所以神情泰然恭敬地达到 回首府大人 杯值的那三千两银票 是假的 假的 是的 金学增说着 又从绣筒里摸出了一张银票 来递给了张居正 请首府过目 张居正拿起了两张银票 翻来翻去 看了半天 也未看出破绽来 他又递给了王国光 王布堂看了 也分不出真假 金学增瞅着两位大人 不无得意地说 就这么看 一般外人很难看出破绽 这是加厚 储皮纸 须得拨开 中间藏有密鸭 对银之时 嘲讽就会发现 只要不对银 拿到外面 便可 狂人 王国光问 这张 假银票 也是你制作的 非呀 金学增神秘地摇了摇头 如今京城里头 作伪高手 大有人在 先是 智甲古董 什么下顶 商出 葛汉京 弄出来 饥渴乱真 然后寻那些 俯庸风雅的 冤大头 卖出去 赚回大把的银子 发展到后来 这些人 什么宴品都做 上至 告命 劝书 印信 官房 下至 婚书 契约 凡有用之 凭据 几乎 无一不拒 卑职的这张 假银票 就是花一吊钱 请他们制作的 金学增所言 两位大臣 是闻所未闻 王国光 叹道 没想到 世道如此之乱 金学增 昨日去秋魁府参赌 本是东厂刮刀脸 侦查出他的真实身份之后 告知了尤七 尤七在回家告诉张居正 张居正出于好奇 趁来互部会议 便想找来这个金学增一问 如今此事既已经挑明了 张居正便想刨根问底 探个明白 于是又问道 你弄了一张假银票 赦若输了 笔愣子对不出银子 你岂能活命 卑职参赌之前 已连去秋魁府看了几场 把碧愣子的那只金翅大将军 琢磨偷了 料定卑职饲养的黑寡妇 必胜无疑 你如何身安此刀 卑职是浙江人 自南宋贾四道 浩尔醋汁形成风气 整个浙江便代代有高手 卑职食养醋汁 实乃家传 官员参赌 立当至罪 这一点 你难道不懂吗 卑职知道 但卑职此举 使不得已而为之 此话怎讲 难道还有人逼着你吗 不是有人逼我 而是卑职看到国库浩劫 想通过此举 为户部解决威艰 略陷勤心 王国光叹道 哎呀 一万两银子 又能解决什么大问题呀 牧下财政形势 以卑职来看 仍十分严峻 各省下克 尚未解银入京 而九边近六十万将士 一甲换鸡 将怀几处治理工程 广西四川等地 剿匪都得花大把大把的银子 纵使下克全部足额征收 也是入不敷出 所以卑职冒昧推断 夏月京职官员岳奉 恐怕仍得以胡椒苏木折击 鉴于同立本事件的发生 虽有人寻衅闹事 但一说明折缝 施行尚有可完善之处 所以卑职斗胆 再给两位大人建议 夏月折缝 可否令在京各衙门认真核查 对本署官员确有困难者 岳奉仍挤银钞 卑职弄来这一万两银子 或许与此可派上用场 金学曾一早上来到布衙 求见王国光 原就是为了提出以上建议 这虽是一件小事 却也关乎全局 难为金学曾如此有心 并依靠一己之力筹谋在先 两位大臣听了 很受感动 张居正问王国光 王大人 金学曾建议如何 此情之下 这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张居正坐得久了 这时想起身松松筋骨 他缓缓夺步到金学曾跟前 指着他关袍上的大窝口说 你现在赶快回家 把这身衣服换换 这天下午 李铁嘴侧字馆门前 一前一后 落下了两城小轿 前一城轿子里走下 母子两人 后一城轿子里走下来的 是一个服服气气的老头 此时这条横街上 人来人往 挑剃头担子的 扛磨刀凳的 耍猴戏的 卖新鲜桂花的 各色小商贩都在沿街叫卖 从叫上下来的孩子 看到这些感到很新鲜 他们的华丽衣着 也引起了街上人的注意 有些卖小吃神的便围了过来 豆糕嘞 香喷喷热烘烘烘 落口爽的豆糕嘞 一个铜板买两桶 汤壶 汤壶 一个铜板一串不甜不要钱 小孩看着眼蝉的 望着端庄的少妇说 娘 糖葫芦是啥 妇人答道 糖葫芦就是糖葫芦 甜果子 咱 咱想吃一串 小孩子央求 妇人摇头不肯 这哪成啊 脏着的 吃了会拉肚子 这句话一出口 卖糖葫芦的老汉 听了可不依了 老汉凑进来嚷着 哎 你这位夫人说话可不中听啊 不买就不买 凭啥 说咱脏啊 夫人瞄了那老汉一眼 没好气的说 瞧瞧你那指甲缝里 竟是些黑泥 还说不脏 哟 这就叫脏啊 老汉仿佛遇到怪物似的 连点泥都算脏 那你只有住到黄城里去 御膳房里做出来的东西 才说得上干净 胖老头挥手把老汉赶开 去去去去去去 不要在这里 罗糟了 说着 他躬身对那小孩子 谦恭地说 少东家 咱们还是进厕字馆吧 小孩子点点头 望着走开的 卖糖葫芦的老汉 吞了一口口水 随着妇人 走进了李铁嘴厕字馆 街上的人只觉得这三个人 行为举止不一般 但他们万万想不到 这三个人是李太后 小皇上和冯宝啊 他们为何乔装打扮 出现在册字馆门前 说起来有一段故事 那日为小皇上 金秋惊言是 李太后命冯宝 约见张居正 会见后 冯宝回到乾清宫 向李太后禀报情况 李太后毕竟是女人 凡事相信神灵在上 张居正提出的选择 几日的建议深合他意 因此放下别的不谈 单问这个 张先生说 出京言要则几日 冯宝答道 是 他说 该找谁来选呢 启禀太后 张先生没说 那该找谁呢 找青天剑 青天剑的人恐怕靠不住啊 哎呀 这事儿恐怕得找个室外高人啊 李太后浅浅一笑 咱也知道 该找个室外高人 可是这种人 不是你想找 就找得到的 冯宝顺着 李太后的话答道 是啊 高人真的难找 不过奴才听说 京城里有个李铁嘴 册字 很有些本事 册字 这里头也有神灵 有 你给他报个字 他就可以 把你的吉凶祸福 剖析得清清楚楚 啊 还有这样的人 李太后顿时就动了心了 明儿 你就去找他试试 把秋公公也带上 俩人一道去 奴才 遵旨 冯宝 缩了一眼 秋公公 心里头有点不愉快 但脸上看不出来 他接着说 请太后定个字 让咱定个字 也好 李太后看着冯宝 木庄似的站在呢 就说了一个字 那就定个例字吧 第二天 第二天 冯宝宝 冯宝 representation 深宝宝 exclusive 好 那你报个字 立 站立的立 立 一点 一横 一点 一撇 又一横 李铁嘴嘴里唠叨着 起身走到正墙上贴着的苍结向前 缓缓捋了一把白白的山羊胡子 沉思有情 又回转身来问冯宝 客官 您是干啥的 你猜猜 老夫可以断定 你不是一般的人 冯宝一惊 与邱德庸对望了一眼 随即又问 何以见得 你问例字 这位客官 李铁嘴指的指秋德用 他坐在你的左手 例字左边有个人 合起来是位字 你是个有位子的人呐 秋德用开口问了一句 他有个啥位子 李铁嘴一笑 丽字旁的人开口说话 人言为信 这位子同信字有关 大户人家里头上传下达者为信 坐这位子 坐这位子里的人是管家 若论的朝廷 与信字有关的衙门外有通政司 内有私礼件 这位老先生坐在啥位子 老朽不知道 也不敢猜 李铁嘴嘴上虽这么说 但瞧他的神器 却好像什么都知道了 只是不肯把玄机说破 冯宝义是惊得合不拢嘴了 他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赶紧端起了茶钟来 一小口一小口的敏茶 李铁嘴问 这位客官 老朽所言不忘吧 咱干的是管家的事 这一点你说对了 冯宝唯恐李铁嘴还往下说 连忙指着邱德用说 现在轮到李先生给他测了 李铁嘴转向了邱德用 你测个啥字啊 同他一样 也是个例字 邱德用说这话时 正碰上小丝 提着吊子上来给他的茶钟蓄水 李铁嘴一看就立即变了脸色 反减着双手 一字不语 怎么啦 不好说 李铁嘴摇了摇头 脸色也灰了下来 他这副神情越发弄得邱德用忐忑不安 冯宝宝也是满腹狐疑 李先生 有啥不好说的 咱抱的是个例字 他抱的也是例字 未必相同的一个例字 还会有不同的解释 李铁嘴长嘘了一口气 有啊 你们两个的例字 有天壤之别 你抱了个例字 旁边有人 凑成了位子 他抱例字的时候 旁边正好有个人蓄水 这字就变了 邱德用问 变成啥字了 例字旁加水 你说是啥字 冯宝脱口而出 气 对 气 哭泣的气 李铁嘴盯着邱德用 颇为关切的说 这位客官 此刻你心里头 必定有肝肠寸断的痛心事啊 自外甥张大郎死后 邱德用一直在痛苦之中 他恨不能把杀死外甥的 王松之子王岩撕碎 可是听说刑部 虽然拘禁了王岩 办案问宴 却进展缓慢 后多方打听 才知道这是张居正 故意让刑部拖延 因此内心 把张居正恨死了 他总想找个机会 在李太后面前告上一状 可是到了李太后面前 有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因此他就把希望寄托在冯宝身上 指望他能在李太后面前帮着说句话 为这事他求过冯宝几次 冯宝每次都是满口答应 可就是不见他办事 这会儿 这会儿当李铁嘴说出了一个气字 秋德用受了刺激忘了情 竟嘴巴一撇 巴搭巴搭掉下了泪珠子 冯宝一急 差点喊出了秋公公公 秋 亏他收口快 秋 老秋啊 你这是干啥呢 李铁嘴同行的说 人不伤心 泪不流 让他流吧 看秋德用这副样子 已经是没法谈事了 冯宝喊人 把他扶了出去 他自己也起身准备告辞 摸了五两银子 放在桌子上 然后又问 气字还有何解呀 方才说过 气与味有天壤之别 若要味子稳 这远离哭泣之人 多谢先生指点 冯宝一拱手 出门登轿回到了紫禁城 当即就把厕字馆发生的事情 向李太后做了详细禀报 李太后 没想到京城里头竟真的还有这等神奇之人 脑子一热 决定带着小皇上 搞一次微服私访 为了不致走漏风声发生意外 除了冯宝和秋德用 所有人都不知道这次行动 而秋德用 也因那个气字 和他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第二次出行 李太后也不让他参加 且说李太后一行三人进了厕字馆 李铁嘴早就在课堂里候着了 他见昨日来的胖老头 领进的这母子二人 雍容华贵 气质高雅 情之来了大主 忙堆下箱来 拱手说道 欢迎夫人与公子光临 老夫这乡有礼了 李太后点了点头 他见这课堂窗明激净 陈设典雅 未及答话先已经有了好感 待落座之后 冯宝开口说道 咱家老爷的夫人和公子 听说你李铁嘴的大名 今日特来拜会 哎呀 夫人太客气了 李铁嘴不知咱的 竟去了平日的傲气 变得千功起来 夫人今日前来 不知想问什么 问家事 李太后说着 转脸 对还在东张西望的 朱义军说 孩子 你给报个字 朱书军 书军瞧着从天井里 投到桌上的阳光 信手写了一个日子 李铁嘴正沉吟着问 日子 忽听得街上传来了汪汪汪几声狗飞 顿时一愣 顿时一愣 问李太后 夫人可听到了 听到什么 李太后全神灌注 等着李铁嘴解析玄机 什么动静都没听到啊 狗叫 方才街上有狗叫 是吗 咱没听见呢 朱义军证明 娘 咱听见了 老 冯宝差一点又说出老奴 亏他机警 立忙改口 老先生的话不假 咱刚才也听到了狗叫 李太后嘟弄了一句 狗叫与侧字有啥关系 夫人 关系大着呢 李铁嘴目光一闪 阵阵有词答道 小公子报了一个日子 那边就有狗叫 这正好应了一句话 李铁嘴毕竟不拖卖一人习气 到了节骨眼上就卖关子 在座的三个人都急了 李太后追问 哪句话 天狗飞日 李铁嘴一字一吨的答道 又解释说 老百姓说天狗吃日头 就是这一吨的答案 老夫看得出贵府的前程都在这位小公子身上 可是眼下却有人想欺误他 李太后警觉地问 谁呀 是谁 咱不知道 李铁嘴看了看朱义军 不过老夫有一言忠告 清讲 贵府 贵府 仆役 奴婢 一定不少 查一查他们里头若有属狗的 还是尽早打发为妙 有谁属狗呢 李太后 猝眉思索 突然她目光扫向冯堡 你属什么 属鸡 哦 李太后微微汗手 又问 张先生属什么 张先生恰好小咱一轮 也是属鸡的 李铁嘴一旁插话道 属鸡好 鸡为地伤风 且又思沉 对于公子来说 少不得这样勤快的人帮助打点前程 李太后 闷嘴一笑 老先生 真会说话 这是一直思索着的冯堡 突然一拍脑瓜子 叫了一声 哎呀 李太后问怎么了 丘 他可是属狗啊 李铁嘴 接过了冯堡的画铲 属狗的七主 少东家可是一条龙命 龙为日之花呀 是吗 李太后眼里略过了一丝疑惑 但她并不接着这话题往下说 而是盯着李铁嘴问 你刚才说龙为日之花 咱家公子并不属龙啊 但她写给老朽的那个字是日啊 日是什么 西后家六龙一熏天 咱们这些繁衍望天能见到龙吗 只能看到日头 夫人 你不是要问吉祥吗 只要除掉了狗 你家公子要多吉祥 要多吉祥 李太后脸上泛起了难得的笑容 托你的吉言 多谢了 哦 咱还要问一件事 啥事 咱公子读书的事 那还请公子说个字 朱义军想了想 在先前那个日字里头 又加了一横 变成了一个木字 李铁嘴想了想 忽然扑吹一声笑了 自言自语道 明明问的是读书 怎么扯到钱上头了 钱 李太后心中一疙瘩 小皇上第一次出经言 肯定要花一大笔钱 只是这事不能跟李铁嘴说破 他便问道 你怎么测出钱来了 木字下面加个八字 是傻子 朱义军答道 被子 这不就对了 古人以被为钱 李铁嘴一脸狐疑之色 不解的问 按说像夫人这样的大户人家 公子读书 尽学不存在钱的问题 可是府上现在却出现了 无钱的征兆 冯宝问 咱家公子写的是木字 你怎么扯出被字来了 公子写的是木字不加 但眼下是八月 所以得加个八字 夫人 您说对不对 李太后不知可否 接先前的话题 她问道 李先生 你从哪里看出了无钱呢 还是这个八字 八月问木 所以成了被 但终究这个八 隐而不显 所以八月 也就是无被可言 李铁嘴云里雾里胡砍 了一通 李太后听了 却觉得句句都是玄机 心里头对这位李铁嘴 已经是大为钦佩 此时 她略显惆怅地说 咱原来打算选一个黄道吉日 让孩子进学 现在看来 却与天意不合了 夫人所言甚是 应该另选吉日 选啥时候呢 李太后完全是商量的口气 李铁嘴迎着李太后探寻的目光 打道 这个 还得请公子 写个字 朱一君说道 就这个目字 不再写了 李铁嘴摇了摇头 解释道 公子 一字问一世 这是天机 若一字问 若一字问 术师 就不是天机了 李太后说 孩子 再写一个字 朱一君 谨遵母命 又拿起了毛笔 在尖纸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巢字 瞧着朱一君 龙翔凤母的笔 李铁嘴赞叹 公子虽然年少 书法却已如此老道 将来必定是凤凰池中人物 可喜可贺 可喜可贺呀 李太后不接这个茬 只是说 清丽先生测定几日 李铁嘴 把巢字端详了一遍 请问公子 为何要写这个巢字呢 问这作甚 咱想写就写 朱一君说话 一指气使 李铁嘴被噎了一下 不但不气恼 反而显得更加谦卑 老朽斗胆猜一句 你这位公子 是不是咱大明开国皇帝 朱鸿武的子孙呢 你 朱一君瞠目结舌 李太后也是大吃了一惊 不动声色地问 李先生 从哪看出来的 朝字里头 去掉双十 就是一个名字 因此老夫断言 这位公子是朱鸣之后 不是个亲王之后 至少也是郡王后裔 李太后浅浅的一笑 真不愧是李铁嘴 猜得还真有几分像 随即他又问 即日呢 即日 也在这字里头 李铁嘴拿起了写有朝字的那张纸 只给李太后看 夫人你看 这个朝字 实际由四个字组成 一个日 一个月 还有两个十字 因此 你所要举世的吉日 便是十月十日 李铁嘴话音一落 李太后就禁不住感叹 真是不可思议 李太后一行 离开李铁嘴 厕自管回到皇宫之后 当夜无话 第二天用过早膳 就有内侍来报 五清伯李伟 和锦衣卫 签户李高父子二人 一来到乾清宫门外 候着了 怎么来得这么早 李太后在里头 问了这么一句 一连好几天 李伟都猴及马急的 带信到宫里头 要求见面 李太后被他缠得没法 只好答应今天上午见他 谁知他来得这么早啊 每天上午 小皇上要在东暖阁听折子 李太后不想让他爹 与身为九五至尊的外孙 见面 便传旨在西暖阁会见 一刻功夫 李伟父子便在秋德用的带领下 走进了西暖阁 一坐定 李太后就问 爹 你有啥事 这么急着要见我 李伟眼睛四下说了一遍 问咱外孙啊 每天上午 他都得听折子呢 李太后乔李伟 虽然莽袍玉带一身显味 但行动举止却一点不见长进 比当年当泥瓦将好不了多少 心里头便不大舒服 爱了妇女之情 又不好多说 只得用公事公办的口气问 爹 你到底有啥事 见闺女不想续亲情 李伟那老国账的优越感 顿时就减去了许多 只得搓着手说 哎呀 这事 是你弟弟狗蛋提出来的 咱舌头短说不清呗 狗蛋啊 你说 狗蛋 是李高的小名 李伟一句一句的喊 弄得李高满脸 扫红很不受用 李太后也觉得不雅 埋怨道 爹 李高好歹也是仅一位签户 正无品的官 你怎能老这么狗蛋 狗蛋的喊呢 哎呀 喊惯了 改口难呢 李伟自嘲的笑了笑 指着李高说 你托姐姐的福 如今不当狗蛋了 你要说的事 还要求你姐姐开恩呢 李太后把眼光投向了弟弟李高 等着他开口 李高先甜甜的喊了一句姐 然后欠欠身子 既是讨好 又不羡慕的说 你如今是太后了 咱外甥是皇上 但他年纪太小 问不了事 朝廷的政局 都是泥巴舵呢 李太后阴着脸问 这是谁说的 都这么说呢 李高在外头 虽然呼应竹犬 人五人六 但一向害怕 这个不苟言笑的姐姐 所以同他说话很谨慎 都说你母仪天下 是个好太后 李太后白了他一眼 没好气的答道 好太后不止我一个 还有人圣臣太后呢 偏李高听不出话风 物字奉承 但你是皇上的生母 情形不一样 有啥不一样的 外头乱嚼舌头 是不懂朝廷礼法 未必你们也不懂 你再胡说八道 从此就不要见我了 李太后怒行鱼色 劈头盖脸一顿臭骂 李高吓得两腿发软 差一点滚下灯来 李偉看了心疼 表面上却说 骂得好 李高啊 你就是鱼目脑袋不开气 你姐替大明江山把舵 你知道就行了 还用得着往外吹喇叭啊 闲言少许 还是把那事给你姐说说 爹 还是 还是你自己说吧 李高嘟弄了一句 他脸色白沙沙的 还没缓过神来呢 坐在那里 勾着头看着地上的砖缝 李伟健壮直的硬着头皮说道 采凤啊 你爹 还是个伯呢 突然来了这么一句 李太后没听懂 忙追问 什么伯呀 亲的 爹 你说清楚点 李伟揉了揉鼻子 提了提嗓门 哎呀 咱是说 鬼女你都当上太后了 咱还是个武清伯 你是说的这个呀 李太后一下子明白了父亲的意思 自李太后那年进了御王府 随着他的地位节节攀升 李伟父以女贵 地位也随之是水掌船高 女儿封了都人 他被赏了个锦衣卫百呼 女儿生了太子 他晋升为锦衣卫千呼 女儿于龙庆元年生了贵妃 他便生为锦衣卫都督同之 除了在京城里赏了一处大宅子外 还在苍州赐了三千亩好地 过了三年 太子正式确立 李伟又晋升为武清伯 除了俸禄享受衣品待遇 另又在通州家赐两千亩好地 不过十年时间 他从一个小小的锦衣卫百呼 而达到了今天这样的高位 须知国朝两百年以来 凡国障这一身份的人 所能获得的最高薰职 就是博了 再往上就是公侯 这两样多半属世袭 在位的都是开国功臣之后 父亲急得火上房 似的要见他 原来是想再把身份抬高一级 见女儿深思不语 李伟试探着问 采放啊 你看你 你看你爹头上这个脖子 是不是换一个呀 李太后不动声色地问 换个啥呢 当然是猴字啊 猴 那不又升了一级吗 哎呀 闺女你从贵妃进为太后 还不升了一级吗 当爹的按旧令 也该上个台阶了 爹 我问你 君儿如今当了皇帝 他还能不能再往上升一级呢 皇帝 到了顶了 还往哪升啊 国杖的最高级别就是博 这是朝廷制度定下来的 你这个武清博已经到了顶了 还怎么升啊 你想和定西侯蒋右 成国公朱熹孝等人的身份扯平 他们的祖上要么是开国元勋 要么是靖难功臣 你不是 咱祖上是庄税人 没这份荣耀 李太后同父亲讲话 虽然存着客气 没有发火 但李伟仍能从他的言谈中听出不满来 心里头不受用啊 便直捅捅的顶撞到 哎呀 你那个脸咱不赞同啊 老百姓都知道隔夜的嬷嬷不新鲜 那些世袭的公侯们 把当年他们老祖宗那点功劳 本钱吃了两百年 现在还在吃 就说成国公朱熹孝 上朝站在第一 他有啥功劳啊 他和咱比差得远了 咱生了个好闺女 咱闺女又生了个皇帝 就这一点 谁跟咱比 他功的 咱也功的 他猴的 咱也猴的 别看李伟 抖大的字 使不了一箩筐 但若叫起劲来 扯歪理说蛮话 他还是一套一套的 听他这痛牢骚 李太后是又好气又好笑 值得耐心解释 爹 家有家法 国有国法 什么都得按章成办事 不能乱来 国法 国法谁定的 皇上定的 现在咱外孙是皇帝 他的话就是圣旨 他说让他外公当个武清侯 谁还敢说个不在 李太后秀眉一束 你以为皇帝就没人管了吗 天下人眼睛血亮着呢 皇帝做错了事 不要说百年之后 遭人厉骂 就是当朝也难以过关呢 君儿的爷爷家境皇帝也 洗稻树好斋教 领着一帮妖道 把丹皂烧到了大内来了 结果怎样 出了个海瑞 抬着棺材上朝 递折子指责皇帝也 如今家境皇帝也死了 可是读书人一提起海瑞 还是赞不绝口 爹 这就叫人心 李太后一席话 李伟听了很伤心 他连叹了几口气说 讲这些大道理 咱当爹的讲不过 你方才讲到皇上想做的事 怕百官反对 可是给咱提个急 弄个猴子 也是他们当官的建议 李太后警觉地问 谁的建议 咱说不清 狗大 你你说 李伟一急 又喊起了儿子的乳名 一直在旁静听这场对话的李高 心里头埋怨 姐姐不尽人情 但脸上 却不敢有半点表露 这会儿 当爹的又怂恿他出来说话 推脱不得 只好说 前几天 王侍郎到过咱家 哪个王侍郎 李部左侍郎王熙烈 他去作声 他去 李太后一逼问 李高舌头又不灵变了 含含糊糊地说不成君 李太后恨着个弟弟不成气 深赤道 声音大点 一个大男子汉说话 蚊子似的嗡嗡嗡的 像什么话 说 王熙烈去作声 他说 咱爹可以生个猴 他还说些什么 你详细道来 王侍郎说 按国朝惯例 国障的最高薰位 只能是博 但咱爹清醒不一样 第一 在咱爹之前 没有哪一个国障的外孙 当了皇帝 有的还没有等到外孙登基就去世了 有的虽有外孙 却不是太子 所以咱爹这是特例 第二 王侍郎还说到你 说咱什么 李高咽了口 唾沫继续说 王侍郎说 姐姐你进封为慈圣皇太后 与进封为人圣皇太后的陈皇后 身份台平 这也是特例 既有这个特例在前 咱爹从武清博 晋升为武清侯 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他真是这么说的 李伟敢忙插话 哎呀 就这么说的 除了李高 还有咱这两只 耳朵呢 李太后又问 王熙烈记这么说 为何不见他有提本成上呢 他想写 但进封的事不能用手本 应用礼部公本 说到公本 王侍郎当不了家 为何 公本必须有礼部尚书具名 王侍郎不是 哦 李太后冷笑了一声 绕了半天 他是想当尚书 于是李太后又问李高 你知道王熙烈是谁的人吗 知道 京城里传他和魏学增两人是高拱的哼哼二将 既知道这一层 为何还要与他来往 呃 呃 这一问 李高不敢讲话了 李伟又开始接枪了 彩凤啊 你不要定眼看人 王熙烈先前跟着高拱跑着 不讲 有奶便是娘 这是人的天性 高拱现在没奶给他王熙烈吃了 他凭啥还跟着那糟老头子 他只会睁大眼睛找个新靠山 这种人更不能用 哎呀 鬼女 净说傻话 李伟呲着黄牙一笑 鬼女你大概记不得了 你三岁的时候 爹带你走亲戚 他家一只黄狗扑上来咬你 爹去拦 被那畜生咬了一口 至今脚脖子上还留了一个疤 后来爹把那只黄狗牵回来了 先吊着打了一顿 再好好的喂食给他 不出两个月 那条大黄狗便习惯了新主人 村里头一些娃想欺负你 大黄狗就扑上去咬 那几年 爹在外做泥匠 常常不回家 多亏了那只大黄狗保护你 李太后懂得武清博说这个故事的用意 但因昨日在侧字馆听了李铁嘴的忠告 已是特别忌讳这个狗子 他看看铜炉里的计时香 差不多过了一个时辰了 觉得这场谈话该结束了 于是说了一句 爹 提这些沉芝麻烂豆子的事干嘛 接着他喊过那一诗 吩咐送客 李伟还有许多话要说 但闺女要他走 又不敢不走 磨磨蹭蹭到了门口 又回头对李太后说 采风啊 王侍郎有意让咱当侯 这事你得放在心上啊 去吧去吧 李太后不耐烦的挥了挥手 李伟有些生气 不由的提高了嗓门吼了一句 哎呀 狗大 咱们走 看着武清博父子匆匆远去的身影 李太后心里头像打翻了五味瓶 很不是滋味 自从昨日下午在测字馆 让李铁嘴测了三个字 回来后李太后一夜失眠呢 因为儿子未成年需要监护 他们母子同居一室 他夜里几次下床 轻轻走到对面儿子的床前 看着儿子熟睡的憨态 心里既充溢着慈爱 甜蜜与骄傲 同时也更加明白 自己应该担负的神圣责任 儿子登基不过两个多月时间 京城里却没有一天平静 国库空虚 官场争斗 借咒大臣同朝一主 周府旱灾 积欠难收 一场又一场 暴风骤雨 不期而至 所有这一切 无不让他整日 提心吊胆 寝食难安 就说前些时张居正 请指施行的胡椒 苏木折缝 因武清博等人的告状 他一怒之下 让儿子绕过内阁 直接御指护部 取消了 熏贵们的食物折缝 他这是不得已而为止啊 他也知道这样 势必会给张居正施政 带来麻烦 所以一连多日 他与儿子身居大内 不接见任何大臣 他要借机会 考验一下张居正 一来对他们母子 是不是真正接近中枕 二来面对如此危局 看他如何运筹帷幄 度过艰难 通过这些时各种渠道 传来的消息证明 张居正对皇上 没有半句怨言 他一方面想方设法 开辟裁员 另一方面对经察毫不放松 把惩治贪末放在地 他的所作所为 让李太后心下烧安 他让冯宝 向张居正讲述 唐朝摇宠的故事 一是婉转地表示信任 二是提醒张居正 大事要向皇上禀报 小事则可独断处理 他相信张居正的才能 不放心的 就是怕他专权自用 架空皇上 因此他对张居正 采取了拉一下 打一下的手段 对这种干练之臣 不可一味地笼络 他常常在心里告诫自己 尽管他对张居正 一直抱有好感 但为了儿子 他不得不收敛 一己私情 近些时 他常常感到身心疲惫 皆因应付如此混乱的潮局 他觉得力不从心 按照一个女人通常的做法 遇到危难时 总是祈求神灵的保佑 他也是这样做的 父亲刚才提到那条大黄狗 又让他想到了昨天李铁嘴说到的狂犬 很废日 究竟谁是狂犬呢 他陷入深深的思索 正在李太后坐在吸暖阁中 左思右想没个头绪时 忽听得有人轻轻地喊了一句太后 抬头一看 不知秋德用何时已经跪在跟前了 自从外上张大郎出世之后 秋德用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往日里他见人总是一脸笑 现在却粘头大脑提不起精神 他心里头老觉得张大郎死得冤 却又无处倾诉 前天在厕字馆弄了个气字 更让他止不住伤悲呀 昨天下午李太后去厕字馆不让他跟着 他就知道犯了计了 心中忐忑不安 正在这时候 礼部派人来向他通风报心 说到上半年他去泰山祈福攘灾的事 他闷头闷脑琢磨了一阵子 又找廖军等几个好友商量 大家都觉得这事牵扯到李太后 或许是个机会 便怂恿他直接找李太后告状 秋德用想了想也别无他法 便答应一计行事 当他看见武清伯父子走后 李太后独自一人坐在吸暖阁中 就鼓起勇气走了进来 李太后冷冰冰地问 你有啥事 启离太后 泰山的事犯了 泰山什么事 就是上半年四月底 奴才得指去泰山为龙庆先帝也嚷哉祈福 回来时给太后你带了点礼物 经这一说 李太后记起来了 秋德用那次从泰山回来 带给他一对翡翠玉镯 还有一些土特产 于是他便问道 这点小礼物犯了什么事啊 在户部王国光大人眼里 这可不是小事 秋德用于是把杨用成交税银 碰到张居正挨了一顿壳的事 被戏讲了 最后紧张兮兮地说 如今杨用成已被扣在北京交代问题 户部还派了人到礼部查账 查账又怎么了 骑兵太后娘娘 奴才有句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讲吧 首府张先生明知道 泰山少了的这五千两香税银 是给娘娘买了礼物 她还指使户部派人 前往礼部查账 这毛头不是冲着娘娘来的吗 放肆 李太后勃然大怒 祸得站了起来 伸手指的秋德用大骂 大胆奴才 竟敢妄议守抚 该当何罪 本来跪着的秋德用 这一下吓得浮在了地上 头扣着砖地 颤声地回道 奴才该死 奴才该死 李太后瞧她那筛康的样 心里头可怜又可恨她 厉声喝道 跪起来说话 是是是是 秋德用双手撑地 又兜兜索索地跪直了身子 李太后坐回到皇陵秀衣上问 你方才说的这些事 是谁告诉你的 是是是 李部的私务官既有功 你怎么认识他 奴才并不认识他 是他托人找到奴才 为什么要找你 就因为你是 前清宫管事牌子 按大名律 内侍结交外官 当凌迟处死 你知道吗 李太后冷冷的几句话 犹如是晴天霹雳 秋德用被震得面如土色 额上渗出了痘大的汗珠 出于本能 他小声的辩白 启 启禀太后 奴才 奴才并未交接外臣 是他既有功找奴才 我只同他 我只同他 见过一面 秋德用 你也不用身边了 李太后长嘘了一口气 你 数啥的 数 数什么 咱们 咱问你的 数相 十二生肖中 你数啥 启禀娘娘 奴才 数狗 知道了 退下吧 秋德 秋德用 成皇 成恐 退下 他不明白 李太后 为何突然 问他的 属相 他服侍 李太后 已经六年了 因此 看得清楚 自龙庆 皇帝死后 受人 爱戴的 李娘娘 好像 变成了 另外一个人 早善过后 这连着的 两次会见 李太后的心情 已经完全被破坏了 在西暖阁里 缓缓 躲了一会儿 布 瞎了一杯 清火的金银花茶 这才在 荣儿的陪侍下 来到了 东暖阁 东暖阁里 坐了四个人 除了小皇上 朱义军 还有冯宝 捧着奏匣的 牙牌太监 和朱义军的 贴身内侍 孙海 见李太后进来 冯宝领着 两位奴才 跪下迎接 小皇上 也离了绣椅 垂手速立 李太后走上前 扶着小皇上 重新坐上绣椅 他自己也在旁边 一张绣椅上 坐了下来 又指了指灯 让冯宝落座 然后他问 今儿个 给皇上念了些什么笨子 冯宝瞅了瞅 堆在鸡岸上的一堆奏书 欠身打道 启离娘娘 供念了五道 第一道奏书是 阴正茂寄来的 禀告立波县主播 吴思礼 与思苗洞酋长 盘鸭吉 两人通匪 他按军法从事 斩了两人首级 第二道是 庆元府之府 许新知 谈何 阴正茂的提本 说阴正茂夺 皇上 微福 护权自尊 滥杀无辜 吴思礼 虽有过错 却无死罪 建议皇上 将阴正茂 彻职查办 第三道本子 是吏部的 禀报警察 施行情况 严明 犯有贪赃亡法 接荡营私 玩乎职守 怀思禁邪 这四种 劣迹的官员 以加重惩处 第四道本子 是礼部 私物 既有功成上的 言朝鲜国 恭贺皇上 登基的特使进京 所需招待费用 本该户部 如数拨付 但户部 拒不成给 反而要礼部 从本应用于 会式的花绢税中 开支 这有违朝廷礼法 请皇上降旨 切责户部 第五道本子 是督察院 监察御史 欧岁上章谈和泰山提点 杨用成 说他私吞泰山 香税银 五千两 用于贿赂京城 要紧官员 一束贪赃亡法 尤其令人气愤之处 使他竟敢胡说 这笔会银 用于慈宁宫 如此明目张胆 攻击慈圣皇太后 更该最佳一等 冯宝一口气 说完了这五道奏书的内容 李太后听了 问小皇上 君儿 这些本子 该如何处置 回幕后 朕已命大半 悉数发内阁你票 对 任张先生处置 李太后 接过荣儿地上的 温茶瞎了一口 问冯宝 欧岁是什么人呢 是监察御史 这个本子上 已写了他的职务 咱还想知道 他更多的情况 奴才听说 他是龙庆二年的进士 张居正是他做主 哦 难怪 李太后感叹了一声 眼中掠过了一丝 感激的神情 随即说道 依咱看 先让锦衣卫 把这杨用成抓起来 着实拷问 如此贪慕之人 焉能轻饶 你说那君儿 母后说得对 就这么办 朱义军对母亲 那是言听计从 李太后满意地点了点头 突然又猝着没问 君儿 今儿五道折子 有两道关乎礼部 今儿上午见了武清博 还有秋德用 都扯到礼部 这礼部 到底要干什么 李太后的话说得含糊 朱义军听了似懂非懂 一句话也答不上来 冯宝却心知肚明 见小皇上发呆 他小声说 这也难怪 王熙烈 本属高拱死党 李太后听了 脑海里立刻闪现出了 父亲 讲述的那条 凶恶的大黄狗 他心中存到 兴许 这个王熙烈 就是那条大黄狗啊 他本想就此事多说几句 但连续两个时辰的谈话 他已经 感到了疲乏 打了个哈欠之后 李太后揉了揉 发酸的眼眶 对冯宝说 这两日 你物色一个人来 当乾清宫的管事牌子 那 那 邱公公呢 唉 邱德庸 是本分人 他的外甥张大郎 被人刺死 这样大的伤心事 他呕在心里 不敢跟咱讲 咱本说发道纸 给张大郎优序 现在看来 也不必了 朱义军瞪大了眼睛问 母后 这是为何 李太后 扶了扶小皇上的头 轻轻地说 君儿 不是你娘心狠 谁叫他 邱德庸 属狗呢 细心的冯宝 看见 李太后 说这话时 眼眶里 已是泪花 闪闪 今天 是同立本的公祭日 同立本 已经死去九天 每天前来 吊咽的人 络绎不绝 同宅所在的 羊尾巴胡同 本来就不甚宽敞 如今早已被 晚杖 招魂帆 指人 指马等 一应名气添满 这些是京城天气好的出奇 白日里天空一片袜蓝 晚上一片繁星 不遭雨淋的素纸素花 把李靶长的一条胡同 堆砌得一片告白 从从复复 见不容脚 今天一早 参加公祭的官员们 从四面八方陆续赶来 都只能把轿 停放在胡同口外的大街上 而一应十几个 签单答应迎宾轿子 也都从同立本院门前 签到胡同口 不时听到他们错落有致 有本有眼的高喊 立部园外郎 江大人道 行部郎中 赵大人道 礼部园外郎下大人道 兵部武贝斯主事贾大人道 大理寺少卿方大人道 独察院 简都与使 顾大人道 每次畅惹之后 接着 就是震耳欲聋的唢呐 哀悦和哭婆子们 熟练至极的干嚎 同立本生前 虽然命运至尖 但死后的哀容 比起先他一个月而死的 礼部尚书高一来 又不知强了多少 这次攻击 由王熙烈发起 他自然来得较早 对胡同里这股子 埃容弥漫之气 他身为满意 这时王熙烈的心情 是一会儿兴奋 一会儿沮丧 与张居正较近 他虽然处在劣势 但同立本事件的发生 又多少 让他占了一些上风 户部尸形的胡椒苏木折缝 实际上 让他给搅黄了 这些时 与张居正做对的事 他尾时做了不少 而且每出一招 张居正就被动一回 为此他心中颇为得意 但他也清楚 自己本来没有这么大的能耐 基因张居正上任 一时施行的胡椒苏木折缝 与经查两件事 是一竹膏打一船人 几乎得罪了所有精官 俗话说 蛇有蛇路 虾有虾路 若论如何聚敛钱财搜刮明膏 在贪磨成风的官场 大多数官员都有一身故事 甭说拿两个月胡椒苏木折缝 就是再拿两年 他们照样每天吃香喝了 屁中都会打出油酥味来 精官们之所以怨气冲天 一是觉得张居正这位首府太不尽人情 上任一时就摆出个铁公鸡的架势 不肯给陈辽百官一点实际利益 二是经查正在进行 四品以上大员的自臣不值书 都已经成到御前了 四品以下官员的自臣接铁 也早都汇总到利部衙门了 他们中谁能留任 谁将遭贬 谁会消极 不消几日就会接盖子 明眼人都知道 经查之初 小皇帝下班的那道 措辞严厉的戒狱群臣的旨意 原是张居正的杰作 由此可知 这次经查的调子 是由他定出来的 前几日利部更是资闻各衙门 申明犯有贪赃妄法 结党营私 玩乎之手 怀私禁邪四样者 加重惩处 而贪磨之人 惩处有盐 经官们 懒静自照 无不有危机之感 出于防卫需要 那些自认为在经查中 过不了官的官员 便主动向王熙烈靠拢 利用同利本之死 大作文章 攻击 这是科正 如此做法 在官场上 也有一说 叫反制 知道你要整治我 我便抢在你下手之前 先抓住你的问题 大作文章 误求痛快淋漓 大白天下 这时候 如果你在利用手中大权 对攻击者弹劾罢免 势必引起公分 当事者投储忌器 往往作罢 一般情况下 这种反制的斗争策略 大都会收到功效 看到官员们的不满情绪 一日比一日高涨 王熙烈心里头 甭提有多高兴了 开头 他既希望于 魏学增挑头闹事 现在才发现 自己能力并不差 也就当人不让了 把礼部 当成了反对派的大本营 他与魏学增 记忆 让南京护科济世中 桂元清上本 弹劾王国光 事事封向 三天之后 皇上降旨 给桂元清 消极处分 官员们从底报上 看到的这份圣誉之后 都是敢怒不敢言 此情之下 王熙烈又与魏学增商量 再找六科十三道 阎关中的自己人 跟着上本 给桂元清 明不平 再就胡椒苏木 折缝之事 弹劾王国光 总之 他之所想所思 就是要把这场反制斗争 弄得如火如荼 形成燎原之事 那头写谈和本子的人 还在搜罗证据铺排慈藻 这一头 他又向杨用成面授机 教他如何居傲 接着又派既有工 前往户部申请用银 一应尸体 都把矛头对准了户部 打蛇要打七寸 张居正这条毒蛇的七寸 正是护部 王熙烈一高兴 便向心腹说出了这样的话 他自以为用的都是杀手锏 谁知那天杨用成既有工 先后是杀鱼而归 向他禀报了各自的遭遇 他顿时又感到事情有些不妙 金学增 一个小小的九品官政 辱骂殴打礼部 一个六品官员 不但不受处罚 反而受到了张居正 王国光两个人的亲自接见 杨用成被宣布 不准离开京城 等候听餐处理 甚至还要追查那五千两香税银的去向 昨天更传来了惊心动魄的消息 李太后亲下遗址 将杨用成下载锦衣卫大狱 而金学增带领的查账班子也已经组成了 不日就要来礼部集查 夜里他去五清博府上拜法 得知他们父子与李太后见面的情况也不尽如人意 种种蛛丝马迹都说明张居正重新取得了李太后的信任 要拿他礼部开刀了 王熙烈突然产生了大线临头的感觉 但开弓没有回头见 形势发展到了这种地步 就只能拼个鱼死网破了 王熙烈一狠心 准备利用同地本的功绩 再向张居正发动一次猛烈的进攻 好在新的礼部尚书尚未认命 一应不无 由他这左侍郎说了算 因此他让礼部立员全部出动 凡前往同利本家调宴过的官员 都送一份礼部分发的参加功绩的情节 如今王熙烈走的羊尾巴胡同中 望着渐具渐多的一张张熟悉的和不熟悉的面孔 心里头又多少增强了一些自信 边走边看 不觉来到了同利本院子门前 一眼就瞥见了坐在木圈椅上 穿着一身笑服的铜丛舍 口角流闲 望着他痴痴的笑 心里顿时起了腻味 他问一直在此操办的王典力 他怎么这个样子 王典力大 他现在还算好的 刚抬出那会儿 他一会儿好着我要富 一会儿又看这些指人指马 傻笑着嚷 好看 他并不知晓 他父亲死了是怎么回事 王典力学得唯妙唯肖 王典力越发看了不自在 把他挪个地方吧 等会儿各位大人来了 看着太不雅像 回大人 小的觉得让他待在这里很好 王典力脚快地眨了眨眼 公祭不能没有孝子在场 童大人眼下就这么一个宝贝疙瘩 他不是还有一个儿子吗 是有一个 但远在故乡翻语参加乡试 离京城万里之遥 这会儿只怕还被收到父亲的死讯 两个人正在说话 坐在木圈椅上的柴儿 冷不丁朝着王典力 嚷了一声嘀 王典力顿时像被蝎子 折了一口 慌忙闪开了一步 别乱叫 别乱叫 再叫就把你 王典力朝柴儿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柴儿吓得哇的一声就大哭了起来 王典力叹息了一声 哎 同力本倒霉到家了 还是死了好啊 天底下的孝子 这是我见到的最体面的一位了 王典力说着就走开了 羊尾巴胡同里的人越来越多 王典力正四处转悠着 与前来的官员们寒暄 忽听得忽痛口又传来了一声 洪亮的畅惹 吏不左侍郎 魏大人到 王典力赶忙迎了上去 只见魏学增 昂首挺胸 脸色漠然走了过来 两个人蓄礼过后 王典力兴奋的说 奇观哪 你看今天这战事 足见观心向背啊 魏学增四下看了看 来是来了不少 但我刚才翻了一下千道步 也看出一些蹊跷来 一是京师各衙门堂官没有一个正职出面 二是户部和公部竟没有一个官员前来参加 这个不难解释 六部九卿各部门堂官都是张居正新进更换的 自然都要阿富这位首辅 至于户部就更明显了 王国光是胡椒苏木折缝的始作俑者 精官们的气都发在户部头上 他们怎有颜面来参加攻击呢 说到攻步倒是一个例外 听说朱衡这个倔老头子下了死定 他衙门里有哪个官员胆敢来参加祭奠 一定严惩不待 因此攻步里头虽有同情同利本的官员 这下也不敢明着来了 想不到朱衡这头老将牛 竟然让张居正调教得这么福贴 这就是张居正的过人之处 秦贼秦王 这一套他用得很熟啊 魏学曾说到这里又问道 听说张居正前几天去了一趟户部 你知道吗 我不但知道 这里头还有故事呢 王熙烈看了一下周围 忧心忡忡地打道 我琢磨着 张居正去户部 一定是向王国光面授积 如何拿咱礼部开刀 王熙烈接着 把这几日发生的事背戏说了 魏学曾听后冷笑了一声 哼 听说李太后下旨逮捕杨用成 是因看了张居正门声 欧碎的本子 张居正沉默了多日 现在终于动手了 王熙烈心下黯然 兴兴地说 张江陵处处都是后发之人 器官兄 咱们斗不过他 却也不能让他好过 魏学曾点了点头 半是生气半是忧虑地说 你大概还不知道 前清宫管事牌子秋德用 也被免职了 啊 王熙烈浑身一震 什么 秋公公被免职了 这是啥时候的事 刚发生 是啊 昨天上午他还与纪友公见了面呢 嗯 他俩为何见面 我让纪友公向他套路户部 要清查泰山香水淫的事 魏学曾长叹了一声 嗯 秋德用杯免职 可能与这件事情有关 欧岁的本子里头 就说到杨用成自己贪莫巨款税银 反而诬陷李太后 汝定兄 无论何事 只要牵扯到前清宫 就一定要慎之又慎 魏学曾如此说 是因为他知道王熙烈想利用泰山香水淫一事做一个局 陷害张居正 没想到落得个鸡飞蛋打 自己反而被动 王熙烈 王熙烈愣了一会儿 咕囊他 哼 女人 毕竟头发长 见识短 是啊 大内里头 一个女人 一个孩子 还有个没根儿的男人 这官 是没法当了 魏学曾发牢骚 口无遮拦 接着又说 今天一早通政司 就把皇上 魏流亡国光的御址 送到了礼部 皇上才十岁 懂得什么呀 皇上御址 哼 说穿了 还不是张居正 假借名义吗 王熙烈不胜愤然 说话也就家强带棒 高阁老秉国时 朝中亦有风吹草动 各路言官一窝蜂的上本子 如今出了这般大事 几世忠门屁都放不出一个来 有那么一两个 答应写本子的 至今几天过去了 仍扭扭念念 拿不出东西来 真是岂有此理 魏学增忽然间变得坦然起来 这就叫此一时也 彼一时也 卢定兄 既然做了的事情 就不要后悔 今天到这里之前 咱就做了最坏的打算 大凡新主子登基 总要实行人证 如今却是科政 咱们做大臣的 焉有畏畏缩缩 任奸为中之理 那依奇观兄之间 下一步如何进行 反正你我 都无退路可言 这个咱知道 咱的意思是 如何把事情 闹得更大些 魏学增 指着塞满了胡同的黑杖晚联 饶有深意地说 为一个上吊自尽的六品主事 举行这么大的功绩 国朝史无前例 老兄啊 这件事还不够大吗 王熙烈干涩的一笑 接着压低了声音问 你觉得张居正 会不会出面干涉呢 他怎么干涉 比如说派兵来驱散什么的 哼 如果他那样做 岂不正好 两个人心有灵犀 交谈过后 王熙烈带着扶之不去的沮丧 情绪 又忙起功绩的事情了 翻了椅牌 功绩开始 胡同里挤满了一百多名官员 赶来看热闹的市民 也把小胡同口里三层 外三层堵了个水泻 不通 胡同两边住户人家的墙头上 也占了不少观望的孩子 小小一条胡同挤了大几千人 王典立 给同立本 寻了一口质量不错的棺材 如今 抬到院子外街面上 当司仪宣布 功绩开始 众人肃募敬力 哀乐大奏一通之后 站在棺材前面的王熙烈 便开始大声的吟诵 他精心炮制 又经过几位牧友 再三润色过的绩文 某月某日 故礼部一致思主事 同宫之丧 礼部左侍郎王熙烈 维闻以继约 同宫立本 自吉祥 广东藩于人士 又入养续 宝读诗书 二十七岁得众举人 嘉境三十二年会世 进世 初补之县 寄生周同 后调礼部 荣英主事 劣迹二十余年 不逢营 不谎媚 不为上 幻海生涯之中 有正生 有连结 有操守 人参七月 因胡椒苏木折风 举家生计陷入绝境 公祝两袖清风 又不肯告困于墙港 遂界三尺白铃 断然了却残生 呜呼呜呼 本是冤中静默之臣 顿作玄良豪富之鬼 世身未寒 额言肿之 人亦功于 于为辩之 人亦功着 于为执之 人亦功显 于为身之 乌呼同工 本欲以经术 遭访圣主 却屡屡 见济于 腐壁之臣 开辅地方 为民请命 调臣有礼 生之精师 左君之礼 闻早进攻 奈何雄狐九尾 不得与标虎艳行 脚裤三突 亦难逃 楼以拨命 公之为人 阳愁而阴恶 此乃大智之鱼 公之行事 郁郁而视巧 此乃大乔之拙 公之为官 阳卓而行方 此乃大宗之险 然公之品额 不畏官场所容 历历二十春秋 竟只得六品 主事而终 古人云 生不愿 封万户侯 但愿一时 寒荆州 如今 俯公之官 难免哀痛而愧态 李太白常有 而思贤若可知 寒荆州 却百年难得一见 王熙烈摇头晃脑 言诵至此 竟自哽咽了起来 这概因是触景生情 其悲不在死者 而在自己的遭遇 见主机官 如此声泪俱下 在场众官员 也莫不为之动容 人群中于是 有了一片小小的骚动 见惑可听到 悄悄的议论 王大人如此善待不暑 同利本若权下有之 也敢欣慰呀 嗯 他这寒荆州 一点用得好啊 如今荆州 自荆州已 只是无是人非呀 这话 暗赐现任的首府 他也是荆州人 不知谁 击顾了一句 也有人说 若王大人平常 稍加恩典 同大人也不知 落此下场 是啊是啊 嗯 是 各种议论 不一而足 王熙烈 本来就有 作息的成分 这一下 更是感慨 唏嘘 进入了角色 正当他掏出 手卷 开泪之际 坐在牧圈椅中的柴儿 没来由的又兴奋了起来 他从未出过院门 更没有见过这种场面 见这么多人一起抹眼泪 便觉得好玩 顿时脑壳 一阵乱咬 嚷叫的喊到了爹 接着只听得屁股底下 一声闷响 众人不知旧理 但一会儿便都闻到了奇臭 王点立问 你干什么呢 我 我 我哪是哪 柴儿呜呜呜的哭了起来 口角又挂起了长长一串咸水 王点立捏着鼻子 又朝柴儿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站在跟前的王熙烈 顿觉一阵恶心 他挪开两步 屏住呼吸 好不容易 才把那股子翻长倒位 想要呕吐的感觉强压下去 虽然没了心绪 但还是缩着鼻子 屏住了呼吸 把记文念下去 呜呼同工 六品清官 修然寒室 落荡闲草 泪同不一 看囚马轻狂之客 歌颜永日 群姬风流之辈 静夜销魂 功却一不求心 十不果腹 而却两腿 窃秒一目 无耻威命 一匹兽驴 本是朝廷之命官 竟成地乡之恶瓢 卸下官袍而自尽 挂起苏木而悬梁 请问谁之过也 谁之罪也 念到这里 王熙烈已经是生死历劫 只见他脸上肌肉痙攣 双眼冲血 机遇垂胸顿足 这情绪感染了所有在场的人 不知是谁愤怒地勾喊了一句 谁之过 谁之罪 务必追查清楚 立刻又有人接了一句 是啊 我被朝廷命官 岂能称为何则之语 真上之肉 这些话富有煽动性 本来就憋了一肚子气的官员们 这一下被撩拨得怒气冲冲 胡同里顿时就像炸开了锅了 眼见这场面 王熙烈兴奋不已 他同站在身旁的魏学增 交换了一下眼色 挥手示意大家安静 轻轻喉咙 正欲念下去 不知是谁杀猪似的嚎了一声 不好了 失火了 闻者无不大惊 胡同里顿时又骚动起来 王熙烈以为又是谁的恶作剧呢 正想做手势让大家安静下来 听他把纪文念完 一抬头 只见胡同口果然窜起了一股子浓烟 堆放在那里的纸人纸码 不知为何烧了起来 他立马丢了手中的文毫 强自镇定的大声击呼 大家不要慌 赶忙弄水来 把火浇灭 但想情想情的秋灶天气 在胡同里摆放了八九天的这些纸扎 不作的名气 已经是干交的一折就断了 如今既有火苗不舔过来 加之狭窄胡同又是一个抽风口 很快就成了燎原之势 胡同口已经被围观的市民给堵住了 火势往胡同里扑 官员们都争挤着往胡同身处逃命 但五角的烈火比有角的官员们跑得更快 不消片刻 胡同里已经是一片火海 名气雾椅车轿都浸在了熊熊烈火之中 很快烈火又窜上了房子 整个一条胡同都浸在了烈焰之中 到处都被烧得噼噼啪啪哗哗啦啦 一片喧腾炸响之声 轰隆隆这里的墙倒了 泼啦啦那里的房塌了 逃命的官员民众一个个荒不择路 许多人让农烟给呛昏了头了 本是逃命却偏偏往火海里钻 王熙烈素以文雅自命 何曾见过这等惨烈的场面呢 顿时下得两脚如泥 瘫倒在地 夺路逃命的官员民众 此时也已经是自顾不暇了 哪还管得了他呀 竟纷纷从他的身上践踏而过 不一刻 他便被踩得鼻青脸肿 遍体鳞伤 亏得礼部几位官吏 拼尽了全力 把他从地上拽僵起来 拂叶着仓皇逃顿 胡同里 也有一个人不跑 这就是魏学增 这位在辽东大营带过兵 任过总督的大臣 一见出了事 他首先想到的不是逃命 而是把火扑灭 他见众位官员 撒英式的逃窜 连忙跳到了 同立本的棺材上 大声吼道 都不要跑 跟我一起救火 但任他嗓子喊破了 也没有人听他的 这些平日里养尊 储优的官员们 此时只恨爹娘 少生两条腿呀 瞧他们如此熊包 自私不争气 魏学增弃成了 黑脸包公了 后悔不该与这帮的窝囊废 搅和在一起 恰在这一时 割棺材的凳子腿 被烧断了 棺材倒了 魏学增被摔在了地上 刹那间就被冲过来的火焰 了成一个火人 魏大人 逃吧 有个下等官员跑过来帮他 他跳起来 咕着那人一个耳光 恨恨地骂道 你看看 百姓人家的房子都起火了 身为朝廷命官 焉有逃跑之力 火势越来越大 挨了耳光的那个下等官员 也不敢站在原地计较 捂着脸 踩着轮子一般溜了 童家门口 只剩下魏学增一个人 他顶着烈焰跑进童家 拎出了一桶水来 泼向一位浑身是火 躺在地上 惊弱的年老的官员 早晨 张居正一到内阁 传指太监便前来 向他传达皇上的两条口语 第一 金秋的惊严 推到十月十日举行 第二 每件先生票本 墨迹光彩异常 香气弥酒 不知所用何墨 望告之 听着这两条圣语 张居正大喜过望 吩咐书办赏给传指太监 五两银子 传指太监来内阁传指多次 从未得到奖赏 张居正今日突然慷慨大方 令他十分惊奇 说了几句感激的话 喜颠颠地走了 他哪里知道 张居正为了得到这道圣语 花费了何等样的心血呀 那日在文华殿东市 冯宝与张居正商量 皇上惊严的事 对于十五万两银子的开支 张居正知道硬扛是不行啊 于是有意无意间提了一条建议 如此重大之事 一定得选个皇到吉日 冯宝回宫向李太后做了禀告 李太后觉得张居正建议甚好 便在冯宝的提议下 微服出宫 去了李铁嘴测字馆 先一天 当尤其从徐绝口中得知冯宝与秋德用 已经去测字馆探听了虚实 李太后决定亲自前往的消息 立马就禀告了张居正 这位被眼下混乱的朝局 折磨的心力交瘁的首辅 突然间看到了一线生机 他当即向尤其面授积遗 让他连夜去找李铁嘴 尤其遵主人之命 半夜三更敲开了李铁嘴的大门 告诉他明天会有什么什么样的人 来他管理测字 不管这母子二人抱了什么样的字 让他测 他一定要做到两样 一是论及花钱之事 就说眼下无钱可花 若硬要花钱 则有栽旧 二是若要选择黄道吉日 则尽量往后托 李铁嘴开馆二十多年 还从未遇到过这种事呢 出于职业道德与一己尊严 他完全可以拒绝这位陌生人的建议 但尤其的言谈举止 又让他赶得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 犹豫再三他问道 咱们这为何要这样做呢 尤其从怀中拿出了一定五十两的文银 放在了桌上 这还是皇上那天颁赐给张居扔的呢 尤其说按我说的去做 这个全做赏银 李铁嘴居京师多年了 认得这定文银是内府出品 越发觉得这事蹊跷 心想来者所求也不是什么难事啊 家之有这么大一定文银可赚 便点头应允下来 第二天他如迹行事 展示他的铁嘴功夫 说话紧扣字意 丝丝入扣 把尤其交代之事当成玄机说出 被李太后母子惊为天人啊 当天夜里 尤其又去李铁嘴那里讨了回信 张居正听了将信将疑 现在听了这道圣语 才相信李铁嘴所言不狂 想的如此大的一个难关 竟能凭借一个江湖义人的油嘴度过 心里头不但不感到轻松 反而更增添了沉重的复旧感 如果说第一道圣语让他心安 第二条圣语更是令他难以激动啊 问莫虽是小事 但从中可以看出小皇上 又把他当师父对待了 这小小的变化 预示着李太后对他曾一度动摇的信任感 又重新恢复了 张居正望了望乾清宫的方向 沐浴在灿烂秋阳下的紫禁城 此刻英罗不动 仙臣不飞 他的心情顿时填饰下来 略意沉思 就远笔深旨 写出如下接铁 仰望武皇陛下 陈章居正 谨就圣玉问莫一事 攻达如下 臣所用之莫 明水晶公莫 盖西人汪廷契所致 亭契 自好水晶功课 贾富而好文雅 与世大夫游 每年至善莫相赠 然所致仅数十亭 故坊间无收 曾听有人言 水晶公莫 制法特经 用上好纯正松烟 干倒细筛 每一斤烟 对焦无两 进尘皮之中 尘皮 即江南石坛木皮也 齐皮入水绿色 既结胶 又一墨色 腌浸之后 又用鸡子白五枚 珍珠摄香各一两 皆别至何条 铁锯中倒三万储 可过而不可少 大凡墨以煎为煞 古墨以上挡松心为煙 以带骏鹿角焦 兼为高之而合之 其兼如实 此为溢水人祖氏所创 祖氏乃唐之墨官也 其后有汪超者 得祖氏真传 唐墨与其子言归 千居来西 此乃亭气仙族也 论者言亭气至末 其间如玉 其香如蓝 其文如锡 长不过齿 锡如猪 用三年乃进 其魔处边际似刀 可以采纸 用其墨书版读 遂酒毒朽而自不动 皆言其兼业 写到这里 张居正把直房书半 摇框喊了进来 所存水晶公墨 还有几亭 两亭 好 张居正答应一声 又写了下去 臣所用水晶公墨 从汉林院学士许国处得来 许为西人 学问精湛 为士林推重 皇上经言 臣所选讲师三人 许国是其一也 臣所存水晶公墨 上有凉亭 现呈现皇上适用 若称圣意 可欲指西州之府 列水晶公墨 为专攻 张居正 腐败 写必 张居正检查两遍 并无疲漏 便吩咐摇框 你将这份接铁 连同那凉亭 水晶公墨封好 一并送到司礼剑 转成皇上 摇框刚走 张居正身子都未挪动 就开始翻阅 由司礼剑送出的 带你票的奏书 第一道奏书 是南京刑部右侍郎 师郎的献言 其中一段写道 祖宗设立刑部 督察院大理寺 为之法司 其则纠正官邪 清平预送也 设立东厂锦一位 为之遭遇 所以击捕盗贼 结问奸鬼也 付职业之废 为之旷官 执掌之夺 为之亲官 今后凡贪官冤狱 仍则之法司 提问辩明 若有隐情屈法 听厂卫勘查报上 凡盗贼奸鬼 仍则之厂卫 急防捕获 然必审问明白 宋法司 拟票报上 为其法司 与场位 职责分明 方能士体允当 各崖直视 不治混乱 读完这道奏书 张居正放下 又拿起了 另一道来读 这道奏书 是山东道御史 谢剑之写的 陈石士书 说 今民立日困 库府日空 启赤各部 备查进来 比龙庆初年相比情况 如历部 新增多少文职官吏 户部 新增各官 并各王府 奉录几何 礼部 新增供应 并祭祀赏赐 等相各有多少 兵部 至新增军职 并柴心造立多少 公部 新增 公关 并营造 料价多少 各部 应竹相清查 总数上报 如此 可以 隔 冒烂 贪末之壁 量入为出 指各衙门 攀比 忘费之心 肯忘 人主 亲家 财 张居正一口气 读完了九道 带你票的奏书 不但不感到累 反而觉得精神气 格外的旺盛 这九道本子 除了上述两道 余下七道 有三道 就京城 苏州胡同 巡警铺档头 蒋二旺 吃控鹅一事 引发议论 建议清理天下兵营 重造搏击 凡吃控鹅 贪末 享银者 一律严惩 有两道 涉及理财 就清理全国各府 州县 累年 积欠 刻银献计 还有两道 希望圣上御旨 京师各大衙门 进去 奢靡 付费之风 例行节约 以省国用 这里头有一道折子 是光禄寺 城罗仙集所写 严龙庆 五至六年 两年间 由光禄寺 进上贡物 用于皇上膳食 并修斋 等相器皿 共两万三千三百四十五件 内饰 节流未出 罗仙集用词兼刻 称这等取物不还的做法 类同贪末 往圣上发指 将此等大批物件 由上膳 借 清理归还 不难看出 这九道奏书 虽一世各异 却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揭露石壁 抨击朝政 如今把他们摆在一起 就感到分量颇重 局外人哪能知晓 他们的出笼 原也出自张居正的一片苦心 却说朱宏武创设的首辅制 与唐宋两朝的宰相制度 多有不同 首辅与宰相 虽然地位差不多 但秉国方式 却差别甚大 宰相握有提调任免 生杀语夺之权 而首辅名义上 只不过是皇上的顾问而已 他既不能提拔 将处任何一名官员 调动一兵一卒 更不可能对各大衙门 以及全国各州府县 直接发号施令 但是首辅 也有一样显赫的权利 那就是拟票 国朝正式无论大小 皆以皇上的圣旨为准 但皇上的圣旨 除极少个例 一般都得送往内阁拟票 皇上同意这个拟票 就命司礼监 照样腾抄一遍 侍卫批诸 皇上若不同意 仍得发回内阁宠拟 有时候皇上也可以绕过内阁 净发宗旨 但不可能经常这样 大量的圣旨 还得照票批诸 这样一来首辅 就可以通过拟票 间接地控制朝纲政局 这样一种执政方式 对皇上与首辅双方 均有制约 若双方发生矛盾 失败的只能是首辅 皇上 虽不能更改这种先祖创立的公文制度 但他可以撤换首辅 因此大凡想要有所作为的首辅 首先要审时夺势 摸清皇上的脾性 用自己的观点影响皇上 其次 就是将自己的所思所想 告诉相关官员 让他们向皇上写本成奏 自己再来行使拟票权 批准这一谏言 高拱在任的时候 之所以能呼风唤雨 独揽朝局 就在于他既得宠于皇上 又有一大批门生故旧 为之效劳 张居正久居内阁 焉能不知各种奥秘 他虽然痛恨彭党 私下里又不得不承认 如此体制之下 没有彭党 必然是一事无成 因此 他给自己定了两条原则 用术存正气 结党不赢私 基于这两点 多年来 他也用心接纳同志 培植势力 上任首辅两个多月以来 他仿佛经历了漫长的二十年 说严重一点 他每天都处在焦灼 希望 感愤 与痛苦之中 但作为一个韬光养晦多年的人 他并没有被这暂时的困境所吓倒 就在同立本上吊之后 他感到形势 有可能发生转变 经过深思熟虑 他向全国各地发出了二十多封集信 收信人全都是他的门生故旧 他向他们密授机遗 教他们如何向皇上写本禁言 现在摆在他桌上的这九道奏书 就是其中的第一批 皇上既然悉数发了内阁拟票 其态度不言自明 想到这一层 张居正不仅双眸迥 脑海里顿时生腾起了一个壮丽的憧憬 万力新政 就要开始了 于是 在极度的兴奋中 他提笔拟票 给施郎奏折的拟票是 国朝创设法司与场位 职责各有定制 主该衙们听了 昭如异形 给谢俭之臣十臂书的票拟是 这道书切中十臂 卓各不愿大臣看了 详意报来 不得延误 给光禄四城罗仙吉成书的票拟是 契敏偷盗魅墨之师 屡有发声 这都是梦冲任上师 所言契敏应悉数归还 今后遇着这等事 据复写验入 上善见 并各公职日太监赵树发出 如有损少 听提督太监参奏 刚拟了这三道票 张居正戈笔 才说闭目养一会儿神 忽听得有人敲门 谁啊 是我 窑框推门而入 接铁送进去了 送了 窑框一脸紧张之色 微喜地说 收服他人 出大事了 可是 羊尾巴胡同 烧起了大火 这场大火 足足烧了大半天 风筑火势 越烧越猛 亏得京师大营 派了数百兵士 赶来扑救 这才把火势控制住 薄木时分完全熄灭 据初步统计 这场大火烧死官员五人 围官级住户民众二十四人 烧毁民房一百八十七间 采伤烧伤的人 数以百计 其中十几个伤势重者 也是奄奄一息 生命垂危 同地板的棺材 以及坐在木圈椅上的柴儿 巨被烧成一堆黑炭 他的仓头老正 在混乱之中被踩死 侍窃贵儿 被烧得体无完复 躺在床上 只有进气 没有出气 羊尾巴胡同 变成了火葬场了 生前懵懂愚钝 死后受人利用的同利本 万万没有想到 竟然有三十个人 为他陪葬 大火烧得正盛时 张居正亲临现场 查看火事 并就救火事宜 及善后处置 做了一番紧张的安排 只等到灰飞烟灭 一片狼藉 被烧得衣不遮体 毛发聚焦的官员 一个个被抬走 他这才灯叫离开 回来路上 他思虑着 这件惨案究竟如何发生 应怎样调查事发真相 处理善后事宜 同时他又暗自庆幸 这场大火 倒是帮了大忙了 他现在可以放手 去追究肇事者的责任 而不必顾忌 各种敷衍礼 想想这些日子 发生的事情 他不仅摇头苦笑 心中寸到 还是古人说的对呀 多行不义 必自毙 唯苍天不可切 一回到家 张居正就派人去找王传 带他吃罢了晚饭 来到书房 唐义就进来禀报 王传已到 张居正吩咐传他 进书房来会见 刚落座 王传就迫不及待的说 首付 今天的这场大火 真是天碎人意啊 张居正尽管心有同感 但仍把脸色一沉 一场烈火 烧死这么多无辜 你身为大臣 怎么还能幸灾乐祸呢 王传本想拍马屁 却没料到 招来伸赤 好在他脸皮后 竟黑黑黑的干笑着 掩饰着尴尬 张居正又问 外头 都有何余情啊 手下人的访单 都还没有送上来 被执来之前已经吩咐 一有密报 直接送来这里 王传手下 有一帮便衣耳目 专门查访 京师各色人等的动静 虽不及冯宝掌握的东厂 权势大 眼线广 却也让京师官身 大户感到莫大的威胁 冯宝的东厂 本是直接为皇上服务 盖因皇上小 张居正实际上 总摄超纲 再加上与冯宝打得火热 所以本来只有皇上一人 才能揽阅的东厂 访单密扎 冯宝也会送一份给他 正因为控制了两条岸线 京城百官的一举一动 都在张居正的掌握之中 王传接着说 这场大伙吧 参加功绩的官员们 都给吓蒙了 死的伤的不说 侥幸逃出来的 也都成了惊弓之鸟了 魏学增呢 他烧得伤势不清 听说他一连从火堆里 抢出了六个人 烟熏火燎 晕倒过去 兵士用水把他浇醒了 他仍不肯走 坚持要和兵士们一起救火 他胡子都烧光了 脸上竟是大水泡啊 张居正心中 很是欣赏魏学增这股的 敢作敢为的英雄侠气 魏学增这个人 与王熙烈 不可同日而语 王转随话答话 杨伯各手里等 都称赞魏学增是一条汉子 魏学增现在何处 在家里 杨伯老找来太医给他疗伤 不过听说他家门口 已经有了一对锦衣卫了 张居正大吃一惊 锦衣卫同东厂一样 也是直接归皇上掌管 既然锦衣卫已出动 就证明皇上已经知道此事了 他猜想皇上一定是听了冯宝的话 要严惩肇事者了 于是又问 王熙烈呢 他的伤势不重 但听说他得了惊吓症 在家是又哭又笑 他家门口 有锦衣卫吗 有 王转眨了眨眼睛 讨好地说 首府 锦衣卫出动 皇上圣意 亦是十分明朗 张居正点了点头 深思地说 今天这场火发生的有些蹊跷 果真是触怒天意吗 京城秋灶 连狗鼻子都干得流血 何况那些不扎纳指红的名气 见上一个火星子立刻就有燎原之事 究竟是何原因发火 结冬 你务必调查清楚 是 两人正说话时 私婚 又报 外头有人要见王转 王转出去 片刻回来了 激动的脸色通红 首府 王熙烈 死了 好 怎么死的 悬梁自尽 这是卑职 手下人刚刚得到的消息 王转轻蔑地说 这个农宝 一看锦衣卫 封了门 就知道自己罪责难逃 与其送进三法司 献欲问罪 倒不如自我了结呀 自作孽 不可活 解冬 关于这场火灾 史莫情犹 你连夜写一个本子 明天一早 送来内阁 转邹皇上 卑职遵命 王转欠身回答 按理说 他应该起身告辞 但他磨磨蹭蹭 就是不挪布 张居正又问 你 还有事吗 有 王转身头朝门外看了 看压低了声音 昨天 我去了一趟机箱路 啊 张居正 这才记起 在机箱炉里养病的 玉娘 忙问道 玉娘 现在怎样啊 她的眼睛 可以模模糊糊的 看点东西了 嗯 很好 张居正眼前 浮现出了 玉娘 那美丽的倩影 一种温情 油然而生 她叮嘱道 还得加紧治疗 争取早日康复 诗经眼 巧笑 倩息 美目 盼息 玉娘 虽有巧笑 但盼盼 美目 还得加一时 啊 首付 说得是啊 玉娘 让卑职 带心 她想 见你 是吗 等忙过了 这一阵子 再说吧 你转告她 这些时 要静心养病 是 王转 准备退下 张居正 又喊住了她 解冬 听说 蒋二望 关在刑部大牢 一天到晚 喊冤枉 你说 应如何处置她 王转早就知道 张居正 已经铁定了心 惩处贪没 蒋二望 是一个突破口 紧接着 是杨用成 后面不知道 还要牵出 多大的一串呢 她虽内心深处 同情 蒋二望 但此刻 却狠着心说 他 他 喊什么 远望 两个空额 吃了五年 这是铁证如山的事 她虽然是 卑职属下 但卑职不护短 建议守抚 给她严惩 好一个 季冬 秉公为国 不寻私情 这才是巡礼 张居正称赞了一句 接着又说 上次我一讲过 你做得好 就给你升官 我说到做到 这次经查 两经官员调动较大 我准备向皇上 推荐你去扬州 担任操江御史 你意下如何 曹江御史管理曹运 与同样开府扬州的江淮 盐运史都是最令人眼热的 操江御史 三品贤 这样王传 不但官升一级 还得到了一个肥差 他虽然心中狂喜不已 嘴里却说 卑职在京城 但兮都能得到首府指教 这一下去得远了 岂不空落得慌 这岂是大丈夫说的话 没出息 张居正善意地骂了一句 挥挥手 让王传退下 他起身走到书岸前 打开搁在岸上的一个卷宗 取出了一张纸来 上面写了二十几个人的名字 都是两京各衙门三品以上大臣 他准备向皇上 建议提拔或将出的人 此刻他又浏览了一遍 刑部右侍郎曹金 改任陕西巡抚 礼部左侍郎王熙烈 改任南京国子建士 礼部左侍郎魏学增 改任四川巡抚 礼部右侍郎必招 改任山西巡抚 督察院右督御使 蒋孔苏 改任江西监察御使 兵部右侍郎宿成璐 改任南京户部右侍郎 刑部左侍郎刘依如 胡改任吏部左侍郎 户部右侍郎陈赞 改任左侍郎 户部左侍郎郭朝斌 总督天下苍场 南京户部右侍郎李进 改任云南巡抚 湖南岸查史 李义和 升任督察院右督御使 江西巡抚 潘济逊 升任公部左侍郎 湖北巡抚 汪伯坤 升任兵部右侍郎 看罢这张名单 张居正提笔 勾去了王熙烈的名字 又在魏学增名下改为 改任 南京督察院右督御使字呀 他正准备就这份名单 给皇上写一份密帖 尤其敲门进来禀道 老爷 您的亲家刘大人来了 人呢 在花厅里 张居正起身到花厅相见 刚一落座 他就笑着说 孟真 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过从啊 自张居正出任首府 几乎所有湖广老乡 都登门恭贺 唯独刘一如没来过 此时刘一如打道 您初登首府 正是千头万绪 被指不便前来打搅 哎呀 亲戚之间 不必过于拘礼 张居正温和的责备着 接着问了一些 女儿女婿的家常话 张居正闭口不谈 今日的大火 刘一如更不肯有骗语观赦 扯过闲话 刘一如吩咐随从家人 拎了一个锦盒进来 先生只为宰府 实在是可喜可贺的一件大事 我一时想不到如何表达心意 前些时逛琉璃场古董铺 看到这件东西 就把它买下了 不知先生喜不喜欢 说着 他解开了丝带 从锦匣里 小心翼翼地捧出了一只 持五大小的钵鱼 张居正饶有兴趣地上前观看 这只钵鱼 乃阳线紫砂制品 用为水柱 不于两边之耳 左坠一绿灵甲 右坠一浅红荔枝 两者之间又坠了一只蛋黄如意 底盘上是两只缠绕着的黑鲤龙虎 四爪伸开 恰成波鱼的四足 虎腹上 捐有西宁二年四字 原来是宋朝旧屋 细看这些事物 无不各消其行 徐徐如生 年代推断 西宁二年距今 也有五百多年历史了 这只鳌鱼却保存完好 没有一点损伤 张居正赞赏他 这是宝物啊 亏你梦真密道 我早就定下规矩 礼物一概拒收 但这次我破例收下 刘依如谢过 接着又说 我还有一事相求 请讲 这次经查 我想离开刑部 张居正仿佛 已经料到刘依如会 提出这个请求 孟真 听说那天 在同利本家门前 魏学增指明道姓 把你比一通 顺便把我和王之号都烧上了 实有其事 实有其事 刑部里头 高若是唐官 我是左二 确实有些不妥 这事你不说 布谷也心思要动一动 高若从南京调来出掌刑部 虽然是我的主意 但他的资历名望 却是朝廷上下一掷手啃的 你这左二官 也不是我的裙带关系当上去的 这一点我不怕外人议论 我担心的是两个亲家同处一步 与世推让 都当好好先生 于公于私都不利 公本来就想趁这次经察调动你的职务 今天你来得正好 我要当面征询你的意见 京城各衙门 这次经察会空出很多位子 不知你愿意去哪里呀 一听这话 刘依如心中猛的一紧 外头都说张居正借经察排除一己 他现在漏嘴说出了会空出许多位子 可见传言不谬 联想到这些时 京城里风风雨雨 他脱口说道 我愿意去南京 张居正怀疑听错了 南京 你愿意去南京 是的 我愿意去南京 刘依如显然已经考虑成熟了 他从容说道 在自臣的手本中 淤指已将担任刑部左侍郎 两年来的过错得失 向皇上陈述明白 并恳请皇上 降畜使用 今天来找你 是想再次向你表明心计 在下真的愿意到南京 任意闲职足矣 刘依如说得恳切 张居正心中生起了一丝不快 泱泱地说 我还准备举荐你去力部 接替魏学增 看来值得作罢 刘依如见目的已经达到 再待下去 恐节外生枝 遂起身告辞 望着他离去的背影 张居正心中存到 这个刘依如啊 毕竟也是清流作风 一眼瞥见刘依如 留在岸上的那只古董 他喊过了尤七 你看看 这究竟是个什么物件 坠上的这四件东西 不伦不类 巴不相哀 也不知是何意义 尤七端详了半天 忽然悟到什么 正待开口 却又把花咽了回去 张居正追问 你看出了什么 老爷 不好讲 但讲无妨 见张居正有些不高兴了 尤其不敢违拗 老爷 这四件东西 绿灵角取一灵字 红荔枝取一栗字 黄如意取一如字 黑吃龙虎取一吃字 加之 这古董本身是一只波鱼 且取一个波字 放在中间 把这五个字连起来读 其谐音就是 灵力不如吃啊 听完了 尤其的解说 张居正心下一沉 蠢到 这刘依儒 这哪是送什么古董啊 而是假借明目 极尽嘲讽之能事 想到自己 出任首府 这一个多月以来的 所作所为 竟被庆家看成是 士林所不屑的灵力之举 不禁心下生寒 用官场语言讲 灵力就是乖巧 就是趋意媚上 而吃就是持重 就是风骨 就在一场大火之后 刘依儒送来这么一句真言 张居正感到受到了 莫大的侮辱和伤害 他真想拎起那只波鱼 狠命地朝地上一贯 但手艺伸出 又改变了主意 他抚摸着这只 涉色古巧 传世久远的波鱼 感慨万千地说 尤其 把它摆在书房 最显眼的地方 我要天天读这个 座右鸣啊 尤其还未离开 私婚又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老爷 广西急报 好 张居正接过 一看官房就知是 梁广总督阴正茂的八百里持船密扎 他迅疾拆开来读 阴正茂在密扎中告知 五日前 他所率领的剿匪大军 已攻破水山中的匪巢 两个叛手 围银报被杀 黄朝猛被生擒 看罢此渣 张居正大喜呀 他副手走出花厅 忽闻得一阵富裕的香气 他问尤其 是不是后花园中的桂花开了 是的 老爷 开得正旺呢 张居正举头望月 但见一轮欲缘未缘的明月 挂得幽碎的天幕 他突然记起 还有三天就是中秋节了 便吩咐道 尤其 不要辜负满庭芳香 一天明月 你去后花园中摆上茶点 请夫人出来 一同品花赏月 尤其领命而去 不过片刻 又有人来说徐绝求见 领他进来 言未必 而徐绝已经抬脚进门了 也不急寒暄 徐绝就给他带来了一个更惊人的消息 今天上午攻击时的那场大火 是冯宝之使东厂特务混在人群中暗地点燃的 张居正顿时就愣了 木头人一样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连徐绝啥时候走的都不知道 尤其轻喊了一声老爷 把他惊醒了 他扭头问道 你又何时 侯花园中的茶点已经摆好了 夫人已经入座了 张居正烦躁的一挥手 嘴中冷冰冰的吐出了两个字 撤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